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Lunamus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接下来我们要挖个大坑 来说说这款伟大的RPG游戏 博德之门 本期将是关于这个大坑的开篇 包括关于制作这个系列视频之前的一些必要的补充说明 初期创建人物的介绍 以及用仅剩的一些篇幅 简单的把剧情讲述开个头 介绍从《主宝》到《友善之弊》之前的这一小段剧情 博德之门一代的原版和资料片《剑弯传奇》的剧情讲述 我会合并在本视频之中 由Beamdog出的新资料片《龙毛宝》为公 则会是第二个视频 精彩而庞大的《博德之门2·安姆一》也是第三个视频 传奇等级神仙打架的《巴尔王座》是第四个视频 最后第五个视频是《游戏通鉴》第十八期 介绍博德之门游戏的历史和开发背景 并进行赏息评述和总结 前四期视频的重头戏是游戏的剧情 由于是自建的人物 因此我选择的剧情讲解风格沿用了之前咱们讲奥秘 蒸汽与魔法时的第一人称风格 将主作稿用小说的风格写出来 并尝试用类似有声书演播的方式去讲书 不太熟悉这个风格的朋友可以回去看一下我做的《游戏通鉴》第十四期的剧情演播视频 看看你是否喜欢和适应 并且欢迎大家在我更新的时候随时提出你的意见以及看法 写作视频的脚本文案是免不得要对D&D的世界做更多的介绍 除了游戏原本的海量的文本资料可以参考之外 我对于法术和怪物的一些描述 会参考由The Rain of Wonder论坛大佬们翻译的《龙域地下城》第二版《玩家手册》和《怪物图鉴》 另外还会包括《剑弯冒险指南》 《博德之门》和《被遗忘国度》的《英文维基》等 并且会额外地看一下第三版和第五版《龙域地下城规则》中对一些概念的解释 在此也对各个版本的作者和议者们表示感谢 游戏的过程中会参考一些攻略 除了自己的总结之外 主要是参考了由ZLZXX所编写的详细攻略 GameFXKills的全面指引 B站的《狼苗大佬》的单刷视频 依损主人翻译的《博德之门》玩家手册等等 也都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选取剧情方面 我们知道《博德之门》一代中除了几个较大的迷宫之外 在支线的剧情上是比较弱的 所以我们就以主线为主 顺带把剑弯传起的新增地图 以及几位增强版新家的角色去进行了 其他的支线上 能够获得关键武器装备的任务等等进行讲述 我们都知道 根据二代开头的描述 我们是有官方队友的 五名队友分别是妹妹艾蒙 格莲安的好友卡里德和贾希拉 拉希曼的素能师戴纳黑和他的护卫尤霞明斯克 但这个队伍在一代中并没有多少额外的剧情 所以完成了初十任务的队友 我会让他们暂时离队 主要用增强版新加入的角色 也就是黑卫士多恩 狂法士涅拉和武僧拉萨德 以增加可讲解的剧情数量 我在剧情讲解中 会假设大家都是刚刚入门的D&D玩家 因为恰巧主角自己也是在主宝生活多年 并没有太多阅历的角色 但主宝有剑湾最伟大的图书馆 主角长期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 对许多冒险常识 法术对决的策略倒是一清二楚 人称行走的剑湾百科全书 费轮王与燕 在主角旅行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会慢慢介绍他遇到的相关背景知识 遇到相应的怪物法术时 会借主角之口进行补充 接下来我们先看伯罗志们一代增强版的开场动画 之后就开始大家最喜爱的创建人物环节 作词 зас thyroid 作词作词作词と好 不,你不能 不,你不能 我会最尊重 你会选择 Pikachui,拜托 这段开场描述的事 要等我们知道这位全副武装战士的真正身份时才会明白 先进设置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把字体设置调整一下 为了录视频我会把文字调得比平时自己玩时大一号 同时大家也注意到了 我把字体换成了思源黑体 Heavy 看起来比默认的诵题强多了 CRPG往往都有海量的文字 换一个阅读辨识友好的字体 读大段文字的时候就如沐春风了 字体的设置方法可以参考The Ring of Wonder博德之门区的置顶帖 之后就来证实创建人物 进入人物创建界面 这是一个当时不知劝退过多少人的界面 因为大部分的中国玩家当年还是先通过某种渠道接触的博德之门 后才接触龙域地下城体系的 所以估计其中许多数语一看到就头大 相比这下欧美玩家对TRPG已经了如指掌 杂志都预热了十几期了 同样的界面对他们来说清澈熟路 博德之门的系统基本严格的遵循第二版高级龙域地下城规则 但这里我们也不打算事无巨细地 一开始就把建立角色时遇到的种种选项都介绍一遍 大家可以参考博德之门原版的用户手册 我这里只是简单对自己的选择进行一些说明 进入之后首先选择性别 性别这个属性对战斗基本没有任何影响 到了二代的时候会影响主角能够与哪些角色进入恋爱的剧情 这里我们就选择男性了 选择头像 这里游戏会提供一些人物头像 但我想了一下还是直接用我这个好了 这位角色的一些性格可能也会加入其中 但是不会介入太多 这并非是穿越系 只是借一下这位著名角色的形象而已 好比我们当年在奥秘那期的视频里 也只是稍微的借了一下小王子的一点设定而已 种族方面 博德之门一的故事发生在主物之未免 埃布尔托瑞尔世界中 西方费伦大陆的西海岸 一个叫做剑湾的地区中 由此可以选择的种族当然也就受到了限制 还记得我们当年聊抑郁症文曲的时候 收到过像狮宠这样的塔纳里妹魔 还有安娜这样的提夫林 也就是半恶魔 还有诺顿这样的机械魔种等等不同种族的队友 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多元宇宙的明珠 法印城或者说印记城之中 等级也足够高 经常出现的种族更丰富多彩一些 但代价就是主角无名式的种族是固定的 而博德之门尤其是一代 咱们还处在一个非常低等级的滇地区域 可选择和招募角色的种族 也就主要是滇地中的智慧生物冒险着常见种族 比如人类、精灵、矮人、侏儒等 每个种族在冒险中都有那么一些优势和劣势 而人类相比其他的种族有一个巨大的差异 那就是人类可以进行转职 而其他的可以进行兼职 职业是博德之门游戏的重中之重 也是游戏让大家一遍一遍重复游玩乐此不疲的原因 博德之门或者说滇地的职业设计非常有特色 每个职业都非常值得体验一番 可惜在博德之门一增强版中有16万的经验上限 法术也基本只能用到三环 能发挥的空间非常有限 但到了博德之门2 在巴尔安姆的阴影和巴尔王座中 我们可以大量获得经验值 每一个职业以及职业之间的组合 会慢慢发挥出真正的威力 同时玩家还可以利用兼职或者转职 以获得多个职业带来的好处 这里我们的角色应该选择什么职业呢? 我之前也问过大家 后来也做出了决定 这名角色最适合的职业当然就是战士 而战士中最适合的子职业很明显就是剑圣 剑圣在肉搏上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和成长性 他的一切都以命中伤害和攻速的改善为中心 提起然这个特殊能力 也能够最大化的利用攻速和命中的优势 和我们的这个角色也是很搭的 然而剑圣不能穿任何的护甲护腕 也不能使用远程武器 只有区区两点防御等级改善作为补偿 也就使得角色的生存受到了不少的威胁 有得必有失 但是选择了战士类的职业总是会有些遗憾的 在费轮这片土地上 以及在博德之门这款游戏中 我们知道他的真正主角就是法师 二版龙翼地下城法师的强度很高 整个博德之门这款游戏的解密式构筑 与战斗乐趣的主体就是法师之间的攻防 如果玩博德之门不玩法师 就直接失去了可能百分之五六十的乐趣 虽然我们同样可以依靠强大的法师队友 但是我们这位角色看看头像就知道 他本来就是会使用魔法的 绝不是只会无脑乱忙的战士 方便起见我们还是决定在未来使用经典的 人类剑圣转职法师的路线 这条路线的精髓之处在于剑圣和法师 都是不能穿假的职业 因此二者的弱点有一定的合必吸收 而优势则体现得更加的全面一些 剑圣能利用法师职业大大的增加生存力 并且补充飞物与输出 法师也能利用剑圣职业更加快速的解决对手 增加生命值和容错 剑圣转法师有几处抉择 13级剑圣获得的攻击次数还算是比较关键的 因此粗略计划就是13级剑圣转法师 当然整个博德1中我们都不会升到这么高的等级 也就意味着博德之门1的整个游戏中我们都不会转职 转职的是咱们留到博德2里再详细聊 同时博德之门1里法师强度虽然变态 但是毕竟只能使用三环和以下的法术还不算一天 真正施展威力还是要等到二代 其他职业的话我们在游戏中还会遇到有不同职业的队友和敌人 到时候我们再以角色之口进行介绍 尤其是许多职业的子职业都很有意思 大家自行有玩时也可以多试一试 接下来要选择角色的阵营 经典九宫阁小莱不必多介绍了 阵营在博德之门里的影响不算特别大 主要是影响角色的可选择的职业类型和一些道具的使用等等 比如这里我们选择了剑圣的职业 健身职业就不能选择混乱阵营了 那么这位黄发的青年应当属于什么阵营呢 说实话他的阵营好像不是一成不变的 想了想还是决定在手续中立和中立善良中选择了中立善良 终于到了决定属性的时候了 相信很多玩家都在这里随机置头子置了半天 就为了一个满意的数值 在《龙玉地下城》中冒险者的属性有六位 分别是力量 秉洁 体质 智力 智慧或者感知以及魅力 而每一项初始属性者都是由3D6的头子决定的 每项属性的上限自然就是18了 同时博德之门的肉点有保底的机制 如果全属性相加小于75 或者是单项属性小于职业要求的最低值 就会自动的重新的随机肉点直到满足需求 由此也去掉了过于平庸的数据 毕竟大家一般还是认为 作为滇滴的冒险者其资质还是要超出一般人的 多次投点的结果是接近正态分布的 要想得到一个比较高的数值 如果要硬投也能投出来 但是要耗费很长的时间 因此这里我就直接修改算了 我在这里改出了一个95的数值 接下来分配属性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 详细的还是参考玩家手册 这里我只解释一下自己的加点 由于我们是战士中的剑升 主属性为力量 因此力量加满 它会对物理攻击的伤害有非常决定性的影响 虽然剑升不能使用远程武器 敏捷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但是依然会影响我们的肉搏能力 包括防御等级 这里也直接加满算了 体质影响了我们升级可获得的最高生命值 为了未来撑一些血量 这里我们也加满 智力是奥数施法者 也就是法师术士这类职业的主要属性 虽然对战士并不算太重要 同时在二版中对法师的重要程度也就只能说一般 但是我们未来要转职法师 智力的最低要求就是17 所以也干脆加满到18 后面的两位属性 智慧或者说感知 是神术施法者 也就是牧师这类职业的主要属性 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多作用 为了让九环的法术许元术能够出休息的选项 这里一般都会加到10以上 而魅力在游戏中真正起作用的地方非常少 有需要魅力18的任务 我们就可以让魅力16的妹妹爱萌 穿上魅力加二的斗篷替我们做就可以了 未来也会有魅力变为18的戒指可用 因此维持最低的数值即可 总体上这就是我们这个角色的初始数值了 虽然不一定很符合这位黄发青年的气质 但是在攻略中还是十分好用的 与很多非D&D体系的CRPG不同 角色属性这里一旦确定下来 整局游戏都很难有永久改变的方法了 接下来选择技能 对健身职业来说只需要选择武器特长即可 其他职业的话这个界面会稍微复杂一点 这位青年最擅长的武器算是巨剑呢还是双手剑呢 可惜我们的职业这两个好像也都不太合适 最强双手剑卡索米尔是圣武士专属 没有圣武士或者是没有贼职业的话是没有机会使用的 而巨剑总体上都不算特别好 想了一下最后直接加到武士刀里了 虽然游戏里武士刀特别少见 最终战力也不算最强 但无论如何这名角色的特技都跟武士刀显得更搭一点 到二代也可以用天生怒火砍瓜切菜 剩下两点就直接给到单武器模式算了 增加一点前期的战斗力 为什么加到单手里 因为人家单手确实很强 之后设置角色地图显示外貌和语仪 最后输入角色的名字 虽然博德之门的角色名是可以我们自行设定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真正的名字 也就是Charname 这个梗来自角色战卫服名称 Character Name的缩写 后来Charname也被国内玩家亲切地称之为查内姆 这里为了增加一点辨识度 我给他另外加一个姓氏 Strife 因此角色的名字就是查内姆斯特莱夫 除此之外要说明的是 就是我为这位角色设置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特技 由于我们的角色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信仰 也就是尊崇塞沃劳德之神 因此这位大神也赐予了主角一项额外的神术 未来是 这项神术不局限于神术施发者 任何职业和种族都可以使用 它能让角色提前预知一段时间之后发生的战斗和事件 并且允许角色进行相应的对策 以对有限的未来进行应对 但是这个神术的施放时机是随机的 只有当前角色对未来有极度焦虑的时候才会出发 其实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原剧情 在某些战斗之前的剧情叙述中 提前进行必要的更改 并上好法术做好战斗准备 实际剧情中用的次数不会太多 最后要选择的是游戏难度 为了稍微增加一点点乐趣以及戏剧性 这里我们选择疯狂难度增加敌人类型 但是去掉了额外伤害以减少摩拜赛沃劳德之神的次数 如果通关过于艰难的话 出视频的速度也会降低不少 好了,咱们的人物总算创建完毕了 这名角色会一直地陪伴着我们 跨越博德之门一带 剑湾传奇、龙毛宝为公 博德之门二安姆一影以及巴尔的王座 从凡人到超越传奇的旅行就此开始 接下来我就会用第一人称视角 也就是查内姆·斯特莱夫的视角 对这段非凡的冒险旅程进行完整的讲述 主宝舒适地坐落在剑湾的悬崖边 它是费伦大陆上最大的图书馆 它的城堡雄伟于事无争 可说是被遗忘国斗中的一块乐土 它的地点偏僻、法律严谨 也是我的家乡 我的故事从这座神圣的知识殿堂开始 二十年来的多数时间 我都居住在这座城堡严峻的高墙之内 处于智者格利安的监护之下 如同父亲一般 格利安在抚养我长大的过程中 向我说过无数的故事 包括英雄与怪物 爱人与异端者 战争与悲剧 然而有一个故事从未被提及 那就是我的真实身份 我被告知自己是个孤儿 但没人知道我的过去 最近 格利安和我愈发疏离 好像有什么事情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我尽量委婉地询问他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 但我的问询 徒劳无功 我唯一的安慰是知道他是个理性的人 时机合适自然会告诉我 尽管如此 他的沉默仍然令人困扰 而我不由得感到有什么事情很不对劲 格利安今天似乎比平常还有激动 他打断了我的日常工作 匆忙地给了我一些钱 让我去买些装备准备上路旅行 他没有说为什么 我现在站在主堡的门口 准备为意料之外的旅行 买些何用的装备 太阳悄悄爬上了城堡 洒下一片炫目的阳光 也将沉溺在思绪中的我交信 我在这片土地生活多年 对此处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 但就在今天 这一切却都变得无比陌生 我叫查内姆斯特莱夫 在美丽的主堡长大 是一名冒险者 今天就是养父格利安 与我约定好的 要一同离开主堡的日子 我不知道父亲在怕什么 但昨天与他谈起这次旅行时 这位强大的法师眼神里 居然透露出了恐惧和担忧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 而一片祥和的主堡 又让我感受不到任何危险所在 所以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愈发地显得微妙起来 距离约定时间还早 见父亲之前 我决定好好地 与这片养育了我的土地 道别 坐落在剑湾中部的主堡 是一处得天独厚的独立城邦 它并不受西废伦领主联盟的制约 享受着宝贵的中立和自由 主堡最为珍视的是无穷无尽的知识 因而深受许多博学者的青睐 在此处守备和工作的 也不乏许多高级的施法者 而这也是主堡能够长久地立足于剑湾 而不被各方势力燃指的前提 尽管主堡有最伟大的图书馆 但我还是自幼喜欢习武 也练得了一身好剑法 没办法 兴趣是然 但阅读主堡书籍的过程 也让我受益匪浅 至少让我对冒险中可能遇到的怪物 和应对敌人魔法的方式都了如指掌 虽然目前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但相信今后一定会有用武之地 我翻了翻身上的背包 想到之前养父葛利安破天荒地 给了我一笔巨款 一百金币 说要为之后的冒险准备些什么 他从未如此认真 也不禁让我也对这次旅行认真了起来 于是我先去酒馆 找到了旅店主温斯罗普买些武器 老温这个人虽说平时爱开玩笑 开朗豪爽 但今天看我认真翻找武器的样子 也多少猜到了些什么 他拿出一把锋利的斜插短刀对我说 这把相当趁手 今天给你打个折 带上吧 没人比一位旅店老板更懂冒险者 他知道我要远行 老温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也能感受到他爽朗笑声之中 那一丝克制不住的伤感 他的养女艾蒙与我情同手足 我只希望他们父女之后 都能平平安安的在主宝度过一生 远离纷争 买好武器告别老温 迎面遇到了法尔比·艾文海 这位学识渊博的法师在主宝 沉迷于研究历史学和文章学 他正准备动身去南方不远处的小城贝尔狗斯特 和我一样也在进行动身前的准备 这位老者拜托我去泰斯托里尔那里 取一个鉴定术的卷轴来 在费伦的世界中即便是传奇的法师 也有因为没有记忆一环的鉴定术 而嚼头烂额的时候 毕竟唯有那些天生的施法者 才能随意选择法术进行施放 而普通的奥数学者只能依赖自己大脑中 为数不多的法术位 对书上的知识进行研习记忆和准备以后 才能施法 这时候如果有卷轴这样的魔法物品 能够直接施法的话就十分方便了 他自然不知道我也在准备启程前的行李 忙前忙后 但离别将至 我想对珠宝的救时尽我所能地多说上几句话 于是便一口答应他去拿鉴定术的卷轴 从礼殿出来 首位们还是一如既往 闲适地在城墙之下巡逻 大家见到我都会友好的打招呼 散步时我还碰到了菲利地亚 这位来自魔法王国哈鲁阿的法师 平时也对我多有照顾 还记得当初他从南方来此修行时 本来对剑弯的魔法水平不屑一顾 但最终还是折服于珠宝浩如烟海的馆藏 他最近饱受关节炎的困扰 拜托我帮他找本书 此时的我对珠宝的每一位朋友倍感珍惜 不知未来还是否能够相见 也同样爽快答应了他的请求 帮他从牛棚之中找到了那本哈鲁阿的历史 并还给他 菲利地亚向我表示了感谢 微笑道 查内姆 你越来越像格利安了 只可宝石就送给你吧 我也忍着没有告诉他 关于自己可能离开的事 只是祝福他的病痛早日消除 北边的堡垒之下是我小时候玩耍最爱去的地点 这里的阴影和角落最适合捉迷藏了 但是这次经过时我感到一丝异样 一直紧闭的仓库门这次却虚掩着 好奇心驱使我推门进来看看 不料有人突然从阴影中钻出堵在门前 这是个深面孔我从未见过 而他的脸上写满了杀气 语气也并不友好的直接问我 你就是格利安的小子 还没等我答话 他就拿出一把长剑向我袭来 我凭借本能迅速闪躲 然而还是在身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伤痕 我简单的判断了一下对手的实力 感觉他的体格和速度都远不及我 但偷袭下手狠了 我也便不多话 只是运用了练习多年的提气斩技巧 反手一刀就砍断了他的喉咙 这次可连声音都没有发出 就倒下了 我翻动他的义务想找到是谁指使他来此的 对方似乎是当地民兵团里接受过基础训练的农民 也并未携带任何的书信 线索也就断掉了 我擦拭血迹出门 迎面碰到了身穿黄袍的法师帕达 关切地问我身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 我也就顺便告知他 主宝内部有人要我的命 他也表示一定会将这件事上报主宝的首席读者 特斯托里尔查清真相 然而这点小插曲对一位经历过魔鬼训练的冒险者来说 其实算不得什么 我深切理解冒险者在今后一生中所要经历的流血和杀戮远比想象中更加残酷 痴迷刀剑的我在千万次的灰砍训练里早已将这种场景想象了无数次 即便真的杀死了一个活人 心中也没有一丝波澜 甚至心底里有种兴奋感 这多少有点嗜血的疯狂感受 或许正是我选择成为剑胜职业的原因 在珠宝的中心庭院我见到了一身红袍的泰斯托里尔 这位老者是一位神术施法者 米斯特拉的牧师 目前珠宝的首席读者 他的地位仅次于文卷守护者乌朗 其神术造诣已接近传奇级别 但在我的眼里 他一直都是一位慈祥老爷爷一般的存在 听说法尔比想要一本鉴定书 他便拿出卷轴盒取出了一张给我 随后开始叙叙叨叨地说道 孩子啊 之后别忘了去见格利安 他一直在找你 似乎有什么急事 泰翁对我一直都很有耐心 常常说我是个修邪傲术的好苗子 但是我小时候贪玩 对枯燥难懂的法术术是毫无兴趣的 把卷轴拿出给法尔比 他也对我表示了感谢 听说我可能要出趟远门 他便随手为我释放了一道医患的防护系法术 防护邪恶 他能够防止邪恶生物对我的伤害 之后便祝我一路平安 时间不早了 我知道自己不能一直逃避这件事 珠宝是个温暖的家庭 但精力艰险是冒险者的宿命 我总有要迈出这一步的一天 接下来我毅然向中庭出发 杨福格里安正在那边等我 刚到中央图书馆前的喷泉时 一位身姿曼妙的少女突然从灌木之后跳出来 拦在我的面前对我微笑 不必说了 这顽皮的姑娘便是一直以来最爱黏着我的女孩 艾蒙 我仍记得她当初来到珠宝时的场景 她的家原本在北方的大城邦博德之门 而她的生母生育艾蒙时难产死去了 之后她便由老温养大 并在她十多岁时随着养父一同来到了珠宝 当时她既欢快而又可怜的眼神引起了我的注意 同样有志于成为冒险者的她 与我成了之后多年间最好的朋友 玩伴和共同训练的对手 这些年在珠宝的生活 让她的性格也越发地开朗活泼起来 不过这次我在她的神情中却察觉到了一丝不安 我问她 怎么 有什么事吗 艾蒙的手背在身后 眼神追着身边的蝴蝶 而并没有指示我 说道 阿茶 你今天不上课吗 今天我本来想让你给我讲故事的 但我看你好像很忙 我确实一直在回避于艾蒙的告别 我知道这女孩一定会非常地伤心 但此刻我也不得不告诉她 哎 你就别管了 老温还等着你回去整理床铺呢 快回去吧 艾蒙眼角亮了一下说 哎 算了 谁知道老格利安跟你说了什么 祝你们 旅途顺利 啊 不对 我是说 祝你们干什么都顺利 我注意到她居然知道这次秘密旅行的事 我赶忙问她 哎 你是怎么知道的 父亲跟你说过什么 艾蒙撅着嘴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才没有看葛老头的信呢 你快去找她吧 说吧 她轻盈地走开了 此地无银三百两 艾蒙无疑拥有绝佳的盗贼天赋 她总是刚好能偷听到一些关键的谈话 或者是偷看到别人的日记和信件 但她的这些不安和焦虑也让我增加了许多疑惑 到底信上写了什么 能让父亲决定匆忙地启程上路呢 继续向中央图书馆前进 远远地便能看到父亲站在台阶的中间 这位强大的法师总是一身灰袍 似乎多一丝颜色便多一分惹人注目令她不快 而这也正与她灰白的须发相称 她薄金沧桑的面容在珠宝并不多见 我已不记得自己是怎样成为了她的养子 我只记得曾听到父亲在梦中提到过母亲的一些消息 格里安和母亲并非夫妻 而是多年的好友 只有我真正的生父是谁更是毫无头绪 她见我上前便急切地说道 没时间耽搁了我们快走 我从思绪中回过神来 注意到向来冷静的父亲今天有些紧张 我连忙问道 我们这是要去哪呢 父亲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 也许去隐居或者去博德之门找我的老朋友 但无论如何我们要行动起来了 我们碰上了大麻烦 珠宝不是铜墙铁壁啊 何况我也不想连累这些老朋友 孩子 准备好了 咱们就出发吧 我检查了背包 示意父亲可以上路了 我与老格里安多年的相处中 已经形成了天然的默契和信任 他不愿告诉我的事 想来一定是告诉了我便会对我不利 我也就不会去问 之后我们便一同向珠宝的城门之外走去 路上他告诉我说 如果二人因变故分开便让我前去友善之闭旅馆 父亲的老朋友卡里德和贾希拉会在那边等着我 不久后夜幕降临 我们也逐渐加快了步伐向东方前进 我虽不止一次地走出珠宝 但还从未走过如此远的距离 身后的海岸线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之下 而地貌也逐渐开始出现了森林 和远处起伏的山乱 借着月光不知走了多久 我们来到了一处阴森的石阵之旁 父亲突然敏锐地察觉到了一阵微风和响动 他示意我停步环顾四周 果然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我们居然遭受了一群人的伏击 父亲冷静地提醒我说 准备战斗 但随后他看清了对方的配置 又立即改口说 不 孩子 你准备随时逃跑 说完这些 他便义无反顾地迎上前去 我也终于看清了伏击我们的小队 夜幕之中 他们的轮廓从隐隐绰绰变得逐渐清晰 前方是两名魁梧的石阵魔战士 后方是弓箭手和牧师组成的远程小队 而为首的则是一名全身包裹着重甲 手持巨剑 浑身上下透出邪恶之寒气的强壮战士 两方在月光之下对峙 对面全副武装的战士突然开始说话 交出那个孩子 我就让你活下去 执迷不悟 只有死路一条 父亲里然正色道 快闪开 否则你和你的跟班 可没有好下场 战士很明显地被激怒了 盔甲一瞬间寒光四射 他缓缓地说道 老家伙 那我只能对你表示遗憾 之后 他示意手下向父亲发起攻击 父亲第一时间向身后的我大喊道 孩子快跑 离开这儿 有多远就跑多远 我从未见过如此高能量的法术对决 一瞬间震住了 而擦着我的脸颊飞过的箭只提醒我 这里远不是我这种处处茅庐的冒险者 能长时间逗留的地方 于是本能让我迅速地向林间飞奔 在父亲的拖延和阻拦下 我借着夜色的掩护逃到了一处安全的小山缸之上 坚硬的岩石也不会留下任何脚印 我确信逃出对方的追踪后才敢回头看 摒弃凝神只是从高处远远地观察两方的对决 尽管敌众我寡 但父亲仍能冷静对敌 他先释放了一个静影术 这是有经验的法师在孤身遇敌时首先要想到的自保的策略 这个实用的二环幻术让父亲瞬间分出了数个分身 这样敌人的攻击有很大的概率会打到幻影之上 从而无效化 但敌人的攻势凶猛 两个强壮的石人魔此时正迅速逼近 我看到父亲先是尝试了一发魔法飞弹 看到石人魔强硬地接了两发飞弹后继续冲了过来 父亲眉头一皱 借着幻象的遮挡 专注地吟唱了一个石画术 面前的石人魔就没能幸运豁免了 只见他瞬间化身成为石块 只是简单敲击一下就碎裂了一地 然而战局并未出现转机 敌人还有五人存活 后方的牧师对父亲使用了一个强力的五环神术 燕姬术 这显然让父亲始料未及 他一边躲避着火焰 一边冷静地用一个强力且迅速的闪电术解决掉身旁的另一只石人魔 两名石人魔倒下 父亲却只是被燕姬术轻微的灼伤 武装者摇了摇头 突然提箭迅速地冲上前去 注意到对手的物理攻击依然凶猛 父亲迅速地使用了一个实用的四环魔法 石斧术 这能让自己免疫对手的物理攻击多次 之后他向敌方的牧师投射了一个火球术 火球迅速地爆裂开来 两名弓箭手也应声倒地 然而武装者已经冲上前来砍杀 尽管他的每一箭都势大力尘精度极高 但父亲在静影术和石斧术的帮助之下依然无所畏惧 但我能感受到父亲逐渐体力不支 可恨我不能去帮他 我清楚以我目前的实力随便碰上一点火焰或是闪电就一命呜呼了 此时对方的牧师释放出了致命的三环神术解除魔法 不幸的是父亲没能豁免 一瞬间围绕在父亲身边的镜像 以及能抵挡物理攻击的石斧都消失了 父亲曾告诉过我 解除魔法乃是法师攻防的关键 有时他会为你吹起胜利的号角 而有时他会为你敲响失败的嗓中 而今天亲眼目睹我终于深刻地理解到了这一点 随后武装者更加地疯狂挥剑进攻 而父亲失去了一切的防御 又被敌人禁身 已经无法专注施法了 这位可怜的老者在武装者看来 于一只弱小的绵羊无翼 最终武装者一剑刺穿了父亲的腹部 我今生年都不会忘记月光照在父亲那一滩鲜血之上的反光 我无法想象他的痛苦 我强忍着悲伤继续屏住呼吸观察 战场上仅存的那位邪恶的武装者和牧师 二人显然在这场战斗中同样的消耗不低 他们只是环视了一下战场 考虑到夜幕之下想要在这灌木丛生的林地中找到我 如同大海捞针便直接离去了 今天的黎明特别寒冷 我清醒后发现我并不是在做噩梦 我刚遭受了埋伏 我看到格力安在眼前倒下 就连他威力强大的魔法也阻止不了这次攻击 他希望我逃走 但我现在心中充满了无助感 交出那个孩子 那个武装的神秘人曾这么说 他是为我而来的 为什么呢 也许格力安可以透露些什么 但我现在只有一个人而且迷了路 主宝虽然近在眼前 但是我在那里也找不到立足之地 那边的读者记立森严 没有格力安的话 他们也不会为我开门 只靠我身上的简陋装备 我恐怕活不了多久 也许我应该听格力安的话 去找在友善之弊的那些朋友来帮助我 天为备 地为席 梦回主宝 待我悠悠醒来时 再次孤身一人 我回想昨晚发生的事 依然心如刀绞 但我还存着一丝侥幸 或许欧马神殿的人能帮我救救父亲 正当我迷蒙无助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再度出现 阿茶 我看到格力安了 我很难过 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你身上 我偷偷跟了过来 你不会怪我吧 我第一次发现 原来粘人的艾蒙并不总是惹人讨厌 她有种暖心的光辉将我从悲伤中拉回不少 在艾蒙面前 我强撑着自己的情绪问她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艾蒙再度吹下双结 默默祈祷了一番后对我说 我 我是不小心看到了她的心 我想东西应该还在她的尸体上 不 我是说还在她的身上 无论如何 让我一直跟着你吧 我真的不想看到你孤身一人 艾蒙现在就是这整个飞轮中我最亲的人 虽然我宁愿她在主宝好好地度过余生 但既然她已经出门冒险 主宝是不会放她进去的 这座戒备森严的城市 只允许那些励志献身与完善诸界学识 与历史管理的学者们进入 没有格利安的介绍 我们至少要捐献一本足够珍贵的书籍 才有机会重新回到主宝之中 我也只能带着艾蒙一同上路了 眼下我要确认的第一件事 便是养父格利安目前的情况 虽然昨天确信她已经被杀 但仍然有复活的可能 我们知道生物在物质未免死去后 其灵魂会穿越星界未免到达外层 回归到那个她所信仰的天堂与地狱之中 而强大的神术 有可能会连同她的灵魂与肉体 治愈肉体的伤害 同时让灵魂归来 再度回归到物质未免中 而这也正是死亡的队友 复活 我一直对此心存侥幸 万一她还能回来 我或许还能从她那里得知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然而当我们向北穿过临地 再次来到石镇的时候 我知道 这不是欧马神殿的牧师 用死者复生术能解决的问题 格利安的尸体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甚至亵渎 根据我的知识 或许懂得更高阶复生术的牧师 还可以尝试一下 但被毁掉或是被亵渎的尸体 已有很大的几率 无法复活了 愿老格利安的灵魂 在美丽的上层未免 获得安宁 我本想将父亲搬回主堡 委托他的老友将他下葬 但敏锐地听到树林间响动的艾蒙提醒我说 此处不宜久留 之前的刺客或是那大块头 很可能随时都会回来 而我也就只能拿起格利安的背包 寒泪离开 他的背包异常地轻盈 除了一些金币以外 最显眼的莫过于一封邮件 艾蒙说 这便是他前日所偷看的那封信 打开一看 这笔记我并不认得 但其顿挫之事像极了我熟悉的那些整日研习奥数的法师们 信上说道 请原谅我这封信 贾希拉和卡利德在友善之壁等你 他们会尽一切的力量帮助你 祝我们幸运吧 我们已经太老了 而信的署名是 一 我翻看信件的正反面 其中并没有记录任何地址信息 最近也并没有送信人或飞行生物来主保 这恐怕是强大的法师向自己熟悉的地点寄信时常用的计量 使用消失术 将信直接送到对方的书桌上 这么看来 记信人的实力也至少一定是不亚于格里安的 而信中所谓的黑暗力量是什么呢 能让如此强大的二人同时产生紧迫感 从而不得不行动起来呢 目前的唯一线索就是去友善之壁找到格里安提到的老友 贾希拉和卡利德 虽然信中说他们对此事也所知甚少 但哪怕能找到一个人去倾土自己失去父亲的伤感 也好过如今的无依无靠 沿着碎石路向东 路上友善的克希德向我们指了路 我感激一切善良之人而唾起邪恶的信徒 路上遇到的另外二人名为蒙塔罗和萨尔 还未接近我便能感受到他们浑身的邪恶之际 萨尔是位圆母獠牙的绿袍法师 居然还想邀我们与他同路 我也断然拒绝了 一路上艾蒙的话也比往常少了很多 只是默默地跟着我 他不时地指着繁华似锦的原野给我看 一来是他从未远离珠宝 对一切充满好奇 二来他也想让我转移一下注意力 排解心中的烦忧 随后我听到他一阵惊呼 他跑到一棵树下大喊 我们发财了 只见他灵敏地爬上树 从鸟窝中取下了一棵大钻石 几十尺外便能看清这石头晶莹剔透的反光 在没有魔法辅助的情况下 拥有此等明察秋毫的本事 艾蒙着实极具天赋 钻石在费栏世界并不多见 这亮晶晶的石头 除了作为贵族奢侈的装饰 以及矮人的玩物之外 也十分受各类法师的欢迎 许多法术的材料包准备过程中 便需要用碎钻石作为引发和催化的道具 因而其价值不言而喻 这可不知从哪位倒霉蛋那里被斗鸦叼走的钻石 也将让我们至少一段时间的旅费有了着落 继续向东走了一段时间 我们终于来到了海岸大道的岔路之前 而就在这时 一位须发皆白身穿红袍 手里拿着一只烟斗的 法式打扮的老者迎上前来 用怪异的语气与我谈话 旅者 如今路上已数日不见人踪 凡此事仍远游者 必是陷入需要以命相搏之困境 可否稳如正面临何种困境 此人说话语气虽然不急不缓 但隐隐的有种说不出的压迫感 我对他这种说话方式颇有些印象 但一时想不到他是谁 熟悉阴影谷的格利安见多识广 或许能认出来 我并未对他说出实情 只是说我们要前去友善之弊 在那边能找到一些朋友 老者也只是简单回答道 旅店就在北方不远 如之同伴亦于其等待 我同情如之艰困 诸如等顺利 说完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他便转身离开 艾蒙问我说 主宝之外的人 都是这么说话的吗 我摇摇头 至少我能确定他不是坏人 以对方的实力 要取我的性命 只是举手之劳 但他也似乎并未直接想要帮我 也不知未来是敌是友 天色剑碗 寻着老者所指的道路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座剑湾中部 围绕着旅店建立的小镇 友善之弊 虽然小镇的主体是一座旅店 但它修建的极为坚固 如同堡垒 如此也为四方来客提供了相当安全的庇护所 此处为尽量吸纳来往旅者和通商 内部也是保持中立的 其第一规则就是所有的不满 委屈和怨恨都必须留在门外 进入此门者就必须表现最文明的一面 来对待其他的客人 我刚要跨步从吊桥进入时 艾蒙拉住了我的手 他在地面上发现了什么 一枚其貌不扬的戒指 我本想训斥他说不要到处捡别人丢下的东西 但看到他兴奋不已的将戒指送给我时的天真模样 便忍住没有说出口 如今不比当初了 一针一线 一丝一毫的物资都是弥足珍贵的 城堡窗户中昏黄的灯光透到街上 离散的光斑照亮了一条通往旅店入口楼梯的小路 上楼前首位再次提醒我说 不准打架 不准偷盗 暴力者会遭到法律的严酷制裁 我没有理会他 因为不远处有一位静止朝我走来的高大人类法师 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仔细地打量我一番后 对我大招呼说 你好朋友 我是塔尼辛 一位在剑湾漂泊的冒险者 作为一个陌生人 他的热情有些超出尺度了 我只是简单地回应了一句 你好啊 我们也只是疲惫的冒险者而已 想在此休憩整备一下 塔尼辛这人让人十分不快 因为他的眼珠正从上到下地扫描着我 从未离开我的身体 我正准备迈上楼梯 却又被他抢了一搏 拦了下来 他继续问道 实在是像啊 他边跟我说话边小声嘀咕 半想 才还过身来说 阁下跟我要找的人简直一模一样 阁下 不会是从珠宝来的吧 我逐渐变得不耐烦 是又如何 他眼珠瞪大了说道 没什么 只是猜测而已 话说 阁下的名字 难道是查内姆斯塔莱夫 我心中突然生出一阵逆反 若是我将危险引火烧身 恐怕距离真相也会越来越近 我纯净心情 一字一句地说道 正是在下 塔尼辛瞪圆的眼睛又突然眯成了一条缝 裂开嘴笑道 那抱歉了 我有样东西要送给阁下 那便是死 我料到了对手并非上来 但没想到他居然敢在友善之辈 首先挑起争端贬尸法 一旁的守卫们也意识到有人尝试打破规则 也都迅速上前制止 但塔尼辛早有准备 他瞬间也念出了一个静影术 我知道对手是一个远比我要强大的法师 一般来说 当我这样的近身肉搏泪冒险者遇到法师时 只有两个策略 要么撒腿就跑 尤其利用地形跑出对方的视野 要么拼尽全力与对方一命相搏 任何犹豫的结果都是一命无忽 而我选择了后者 守卫与我达成了默契 也直接拔剑上前 我们先是一人砍掉了一个幻象 随后便向塔尼辛的本体进攻 而对手有恃无恐 正在幻影所争取的时间中念出一个恐惧术 这是一个可怕的控制魔法 以我现在的能力是完全无力抵挡的 眼见他的手势仪式即将完成的时候 突然间他遭受了一击重击 身体一晃 咒语的发动也就随即停下来 我回头一看 居然是艾蒙 他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个魔法飞弹魔杖 利用其中充能的奥数魔法飞弹击中了对手 他从我一笑 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这一发飞弹的命中 把我们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趁此空当 我和守卫立即进行追看 而塔尼辛很明显没有准备足够多的自保法术 只有伤害型法术的法师没有资格与我的刀剑说话 他再也找不到施法的机会了 最终被我一刀致命伤害击中 一命呜呼 气喘吁吁的守卫嫌弃地望了一眼被我击碎的尸骨 向我行礼后便回去报告这次事件 我拍了拍艾蒙的肩膀 赞叹了他的果断和机密 顺便问他是从哪里拿到魔杖的 艾蒙吐了吐舌头说 就是趁着那帮无聊老头看书时偷偷顺出来的 魔杖这东西的力量来自于充能 即便不是奥术施法者 也能像使用物品一样释放其中的能量 法师们也多少会准备一些 以应对不时之需 然而没想到他们的一次准备 在这个时候救了我们的命 我翻着塔尼信的遗物 在几个卷轴之下埋着一封信 这是一封悬赏公告 在此悬赏捉拿格里安养子查内姆斯特莱夫 以惩戒其恶行 提头来见者可领到至少两百金币的赏金 我冷笑一声 还有这种事 同时一位可怜的塔尼信感到悲哀 区区两百金币便能在友善之币冒死出手 想来他之前已经为金钱之事走投无路了吧 擦干短刀上的血迹 带上爱蒙 我们一同走进了这间热闹的旅店 一见门便闻到了矮人们最爱的烈酒味道 神经便放松了不少 我注意观察周围 询问着贾希拉和卡利德的所在 几个半生人都表示从未听过 以免人类说有印象 但他对此并无兴趣 只是不断提到最近的强盗横行 以及前往北方大城邦伯德之门的道路 都被强盗们封锁了 而一位面容严肃身披盔手 手指巨荐的半兽人多恩 把我当成了酒馆的招待 只是讨要酒水 不愿答话 之后询问老板 他也并不确知每位旅客的姓名 只是顺口提到了最近铁短短的事 再次仔细环顾四周 我终于在一楼的角落里看到了二人 一位女性半精灵和一位男性半精灵 助力在此处 也同样像我一样寻觅着什么 我上前询问果然 他们便是贾希拉和卡利德 贾希拉是一位亚麻发色的半精灵德鲁伊 也是一位强壮勇敢的女战士 卡利德则身披重甲头戴铁盔 时时警惕地伴随在贾希拉的左右 见到了我二人如释重负 贾希拉看着我的眼睛说道 我一见到你便觉得熟悉 并非因为面容 而是你的气质和眼神 你是不是格丽安的孩子 我提到正是如此 卡利德从我忧郁的表情中看到了真相 格丽安不会让他的孩子独自流浪 没关系孩子 即便是最糟的情况 我们也会保护你 贾希拉说 没错 格丽安常提到 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 保护你的安全 而我们也曾承诺这位老友 会陪伴在你的身旁 我努力让眼眶中的泪水不流出来 只是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并告诉二人说 有你们的支持 我深感安慰 贾希拉抚摸我的后辈说 这一切让我们慢慢查明 之后若是暂时没有目标 可随我们去一趟纳西凯 我们将探查一些地方事物 有谣言说 纳西凯的铁矿中发生了怪事 导致了整个冲撒河南部地区的铁 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短缺 我们去纳西凯见镇长白狼 搞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如今敌在暗我在明 与其漫无目的地寻找凶手 不如先慢慢地找到自己的目标 展开冒险旅程 贾希拉作为神术施法者 拥有最基础的治疗系法术 在他的温柔抚摸之下 我一路以来的伤口逐渐地愈合 心情也随着肉体焕然一新 今晚我们就在友善之笔暗顿了下来 艾蒙也找到了老板交易钻石 最后居然谈下了500金币的价格 可以算是我们珍贵的第一桶金 我们稍微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物资 买足了箭支 还买下了一本之前旅者留下的旧书 《命运钱币的历史》 准备打发时间 毕竟我还是主宝出来的孩子 即便习武也是个书虫 随后我们找老板定下了一处商人级的房间住下 先度过这漫漫长夜再说 艾蒙倒是闲不下来 这活泼的女孩趁着我屏住夜读时出了房间 去找旅馆里的三角酒聊聊天 冒险者的身份在建湾还是会受到许多人敬仰的 因而也常能接到一些赏金的任务可做 艾蒙便去到处接了一些任务 她回来是告诉我 有位老妇人委托她消灭贝尔狗斯特家里的支柱 还有一位矮人委托我们从食人魔那里拿回她的腰带 随后她居然神神秘秘地从背后变出了一条金色的炮裤出来 我大惊失色地问道 你这是从何处得来 难道你去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还把贵族的裤子给顺手拿了 哎 刚出主宝你就如此肆意妄为 还真适合去安母当个影贼 看我满脸写着愤怒 艾蒙捂着肚子大笑说 没有 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只是三楼的贵族把我当成了洗衣房的小工 委托我把这裤子给洗了罢了 我想这东西多少值点钱就带了回来 你不乐意啊 我还回去便是 回想起平时见到访问主宝的贵族一个个飞扬跋扈的样子 我吩咐艾蒙说 饱了罢了 你想留下也好 不过还是给我洗一洗 我闻不得贵族身上这些怪味 艾蒙见我不恼了 顺势立即乖巧地点点头 我打发艾蒙回房间休息 随后在灯下整理这几天发生的事 格里安的惨死让我一夜成熟了十岁 与塔尼辛惊心动魄的对决 亦使我对武器的理解精进不少 贾希拉和卡利德二人看来并无心机 是值得依靠的朋友 而目前关于我的身世和关于父亲的复仇都毫无头绪 只能依照着贾希拉所说去南方城镇纳西凯 探查剑湾北部城邦铁矿危机的原因 或许旅途中也能有些新发现 最近许多兵刃都不慎趁手 刀剑折断稀松平常 想来也与铁矿质量下降有关 手中短刀虽然顺手但威力却小 可惜平时练习所用的 那把主宝的卡拉图武士刀没能带上 这刀由来自东方的百炼金刚所打造 至少免去了因为铁矿危机而经常损坏的苦闹 一夜无事 第二天与队友们会合 我们决定尽量的清理一下最近街道的冒险者任务 断裂一下战斗技艺的同时 也补贴一些经济 友善之必有位矮人想从城外的食人魔处拿回他的腰带 我们四人的队伍拿下一只食人魔想来还是不在话下的 海岸道的西方远远的便能见到那只强壮的怪物 食人魔这种高大而丑陋的生物历来都是为人所不齿的存在 这种肉食生物虽然具备一定的智慧 但几乎完全无法与我们交流 甚至洗食人肉 听守备队长提到 附近这食人魔已经成了个疯狂的冷血杀手 遇人便袭击 我对这种危害一方的家伙必然不会手软 我让卡里德和艾蒙持工在远处埋伏 安排贾希拉说 一旦视野中出现的家伙笨拙的身躯 便立即有一个交叉术将他困住 而我则用敏捷的身形去将他勾引到我方的包围圈中 只是最终实现时略想狼狈 计划没有变化快 食人魔的行动远比我们想象中迅捷 只见他挥舞着狼牙棒向我迅速冲击 贾希拉眉头一皱 原来他的纠缠树偏离了对方的行进路线 对手掠过纠缠树范围的边缘快速靠近 这迅猛的冲击也让作为远程活力的卡里德与艾蒙支持不住 赶紧逃开 好在食人魔智商与强壮的身躯并不匹配 我们趁着他追赶远程小队时从背后迅猛的攻击 大家都只是一箭刺中对方要害后便逃开 食人魔便发疯一样的不断的变换着攻击目标 最终精疲力竭的倒下被我们乱刀砍死 有惊无险 大家调整呼吸治疗伤势 减获战利品 两条腰带 带回了友善之笔让那矮人辨识 这家伙反倒是一脸嫌弃的对我说 就是你右手这条腰带 嗨 你现在跟那食人魔一样的臭 给你们70金币的赏钱 别忘了 其中60金币是你们的洗澡费 艾蒙正想跟他理论 我拦住他摇摇头 我清楚这些矮人最爱占嘴上便宜 心底到时都不坏 而剩下的这条腰带似乎是有附魔的魔法用品 看起来也十分特别 不知有何功用 我便顺手收紧了背包 在车门口居住的乔亚被城墙背面的大地精袭击 被抢光了几乎所有的东西 而他最在乎的是其中一枚珍贵的戒指 他拜托我们帮他取回 这次在城北的战斗 贾希拉吸取了之前的经验 他深呼吸后算准了提前量 终于利用纠缠树成功地分割了敌方战力 为我们创造了逐个击破对手的条件 在其中一个大地精身上 我们找到了乔亚的戒指还给了他 看着这些被我们帮助的人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也愈发地感受到了父亲常提到的冒险者对这片土地的责任感 休息整备后 我们一路向南去到小城贝尔狗斯特 前往纳西凯探究铁矿短缺的原因 捡完的气候似乎正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尘封在苍翠的临近符过 进入肺腑时的熟悉感受 恍然将我带回了主堡 而不时出现的野狼法特怪和狂元又将我惊醒 这终究不是一场梦 坚强地向前看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从海岸到向南不久 我们便能在晨光细微中看到贝尔狗斯特的追焉 贝尔狗斯特这座城邦虽不算大 但是处在一处重要的山路中 由西洋土中部或是安姆来的马车队 往往会在此稍作停留 之后便北上博德之门 或是进一步前去北地的深水城 诺伊不绝的车马 为贝尔狗斯特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物资 小镇也逐渐变为了小具规模的承包 与其他许多冲萨和流域的小城一样 贝尔狗斯特的领主肯达斯并没有续养部队 而是由博德之门的雇佣兵团 验拳组织接管和保卫 尽管路上听到的传闻说 会有更多的部队从博德之门被派往此处 以防止南方国家安姆的袭击 但此刻的小城至少是安静祥和的 至少对艾蒙来说 谁当老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又有地方能想方设法地搞上一点金币了 我们也打算在此处找些冒险者的任务做作 相比主宝和友善之比 贝尔狗斯特是一个真正有城市容积的地区 它容纳了繁华喧嚣 同时容纳了艰困与贫苦 北方和广场附近颇有几处豪宅 想来是贵族和小有名气的冒险者居所 而周边一些破败的庇护所中 亦有许多平民窝居在此 来到广场 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宣令者的高声叫喊 听好了 肯达斯大人有令 根据光明之洛杉达的指引 能娶疯狂牧师巴西勒斯相舍人头者赏金五千 艾蒙难以掩饰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水汪汪的眼睛里都出现了金币的倒影 我想上前搭话问问细节 但宣令者摇头表示 除了悬赏公告细节一概不知 我对艾蒙耸耸耸肩说 看缘分吧 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 人生的一大痛苦 莫过于 钱还在 人没了 至少在了解细节前 我不会让你为了这种事 耸了命 当务之急 是先整理一下装备补充箭支 我遵循着守卫的指示 来到了凯恩的店里询问 近来才发现我们似乎走错了 这是一间专营护卫业务的店 并非武器店 店主是一位身着全身铠甲的强壮的矮人凯恩 虽说他散发的邪恶气息颇有些令人不快 但态度还算友好 我们正要迈步走出店时 凯恩突然开口说 且慢,诸位冒险者听我一言 我回头示意他讲了下去 凯恩捋着胡子继续说 如诸位所见 我专门从事护卫生意 护送商队前往博德之门 最近我接了个商队的单子 雇佣了一些冒险者陪同 但商队失踪了 很多天都没能到达 我想找个队伍跟我一起去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思索了一下询问道 最近强盗横行 商队失踪在所难免 你就当着生意打了水漂不就好了 凯恩挠着头发说 话虽如此 但这趟商队里有名旅客是安塔银盾的儿子 博德之门几个大功之一 我可真是得罪不起 你们每人十五金币 还能拿强盗剩下的东西 我列加思索便答应下来 凯根也就与我们一同上路 去北边的海岸道寻找商队 路上与凯根交谈不慎投机 此人心术不正非我族类 之前从北边来时 我便注意到有一处山崖有些诡异 似乎有些足迹 还有众物滑落的痕迹 这次我便重点地探查了这个方向 先是在山崖的灌木中 我们发现了一个被袭击的商队 还没靠近时 这尸臭便瞬间地涌了过来 凯根倒是仔细 拿着斧子将尸体逐个地翻过来看 但并未找到目标 见凯根摇头 我们继续向山崖直上攀爬 果然 这大棚车队的主体就在此处了 凯根惊呼一声赶过去查看 最终失望而又慌张地对我说 果然 快看 这便是银顿公爵的儿子 他已然被枪盗砍成了肉泥 山峰撂翘 凯根却大猪的低汉 说道 我又麻烦了朋友 都怪那些该死的枪盗 博德之门那边恐怕要悬赏我的头了 听说你要找什么人报仇 不然 我加入你们吧 我见他有些可怜 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最终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 此行无限收获 再次回到贝尔古斯特时已经接近傍晚 大家也准备好找旅店歇息了 突然间 我感到城中有些异样的空气 城北的一阵喧嚣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街角房屋的阴影下 有一位身穿法师袍的短发的女性半精灵似乎 我刚经历了一场漫长的飞奔 正在气喘吁吁地恢复体力 她回过头来刚好与我四目相似 我看到她的表情有被转喜 只见那年轻女孩兴奋地对我说 嗨 对 你 我说的就是你 现在也没有其他人能帮我了 我求你帮个忙可以吗 我点头示意她继续说 她缓了一下气息 说道 强盗 对 有会魔法的强盗追杀我 刚从被强盗劫掠的现场回来 那景象可谓触目惊心啊 此处是宁可信其友 于是我回答说 好的 我们会帮你的 半精灵瞬间似乎有了些底气 他高声地赞叹说 你就是我的英雄 对了 我叫聂拉 你还有别的手下吗 对面可不怎么好惹 啊 他们已经来了 快准备好 我顺着聂拉的视线看过去 几位身穿红袍法师模样的家伙走上前来 为首的是一位叫做艾肯多尔的红袍法师 他只是傲慢地对我们说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你缺乏教育 连一个狂法师也认不出来 我们身负使命 一定要将他带回去研究 欠你们不要不识抬举 聂拉撒了谎 对方可不是什么会魔法的强盗 而是红袍法师 法师们虽说大多都喜爱独居 尤其是那些有名望的法师 往往会在与世隔绝的高塔中前行研究 或是培养学徒 而这块大陆上 其实也不乏许多真正的法师组织 而其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 便是坠心之海的东方 位于绝境东义的魔法政体王国赛恩的 那些红袍法师们 他们会互相合作研习不同派系的魔法 并对外追求侵略扩张和寻找新的法术 父亲之前提到过 由于赛恩和松散的领主联盟有非常好的外交关系 导致对方在剑湾的扩张也正在加速 而父亲所隶属的某个组织 也一直在警惕着这些红袍客们在剑湾的所作所为 我意识到这位爱看多尔的意思是 涅拉乃是一名狂法师 而红袍子们是想把他带回赛恩进行魔法研究 我对狂法师这个说法有所耳闻 据传狂法师是一群对魔法的疯狂信徒 他们认为只有诺夫才执着于对魔法的控制 真正的施法者应当肆意地洒脱任由魔网编织出的琴弦共振出旋律 或是任由内层元素未免的强大能量在大地上呼啸 涅拉只是略带挑衅地对对方说道 你快离开吧 否则我的新朋友可要把拳头塞进你的嘴里了 爱看多尔明显是先礼后兵 如若我们不答应想来有一场恶战 但如若我们就这么将涅拉交给他们 按照赛恩研究魔法的风格 老格里安也曾对我讲过 他们若是抓到了什么有意思的研究对象 可恨不得把他们每一根骨头都拆下来磨成粉末 放进每一个法术的材料包里尝试 我心下一横表示说 不 我不会任意在剑外胡作非为 若是想抓走他 想过我这一关 红袍克倒是没想到我会有勇气与他开战 于是邪笑一声 开始了他的魔法吟唱 但在此之前勇敢的涅拉倒是抢先一步 看我这招 涅拉本来是抢先使用一个速能系的法术 但是突然间能量似乎产生了失控 我大叫道 这是狂野波动 由于狂法师对魔王的利用方式是不受控的 因而在一般的施法中也有极小的概率出现狂野波动 法术会产生一些极为奇特的效果 而这次的结果令人震惊 艾坎多尔在波动的影响之下消失了 他具体被传送到了什么地方也是未知的 对方仅剩为一名红袍法师也就不足为惧了 先是卡利德一发精准的弓箭打断了他的净野术 艾蒙有魔法飞弹的魔杖打断了他的继续施法 我和贾希拉冲上前去迅速地将其解决 其余两名弱博敌人也抵挡不住灵力的远程攻势 纷纷倒地 最终聂拉长舒了一口气说 真的 真的真的很抱歉 我确实骗了你 但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的脑子可能早就被他们做成标本了 我其实有些惊魂未定 若不是聂拉强大的狂野波动效果 我们可能很快就被艾坎多尔红尘碎片了 我问聂拉 好吧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那家伙总还会找机会回来的 尼拉央求说 那就让我加入你们吧 既为了你 也为了我 我可是个相当熟练的奥数施法者 我能感触他本性不坏 加持我们队伍中确实缺少一位真正的法师 于是便暂时让他入队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找一间旅馆休息一下 并商讨之后的行动 找寻旅馆的途中 我见到了老熟人的家 还记得吧 法尔比·艾文海前段时间从主堡来到了贝尔狗斯特 法尔比对格利安的离世深表了遗憾 他给了我一个卷轴盒 今后终于可以把平时拿到的各种卷轴都放进去 而不用占背包的空间了 我问他是否能够做点什么作为回报 而他只是象征性地说看上了我从旅店逃的那本旧书 于是我便把书送给他倒闭离开了 法尔比家的对面也就是贝尔狗斯特最大 以及最豪华的旅店费尔德酒馆 刚一进门 一位名为马尔的醉醺醺醺的酒鬼 就跑过来要赶我们走 原来他的儿子成为了一名冒险者之后 便在一次残酷的战斗中死去了 导致他讨厌见到一切冒险者 我先是训斥了他几句 让他冷静了下来 最后听说他的儿子名叫肯奈尔纳萨 怀揣着改变这个世界的理想 却不幸于命 我不忍再去苛责一位老父亲 与他正相反的是 我是父亲先离我而去 若是我与他的情况交换 我在想格利安有会不会为我而哭泣呢 想到这里我郑重地说 对不起死神过早召唤了你的儿子 不介意的话我愿请你一杯 以悼念他的王魂 马尔突然间情绪崩溃痛哭流涕 之后也没有照顾我们的麻烦 点了一些好酒订了旅店的房间 我们一行人来到角落里坐定 又是久违的安宁时刻 冒险者的生涯局无定所 但同时也四海为家 贾希拉和卡利德常常愁眉不展 没办法 不到纳西凯的话 他们心中的疑云也总不会散去 路途上也会时常催促我们尽快难进 但我还有自己的考虑 前往敌人强度更高的地区之前 还是先多积累一下冒险的经验 做好万全准备再说 艾蒙很喜欢这位新加入的姐姐 聂拉大大咧咧的性格 聊起天来也是滔滔不绝 经常让艾蒙双眼放光地 憧憬着作为法师学徒的生涯 艾蒙还把之前捡到的那个戒指送给了她 而聂拉则大吃一惊 艾蒙在友善之碧桥边 捡的那个奇貌不扬的戒指 居然是巫师之剑 戴上以后能让法师的一环法术未翻倍 这东西倒是出其不意地大大加强了聂拉的实力 聂拉懂得一门非常奇特的一环法术 纳哈莽行咒 我之前从未在别的法术书中见过 聂拉解释说 这是狂法师特有的技能 它能通过不加控制的扭曲魔力之源 从而模拟出高阶的法术 只不过她还是不得不承认这种模拟总是有概率失败的 而失败所产生的各种狂乱波动很难控制 她自己修行的一项重要的目标就是学会如何更好地控制狂乱的产生 夜里我在房间中冥想 而艾蒙依旧坐不住 看来一直在主宝跟那些无聊僧侣的对谈实在是把她给憋坏了 这次她回来时又有了新的战利品 一件看起来相当华丽的斗篷 在我开始愤怒之前 艾蒙赶紧解释说 二楼那个叫艾基隆的家伙 看见我就满口脏话 我气不过 就趁她不注意 拿走了她背包里的斗篷 这就叫一牙还牙 看她穿斗篷式高兴的样子 我又能说什么呢 队伍里有艾蒙的存在 也让大家的形式多了许多的可能性 我甚至一味地追求秩序 往往并不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 菲尔德的床铺果然舒适 一夜过去便消除了所有的疲惫 第二天大早 诸位冒险者便集合在大厅中 我与贾希拉商头最终达成共识 在贝尔古斯特以及附近 完成了一些冒险者任务后 我们再向南方前进 我检查一下日志 记得之前在友善之弊的那位老太太 曾经拜托我们消灭盘踞在她家里的支柱 于是我们第一站就先来到了此处 她的家在欢乐卖艺人旅店的西边不远处 我让同伴在门外摆好第一时间攻击的阵型后 开门想进屋看看情况 刚一进去 我便被突然而来的叫声吓了一跳 顶尖一看 这屋内远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居然盘踞着四只硕大无比的蜘蛛 屋内逼脏的环境是无法战斗的 我赶忙逃到屋外 是一同伴立即向蜘蛛释放远程火力 甲西拉现状向门口释放了一个纠缠树 瞬间院中便出现了大量的根须 缠绕着尚在其中的生物 这次有两只蜘蛛追出了门 其中一只中了纠缠树 而另一只则与我们展开周旋 最终我们将其逐个击破 如法炮制之后 我们又通过诱敌加远程火力的方式 干掉了其余的两只 这次可以说非常幸运了 连解毒药水都没有用上 便将所有的蜘蛛消灭 随后我带上了消灭蜘蛛的证据便离开了 在燃烧法师的旅馆前 我遇到了一位名叫加瑞克的引游诗人 他正招募冒险者保护他的主人 加瑞克提到 这可是个高薪的工作 我的女主人是喜儿可 见完最优秀的音乐家和演员 然而最近她遇到了些麻烦 菲尔德酒店的那么恶棍 一位女主人不愿在酒馆演出 他们便雇佣了打手 要来伤害她 我想让你们保护我家主人 真正的正义即便是毫无报酬也值得一搏 我爽快地答应了 之后我们来到了红卷酒馆门前 见到了加瑞克的主人 不愧是名震见弯的艺人 喜儿可果然容貌过人 魅力非凡 谈吐中透露着一股不凡的气质 他表示对手拍来的人可不好对付 或许还有能蛊惑人心的法师 希望我们能小心点 然而当我们等来了所谓的恶棍的时候 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我所想 对方明明是正常的菲尔德工作人员 他们拿着宝石前来谈演出的报酬 但喜儿可下令冒险者们向工作人员发动攻击 这当然被我言辞地拒绝了 然而喜儿可却突然变脸说道 不失台局的东西 那就送你们一起上路 他本想施展一些自保法术 但很快被公石打断 喜儿可气急败坏 他面前出现了红色光团 这强大的速能法术一旦释放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艾蒙也意识到了危险 他迅速用魔法飞弹将其打断 几次施法不成后 喜儿可也就失去了反抗能力 很快的体力不支倒下了 加瑞克和菲尔德的工作人员都向我们表示真实的感谢 加瑞克无法想象自己侍奉的女主人居然是一名邪恶的巫婆 她愿从此追寻我们左右以追求正确的道路 但我考虑到作为冒险者的未来盗足且奸 还是婉颜地拒绝了她的请求 并祝福她能早日在平静生活中找到值得自己为之奋斗的方向 一番大战后大家疲劳不堪 刚好可以来到隔壁的红卷酒馆休憩一下 但是刚进门就发现有人在这里埋伏我 这是一波未平一波有几 继塔尼辛之后再次有针对我的刺客出现 战士卡尔莱特也如同卡尼辛一般 简单地确认我的身份后便二话不说朝我袭来 一路缠斗到屋外 卡尔莱特的战斧势大力沉 我清楚只要随便挨上一下 我就骨架碎裂伸手易出了 结果就是我只有不断地逃跑并维持距离 等待适当的时机进行防守反击 我闪转腾挪吸引这位强壮但智商略显不足的矮人不断地追逐我 我的队友们则纷纷地利用远程火力百步穿扬 虽说一两剑还伤不到这皮糙肉厚全副武装的战士 但随着他身上出现更多的伤口和流血 在追逐战中他逐渐落了下风 我找准时机最终将已经精疲力竭的对手避于刀下 在他的尸身上我再次找到了那个悬赏公告 我的上金居然已经提到了三百金币 这件事的背后到底是谁 我本已失去一切无所畏惧 但如今我有艾蒙有贾希拉·卡利德·涅拉的加入 我帮助了穷苦人家拿回财产 从巫婆的手中拯救了奴骨 还击退了强大的红袍法师 与凶猛迅捷的蜘蛛以命相补 这一切逐渐让我这个珠宝的孤儿感受到了冒险旅程的多彩 如今的我已经下定决心 定会找到那个幕后黑手 以守护冒险与旅行所赐予我的崭新生命 北尔狗斯特是个属于旅行者的城市 因而你永远无需担心找不到旅馆 红卷旅店的舒适让我获得了一时的安宁 但守边的悬赏性还是让我瞬间清醒 有人追杀的滋味并不好受 增强自身显得愈发的重要 于是前往纳西凯前 我打算多找周边的一些冒险者的任务历练一下 以万全的准备应对未知 而考虑扣买装备时我也突感囊中羞涩 这是我想到了轩令者提到的蜂牧师巴西勒斯 或许我真的可以像艾蒙所暗示的那样 考虑如何赢取这五千金币的赏钱 我历来便是个行动派 说干就干 我召集冒险伙伴告知之后的打算 大家也都摩拳擦掌 跃跃于世 询问过最后见到蜂牧师位置的人 我们一路出贝尔谷斯特向西南前进 距离冲萨河越远 也就意味着距离云峰越近 地势逐渐开始向高处起伏 如果继续向南便进入了纳西凯地界 也就正式进入到了安牧之中 而传说中这蜂牧师巴西勒斯 就在领主联盟的南界处出没 与骷髅和死灵相伴 信仰洛杉达的陈哥神殿 也就是北尔谷斯特背后的领主团体认为 邪恶的牧师对当地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 加之岂有异常的强大 才开出了极高赏金 不过来到红谷附近时 发生的一件怪事 让我不得不打断了之前的计划 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呼救 环顾四周 但却并未见到人影 聂拉也同样听到了 并且她注意到灌木中 居然躲藏着一只白色的公鸡 这种家禽出现在野外 就已经非常诡异了 更奇怪的是 这公鸡居然说话了 朋友快救救我 他话音未落 卡里德已经一箭射向了我的左方 果然是一头凶猛的恶狼 加速地朝我扑过来 聂拉迅速用一剂魔法飞弹打偏了 他咬向我喉咙的头 这野兽顽强挺身 依然一口咬中了我的小腿 并开始撕咬 借着贾希拉的治疗 我一脚把它踢开 并调整了姿势一致周旋 好在我方支援迅速 聂拉用投尸锁打中了他的眼睛之后 艾蒙稍加瞄准 一箭精准地刺穿了他的腹 这野兽只是轻吼一声便断了气 我惊魂未定 这只鸡倒是欢快地扑腾起来说 感谢你们救了我 随后他似乎又想起什么 开始唉声叹气 唉如果你们能帮我个忙可就好了 如你们所见 我叫梅利坎 其实并不是一只鸡 而是一位魔法学徒 不小心把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 说着他用翅膀遮住眼睛 一边假装擦泪 一边从羽毛的缝隙中偷看我们的发音 我对他是爱慕能助啊 我知道变形术以及变形术的解除 都是相当高环节的魔法 不但是我们啊 哪怕是葛利安还在 我都不确定他能否做到将这只鸡复原 于是我询问说 我们是想帮你 但是以我们的实力 还没法将你复原 不知应该找何处的高人帮忙啊 这只鸡突然眼神黯淡 紧张不黯地说道 嗯好吧 那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 在贝尔狗斯特西边 有一座法师塔 其中那位名为泰兰提尔的法师 是我的老师 我确定他应该能帮我 这位学徒似乎极不情愿让老师帮忙 但既然有这么一出奇遇啊 我也愿意去那边见识一下那位法师的力量 说不定还能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 从贝尔狗斯特向西不久 我们便能远远地见到那座看起来十分坚固的法师塔了 法师们的记忆不仅来自欧数的研习 还包括每一个学派对其学徒的传承式教学 这些与世隔绝的法师塔中往往都有来自某学派的资深专家 很明显 这位梅里坎便是这座法师塔主人 咒术师泰兰提尔的学徒 我对这位咒术大师有所耳闻 在西斐伦领主联盟的土地上 他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法师 年轻时也曾是一位冒险者 追寻传说中古代奈瑟瑞尔的魔法 后来他便建造了此处八边形的高里堡 并潜心研究奥术 在高里堡的外围 我们居然见到了一位正在谋划截掠这座法师塔的盗贼 我只是淡淡一笑便走开了 法师塔中的法师总是有恃无恐的 外人永远无法搞清楚 这法师到底创作了多少五花八门的抚摸机关和充能法杖 法师在野外时可能只是个奥术的水缸 能倾倒的能量基本都能估计得出 但在他自己的家中则是奥术的水塔 这后级勃发可以对抗远比他的等级更高的敌人 高里堡的大门是敞开的 我们便直接进入大厅中 见到了这位相貌端庄表情严肃的老者 老者正在看书 对访客已经习以为常 只是用威严的声音问 来者何人 没事就请离开吧 我开门见山提到尊敬的泰兰提尔 实际上一只会说话的鸡想请求您的帮助 说着我把梅利坎抓了出来 这多少有些出乎泰兰提尔的预料 但他也只是抬头看了一眼 就淡淡说 无非是被变形了 这种事不值得我浪费时间 说吧便继续看书 我坚持到话虽如此 但是这只鸡很久也没能变回来 而且他说他是你的徒弟 泰兰提尔将书本放下 走上前来观察说 徒弟 哼 我没有徒弟 等等 你难道是梅利坎 随后他生气地说道 走走走 你还有什么脸让我来帮你 我询问他 他是犯了什么戒律吗 泰兰提尔说道 这家伙过于贪婪 从我这偷东西 有这个下场是自找的 梅利坎愧疚地低下了他的机关说 我真的敬仰您的实力 我只是想从您这儿学到更多 老者语气逐渐缓和地说道 我花了五十年研习奥数 才能真正控制自己的欲望 而你急于求成 不过坦白说 我惊讶你居然学会了变形术 不知是怎么做到的 梅利坎焦躁不安地说 我确实进步了很多 而越进步便越发现自己的渺小 于是我就借助了一些道具 加速我的学习 老法师明显生气 而含养抑制了他的爆发 你只是偷走了工具 但你偷不走知识 你具体偷了什么 梅利坎小声说 也没什么 就是几个卷轴 几个法杖 几本书 几张羊皮纸 几个护案而已 泰兰提尔怒道 好啊你个家伙 偷了这么多 我放进保险箱的护案 就是让你变成这副模样的原因 看来我能给你最大的仁慈 就是给你多准备几种口味的鸡丝料 梅利坎立即慌了 只是发疯一样的恳求老师的宽恕 我知道这位法师只是嘴毒 对徒弟还是心存怜悯的 雄问说 不知有什么我们能效劳的 泰兰提尔说 倒不是我不想救他 只是目前施法斗具 还缺个骷髅头 如果你们弄来 我就试试 本质上说 把他复原是个死灵法术 先杀了这只鸡 再利用他的灵魂和骷髅头 重塑肉体复生 我们出门寻找合适的头颅 好在高里堡附近晚上就有骷髅游荡 拿到头颅之后 老法师便念起了肉体重塑的咒语 而梅利坎也终于重获新生 他兴奋地大喊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泰兰提尔仍然冷淡地说 哼 你身上没留个鸡翅 真是壮大运了 以后都给我好好待在这儿 这次给你个教训 在欧数的研习中 欲速则不达 要对知识充满敬畏 梅利坎激动点头 还沉浸在重获新生的喜悦中 老法师转向我说 你今后的旅程也要小心 希望智慧和运气能一直伴随你 旅者一路顺风 这高里堡的小插曲就此结束 此行其实还是收获破风的 我们不仅让师徒二人消除了一些误会 拯救了痛苦的梅利坎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泰兰提尔这个巨大的魔法商店 其中有很多关键的卷轴和魔法用品 我看上了那个整理药水用的药水盒 而面对琳琅满目的卷轴 涅拉也是相当的兴奋 无奈还是有些囊中羞涩 只能买下一个实用的一环法术 智芒术的卷轴 抄进了法术书里 老法师最近也在收集和购入各种各样的物品 与他的交易十分方便 也正因为此 高里堡附近 就成了我们今后重要的冒险句点 其他东西我们现在还有些买不起 但至少知道了他们的存在 也就多了许多收集金币的动力 这也让我想起此行的主要目的 是追踪封目之巴西勒斯 也赢得五千金币的赏钱 此别高里堡 我们继续向西南寻找目标 待我们行至一处狭窄山谷的时候 几个强壮的大地精突然跳出来 要找我们要买路去 被拒绝后他们向我们冲来 自然只看他们强壮的肌肉和巨大的块头 我方似乎毫无胜算 然而我之所以有恃无恐便是 倚仗了这几位于不可及的强盗所忽视的 这费轮大路上出神入化的法术 只见涅拉的法袍鼓起 念出了一个极为强大的范围一魂法术 催眠术 而进入了魔法催眠的人 即便受到攻击也不会醒来 此魔法的致命弱点 使他无法对五级或以上的生物生效 但是面对见完大量的野外低等级生物时 一般都会有奇效 对面三只大地精一直也没有豁免 全部沉睡了过去 消灭这陷入魔法沉睡的敌人 甚至会让我有一种屠杀的愧疚感 随后我们在大地精身上发现了不少金币 还有一把相当好用的加二短剑 艾蒙的近战实力也在兵刃的加成之下大大增强了 越过这小小的山谷 映入眼帘的石阵令我警觉了起来 仪式总是与信仰相关 我们正在接近传闻中的蜂墓室 天色渐晚 附近的不死生物也逐渐增多起来 在前方探路的艾蒙 似乎发现了在石阵中央的巴西勒斯 黑夜中隐隐的鬼火照亮了他的脸 筋骨突起 眼眶下凹 在昏暗的光芒下 这活物竟如同骷髅 也使我更加的确信 他便是传闻中的那位牧师 我观察到对方此时 居然正认真地与一个僵尸谈话 嘿 这不是色母老哥吗 来说点往日的故事 给我这些小弟们听听 果然如同传闻 他已经疯了 他是把不死生物当作了自己的家人 只见他继续说道 我记得当初在伞提尔堡 你可是无话不说啊 随后 他突然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 迅速转头大吼 是谁 敢敢打扰我们的家庭聚会 当我与他四目相识 我注意到牧师的眼神突然变得柔和 说出了令我匪夷所思的话 啊 父亲 是你吗 不 这不可能 但我确定就是你 这么多年你过得好吗 我直接愣住了 这牧师把我当成了他的父亲 我的确想知道他何至于此 于是顺着他的话打招呼说 啊 孩子 好久不见了 你最近可好啊 巴西勒斯显得相当激动 啊 自三天而保一别 我确实过了段苦日子 但你也看到了 说着他将手指向周围的那群不死生物 我们的家人有重聚了 我的兄长 我的弟弟 他们虽然不认识我了 但我会告诉他们的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据我所知啊 当初在越海陷入混乱时 三天而保遭受了毁灭 巴西勒斯显然是在那次毁灭中 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家人 而这也是他最终陷入疯狂的原因 我顺着他的话说 三天而保之后我便没有见过你了 还好我们都安全逃了出来 对吧 巴西勒斯突然开始迷茫 是的 我以为我是唯一活下来的 不 可是我记得父亲当时就已经去世了 你 你在说谎 尽管他身世令人惋惜 但他如今的邪恶行径 必须受到制裁 这些骷髅 江师其实正是封牧师出于嫉妒 破坏了那些贝尔狗斯特幸福的家庭而得来的 他自己的不幸永远不能成为让别人也不幸的借口 我赤字他说 撒谎的不是我 而是你自己 你将别人所爱之人夺走 代替了你所背叛的人 可以说自私到了极致 巴西勒斯捂着头表情痛苦 不 他们活着 我并没有背叛他们 他们都死了吗 不 不可能 你藐视我的记忆 我要杀了你 只见他周围不死生物纷纷倒地 我知道 这是因为他心中产生了犹豫 对不死生物失去了控制力 我们已经是熟练的冒险者队伍 大家准备好各自的武器和法术 开始在我的指挥下迎战巴西勒斯 提前记忆了大量一环法术魔法飞弹的涅拉 成为了此战的绝对中心 因为对手是一名施法者 一旦我方被强大的控制魔法所影响 将使战局急转直下 因此我们的核心战法就是 在对手施法启示的时候就迅速打断 对手的防御力很强 我们的物理攻击很难命中 因而魔法飞弹成了打断对手施法的关键 只要巴西勒斯一抬手施放光球 以及念咒语的时候 尼拉便稳准狠的用一记魔法飞弹将其打断 而艾蒙则时刻注意着尼拉的施法间隔 并且在期间有魔法飞弹法杖补充打断对方的施法 但即便如此 这位强大的施法者还是专注的吟唱出了一个纠缠术 好在我们都通过了豁免并未被定身 而趁对手施放纠缠术的间隙 尼拉趁机施放了智盲 这大大降低了对手的命中和防御等级 贾希拉也尝试用灾难术减少对手的命中 防御等级的降低让卡利德和我使用长剑和短刀的进攻更容易命中对手 因而也封住了牧师的进一步施法 这一系列组合拳下 巴西勒斯终究寡不敌众下了地狱去践踏三塔灵会的家人去了 刚才的一站十分凶险 看到丰墓是一动不动的尸体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在他身上我找到了象征伞提尔堡的圣灰 以及一把相当不错的战锤 在野外露营一晚 等待到第一缕晨光时 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前往贝尔狗斯特东方的陈戈神殿 洛杉达在费轮是一位广受尊敬的神 肯达斯大人也就是贝尔狗斯特的领主 陈戈神殿的牧师所信奉的便是这洛杉达之神 他代表着新生以及复苏 而巴西勒斯的死灵阵法和研究 与这陈戈神殿相反 对贝尔狗斯特构成了极大威胁 肯达斯并未食言 他看到了巴西勒斯圣灰之后 便慷慨地将5000金币尽数交付 这是至此为止我们最大的一笔收入 算上之前攒下的钱 可以好好地在菲尔德酒馆或是高里堡的老法师那里选购些装备 考虑到催眠术在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性 我还是决定购买了一只睡眠法杖 虽说有些贵 但它能弥补涅拉催眠术的不足和不稳定 我还买了一只加一的符合弓存了起来 未来也一定会有用处 在贝尔狗斯特西方距离海边不远的原野处探险时 我们遇到了美丽的海中仙女秀儿 他正漫无目的地在原野中游荡 当他遇到了我们时 上前搭话 表示想要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庇护 我能感觉出他的羞涩之后隐藏着许多苦衷 卡丽德抢先一步说 当然 善良的仙女 我们会保护你 秀儿的声音立即亮了起来 太棒了 能否让我亲吻一下 表示我的感激呢 卡丽德白手拒绝之时 已经太晚 这海中仙女已经吻了上来 而这一吻居然直接要了卡丽德的命 加西拉一阵惊呼 立即持手杖上前 三下五出二将秀儿制服在地 而我也将刀抵住了他的脖子说 是谁指使你来的 说 秀儿眼神黯淡 心如死灰地说道 冒险者 这并非我的意图 只是我的主人 吩咐我再次释放诅咒 我的主人是食人魔杜洛斯 因为他拿走了我的披肩 而那个附魔披肩是我生存在陆地的实体 导致我必须听命于他 他把我当作玩物 便叫我安排在这里 以夺取他人的性命和财产为乐 我心软了一下说 现在你去将卡丽德复活 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 之后我会帮你料理你的主人 好吧 仙女本来万念俱灰 或许她在被控制之后只是一心求死罢了 但此刻她又燃起了一些希望 在复活了卡丽德之后 觉察到自己的奴隶违背主命的食人魔法师多洛斯 也就由此传送到了这里 我提醒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并伤切勇敢地说道 杜洛斯你不该软禁这个奴隶 请还给他自由 愤怒的杜洛斯则表示 你们只是嫉妒我有这样的伴侣罢了 接受我杜洛斯的杀戮吧 这个强大的食人魔居然会释放隐形术 涅拉在法术卫中安排了大量的魔法飞弹去打断对方的施法 但是依然没能阻挡他释放出一个闪电术 好在闪电术对准了刚好有抗性的涅拉 没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就在这时 杜洛斯再次释放隐形术 我迅速安排大家散开阵型 并仔细观察周围 这狡猾的法师 他趁着隐形的时候释放了催眠 而即便反应再迅速也不可能将其打断了 好在大家之前阵型散得好 只有我一人中了催眠术 随后我便倒地不起了 之后的事则由艾蒙向我转述 发现我在被催眠后大家加快了进攻的节奏 趁着对手施法的间隔安排了波浪般的攻势 这时涅拉开始尝试将对手制盲 以减少他对我们的威胁 并增加我方的命中几率 而对手的豁免概率很高 直到最后都没能成功 打断施法的工作则交给了艾蒙 但眼见着法杖也趋尽弹尽两局 好在此时仍有卡利德强大的远程支持 而贾希拉也在近处吸引着对方的视线和火力 贾希拉吸引了杜洛斯的一个强力魅火魔法 使其无效化 这也为我们的物理输出争取了大量的时间 终于杜洛斯似乎发现了以少敌多还是取胜无望的 他看到了一边躺在地上的我之后 开始疯狂地提刀向我挥砍 准备与我同归于尽 但就在这时艾蒙穿扬射流 一箭精准射中杜洛斯的头 这精疲力竭的怪物终于倒下 处于魔法睡眠的我也就逃过了一劫 确认杜洛斯已死 大家开始互相用法术和药水治疗伤势 我悠悠行转后也了解到了之前的千钧一发 便向救了我一命的艾蒙 表示了真诚的感谢 秀尔重获自由后回归了他的家乡 而我们则收获颇丰安 杜洛斯留下的可都是好东西 宝石还有精致的头盔 更重要的是他居然还携带着一把来自卡拉图的武士刀 我换上了这把自己最擅长的兵刃 配合我的单手武器天赋和提起斩 我想我在未来将有更多机会突破敌人的防御 至少能有更多的把握去打断强大法师的施法动作 以减少涅拉的压力 好让他有空间施展更加强大的法术 这几次的冒险也多少让我对剑弯的生态以及故事有了更深理解 也让我们许多冒险者队友在职业的熟练度方面有所精进 我们在贝尔格斯特能做的已经不多 尽管告别这座小城让我颇有一点伤感 但冒险总要继续 在菲尔德休息并来到高里堡整理了装备和物品后 我们决定向南前往纳西凯 也就是如今铁矿危机的最前线 去探索当下冲撒和流域最大的谜题 并期望以此为切入点找到关于我身世的秘密 纳西凯是位于云峰附近的一座小城 而这座城市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地理位置 我们看安姆和北部城邦的边界 纳西凯便在云峰唯一能通过的谷地之处 目前此地由安姆实际的控制 也就成了博德之门四人议会的眼中钉 但对冒险者来说 无论是安姆还是燕泉都只是守卫部队而已 只要我们不对他们的秩序发起挑战 就没什么影响 与商业城市贝尔狗斯特相比 纳西凯则是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小城 一条河流将城市切分成了居住区和农田区 北部以海姆神殿为中心 周围散布着酒馆、商店和武器部 南部则是大片的农田 丰收之年他能养育云风之下的农夫们 还能给安姆带来丰富的税收 而纳西凯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就是南方的铁矿 这里的铁矿不仅是安姆的重要资源 也由商队提供给整个南部领主联盟 在纳西凯北部 安姆的士兵回来盘查 我积极询问此地有什么冒险者能做的事 巴多兰队长仿佛很久没找到能倒苦水的地方了 开始抱怨起来 这里不仅铁矿变差了 而且安姆队长布雷吉也出了事 杀了他的老婆孩子以后冲进山里不知去向 之后他也表示能希望冒险者们解决当地的这些危机 随后我的目光穿过了这一众的安姆士兵 停留在了一位气质非常特别的舞者身上 他虽然只是一身灰袍 但只是静静地注立在河边 就让我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 我自然而然地就被吸引过去 与他搭话 他就会提到他正用记忆展现日魂武僧的精神之光 这位武僧名为拉萨德 尽管郑民们都把他当作乞丐来看 但我看得出他坚持苦修需要极为强大的内心 说起日魂武僧 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帝国奈斯瑞尔 在他们看来 所有的物体都蕴含着太阳的光辉与精华 而他们的修炼便是通过挖掘这种内在的灵性之光 现身于太阳神阿曼纳塔 以发挥惊人的武技 后来随着奈斯瑞尔的衰落 日魂封成了不同的派系 并信仰了不同的神灵 例如洛杉达 苏伦和舒纳 拉萨德则属于苏伦的教派 这位武僧曾经凭借盗贼记忆生活 而修道院的教诲 让他找回到了内心的平静 我与拉萨德相谈甚是投机 于是便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到我们的冒险之中 其实我能感受到这位武僧在长久苦修之后 已经经济上入不敷出 需要一些支援 而拉萨德则对我能理解和尊重日魂武僧的原则表示了感谢 答应了与我们共同历练 随后我便迈步进入纳西凯的酒馆 但就在这时一幕熟悉的景象出现 面前全副武装的家伙向我走来 这气氛让我感到一阵血晕 甚至还有点恶心 只听对方高声大笑道 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查内姆斯特莱夫 你今天必死无疑 又是一位来找我麻烦的刺客 但我们有六个人 这些刺客从来都不会寻找时机 我直接从酒馆出门夺过了他第一发魔法 而之后涅拉尝试进行致盲 这第一次尝试便直接命中 对手被致盲后几乎失去了任何反抗能力 他绝望中想要释放魔法又被精准打断 最终一命无辜 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信件 没错正是我的悬赏信 而这次我的赏金已经提到了680金币 不仅仅是亡命之徒 这个金额已经可以开始吸引到一些激进的冒险者了 而显而易见的是 这一次次的遭遇只会让我变得更强 我如果是背后那个奸邪的始作俑者 或许会一步到位悬赏数千金币 小看我的恶果 最终一定会让那个幕后的诺夫亲自品尝 小插曲后 我们引发的喧哗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镇长也来询问情况 贾希拉和卡利德终于见到了白朗盖斯特齐镇长 我也实现了当初在友善之弊相遇时对他们的承诺 镇长也将一直以来的烦恼提了出来 希望我们帮他解决 纳西凯的矿物产量其实并没有降低 而问题是 这矿产似乎遭到了污染 致使其产出的铁质量奇差很多都不能使用 同时矿工也在不断失踪 加之前往博德之门的商队经常遭到强盗的袭击 以及安姆和博德之门之间的对抗逐渐升级 多个因素作用下 这铁矿危机的事升级成了一件地区性的大事件 接下来我决定与贾希拉和卡利德分头行动 二人虽说答应格利安要照顾我 但是我不希望他们就此被我拴在身边 大量商队遭到袭击 他们在此也有更紧急的事要处理 我决定与同伴在纳西凯附近接一些冒险者任务 而这两位半精灵自协助白朗处理镇子里剪辑的事物 走到城南时 一位强壮的光头大汉叫住了我 我是来自拉西曼的游侠明斯克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不知你能否帮我去拯救一位被困的女子 布布和我都会感谢你的 这里似乎只有眼前这位明斯克 于是我下意识地询问 这位布布阁下在哪儿 明斯克抬起手说 嘿 瞧 在这儿 只见他巨大粗糙的手掌中 钻出了一只小巧可爱的仓鼠 他就是布布 我伸手想去摸 只见他戒生生地嗅了嗅我的手指 便缩回了明斯克的五指之内 明斯克说道 布布有时有点怕生 但他可是世界上最可爱的迷你宇宙超级大家仓鼠 话说我朋友现在正困在西边的豺狼人要塞 随时都可能有危险 咱们赶快动身吧 这件事的紧迫程度无疑超过了纳西凯的铁矿怡云 我与同伴稍作商业 决定先去营救这位拉西曼的法师戴纳黑 这豺狼人要塞位于纳西凯西方不远处 但在过桥时 我们却被一位名为艾德温的红袍法师拦了下来 尼拉警觉地握了握手杖 但看来这位法师其实并非为他而来 我是法师艾德温 我需要你去帮我猎杀一名女巫 他的名字叫戴纳黑 你有兴趣吗 明斯克当即狂怒了起来 提及他巨大的双手剑便准备向前 我拦住他想听听这位艾德温的理由 艾德温的神情充满不屑 并不愿意理会明斯克 只是说这是秘密任务 你没必要获知细节 我并非邪恶之人 想顾我去杀人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 于是我便对他的提议毫无兴趣 而这红袍克也就离开去寻找其他冒险者了 看来明斯克和戴纳黑从拉西曼到此一路的历练上惹到了一些人 还是赶紧将他的同伴救出来要紧 纳西凯西边的田地附近 精通捡垃圾的艾蒙居然发现了一副看起来十分完整的绝地虫铠甲 正好给适合佩戴的明斯克用上 之前拿到的复合弓和战锤在明斯克手上也都能发挥相当不错的威力 而向西南前进的路上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打乱了我的计划 我们原以为只是路上遇到了几个强盗而已 然而对方开始不断地进行增援 直到把我们团团围住时我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对了 为首的强盗头子介绍说自己名叫森杰克 他的女性同伙叫多罗提亚 这二人领导的强盗明显有着更加强大的组织和执行力 他们包围了我们并且用弓箭指着我们的心脏 正在这情史危机之时我突然看到一团黑影飘过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露了三名强盗弓箭手 这强大的力量居然将最后一人直接剁成了碎块 两名强盗头子惊惧万分 原来这团黑影是他们的老熟人 而我们也曾在友善之闭见过 这便是那个把我们当成了服务员的半数人多恩 多恩恶狠狠地指着强盗说 杰森克 多罗提亚 我曾启示要将你们的生命从躯窍之中夺走 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 杰森克慌忙问道 你应该已经烂在路斯卡的监狱里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多罗提亚也说陷害你的是西蒙 他才是你应该找的人不是我们 但多恩毫无怜悯表示西蒙有罪 而执行命令的二人也逃不脱干系 见多恩心意已决 强盗便命令他的同伴向多恩和我们的队伍发动攻击 我拿着50刀迅速冲向侧椅 在空中划出了一个凶子 便斩断了一个弓箭手的身体 涅拉也将多罗提亚制盲 而多恩则扛起了杰森克的全部攻击 已久窥然不动 解决另一个弓箭手后 我依多恩两面夹击 很快便将这十恶不赦的强盗解决 没有多恩的帮助 我想我们恐怕是很难脱身了 而他也反过来向我道歉 作为一个战士 你对战斗相当有把握 我正在算一笔旧账 我要追猎四个家伙 他们当年是我的同伴背叛了我 现在死了两个了 还剩两个 诶 等等 你是查内姆 看我点头后 他有了更多的性质 我听说过你的名字 我想 与你小子一同旅行 有助于我的复仇 虽然我是个黑卫 但我的力量 一定能帮到你 多恩是一名黑卫 这势必对我们队伍的声望有一定影响 所谓黑卫 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类黑骑士 也就是邪恶阵营的圣物是 他们与恶魔和魔鬼同流合污 为黑暗的神灵服务 然而我知道信仰只能代表一个人初始的抉择 不代表他的形式不够正义 对于这个拯救了我们生命的人 至少我想看到他故事的终局 于是我选择同意了他加入到我们队伍中 这次出其不意的遭遇 让我们狼狈不堪 只能先回纳西凯的旅店整备一下 队伍人数见多 考虑到战斗时互相配合时的效率 这里我吩咐爱蒙在旅店留守大家的行李 其余五人则一同上路 这位强大战士的加入 让队伍如虎天意 作为一个半兽人 他力大无穷 用他的多恩之剑配合力量的技能 可以加时地额外伤害 即便在荒野中遇到了一头熊 在他强大的双手剑挥砍下 也活不过多久 此行中 我拉萨德和多恩作为前排 涅拉和明斯克作为后排相互分工 变决之后的冒险无往而不利 在野外邻间的一处修祭所 我发现了不知哪位路过的法师在此遗漏的死云术卷轴 这是一个强大的五环素能学派法术 涅拉如获至宝赶紧将其抄写下来 虽然目前涅拉只能用到二环法术 但是由于狂法师强力的一环法术纳哈莽行舟的存在 使得法术书中的高解法术不再是摆设 如果能通过狂乱的魔网共鸣将其模拟成功的话 这将是一个极为强大的范围杀伤法术 但是狂乱波动的强大副作用也可能让我们一命呜呼 我吩咐涅拉说 不到万不得已可千万不要使用 涅拉尴尬一笑说 这还有你说我自己还不知道吗 继续向西前往豺狼人要塞 在一次露营时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梦 我并不常做梦 而今晚梦境异常的生动 我似乎回到了竹堡 老房间中有根蜡烛 灼光渐渐的暗淡 而一个声音突然说道 你不能回头 孩子 你要向前看 如我所料 这声音便是格利安了 养父将手向前指着 一条小路通向了黑暗的森林 我知道这是艰难的旅途 我虽不想活在过去 但也不愿忘记过去 格利安只是轻轻一笑便消失了 随后我向着这条路走去 尽管它并不平坦 但一定有趣 即便身后传出了轻声低语 你会明白的 而我却再也没有回头 待我醒来之时 我感到一股力量在我的周身回荡 我静下心来将这力量释放出来 发现我的手开始发光 当它抚摸过伤口的时候 会将伤口治愈 而这正是治疗轻伤的技能 这本应是一个牧师神术 是由神所赐予的法力 而这一梦过后 我居然获得了这种神力 不知这到底预示着什么 但无论如何 在贾希拉离去后 这一莫名其妙从梦中获得的力量 必是我们队伍中关键的治疗手段了 继续向西 经过一个法特怪村庄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 豺狼人要塞 这个显耀的要塞位于云峰之下 由坚固的石头累积而成 很明显这并不是由豺狼人所建 而是他们所霸占的一处废弃城堡 经过桥梁干掉一批食人魔强盗后 我们逐渐向上攀登 豺狼人就在这里聚集了 而这些家伙们可并不友善 他们见到人类便会直接进攻 我们一边与其缠斗 一边寻找被困的法师戴纳黑的下落 由于豺狼人大多等级并不高 我之前安排涅拉多记忆了一些催眠术 大多时候都有奇效 只要一个催眠上去 他们这一群豺狼人便都进入到了甜蜜的魔法梦境中 即便身在这个胃面的肉体被无情的砍杀都不会醒过来 这也大大加快了我们探索的步伐 而戴纳黑就躲藏在一个洞穴中 这是一位正在苦求中的拉西曼素能师 虽是一位法师 但有黑而健硕的他也有足够的体力 在此独自支撑了整整五天的时间 冥斯克是他的同族 也作为他的护卫存在 二人相见也是喜极而泣 我提醒他们有话之后再说 咱们先从这鬼地方脱身 回去的路上果然多了许多豺狼人的埋伏 当我们增加了一位强力法师队友 我们便都大胆地前行 在更多柴狼人聚集过来之前 从这座旧城堡逃出生天 我们一路不停步回到纳西凯 这路上一位叫塔里斯的女子拦住了我 她焦急地询问我 有没有见到她丈夫的下落 说是有女人将她的丈夫引诱到了东边的一处荒野 而受害者还不止她丈夫一人 多恩突然警觉说 或许那个女人就是我要找的人 克瑞尔 我询问多恩说 克瑞尔可曾提到她为何要引诱一群男人 多恩摇头道 克瑞尔是个死灵法师 尽管她有时会显得过于友好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但是她引诱一群男人这是 还是有些不对劲 不管怎么说 你先解决你的事情 我的复仇待到时机到来 我自会亲手完成 回到酒馆再次见到艾蒙和贾希拉卡利德等人 相聚以后 明斯克、戴纳黑和多恩也正式向大家介绍了自己 大家都很喜欢明斯克和那个名为布布的仓鼠 尽管他钻进涅拉的法袍里时 涅拉吓得整个人简直像飞起来一般 酒馆中也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但大家面对多恩时总还是抑制不住心中对于邪恶黑味的偏见 得知他在冒险中拯救大家的生命后 也只是礼貌地向他致谢 明斯克之后要留下来照顾仍然有伤的戴纳黑 贾希拉和卡利德则分头去搜索矿坑附近失踪的运输队 而我则带上艾蒙与拉萨德、涅拉和多恩一同 准备前往矿坑深处一探究竟 矿坑距此并不遥远 在去柴狼人要塞的路上向南很快便能到达 即便这铁矿石已经遭遇污染 但至少安姆的异道仍然能用 士兵和守卫也都守备在这矿坑附近 带着艾蒙的好处便是他总能在野外发现一些关键的东西 这次在矿坑的西面 他又发现了有法师遗弃的寒霜法杖 尽管其中只剩10法充能 但是寒霜法术的性能实在是太过强劲 或许能成为我们保命用的法宝 与士兵交谈要到了进矿坑的许可后 我们检查了一下物资后进入洞中 管理员提到矿坑之下有大量工人失踪 而数个冒险者也曾进入 但是无功而返 其实前面几层还没什么危险 矿工和士兵也都在此留守 一位名为戈德的矿工提到说 你们可要小心底下的那些小恶魔 我想如果有恶魔来到此处 那可不是什么小事 而下森矿工的贝丁也有类似的说法 在他的描述中 这些小恶魔还会汪汪地打叫 这下我轻松了不少 我知道他口中所谓会汪汪叫的小恶魔 恐怕就是狗头人了 这狗头人历来是与人类为敌的生物 它们的形态有时确实和小恶魔接近 但是远没有恶魔的力量 看来这些习惯群居 迅捷而且凶残的动物 占据了矿坑的架子 果然不久之后这些狗头人便现身了 这类怪物惯用弓箭这类穿刺火力 我和多安迅速赶上前去 保护身形较为脆弱的聂拉和艾蒙 好在对方并没有太高的命中率 战斗后我让同伴们调整了身上的盔甲 让聂拉也准备了一些催眠术 并带上了催眠法杖保底 随后便继续向下层矿坑挺进 一路上的尸体让我确信 杀害这些矿工的元凶正是这群狗头人 而他们身上偶尔会掉落一些神秘的液体 这液体的颜色与此时被污染的铁矿石上的颜色相近 看来也正是他们将这些液体混进了矿脉 但这东西具体的原理还不明 我收集了一瓶放进了背包中 准备回纳西凯找董航的工匠 问一下来历 弓箭和催眠术依然是对付着大群狗头人士相当好用的战术 经历了豺狼人堡垒的磨合后 我们的队伍使用相同战术时更加配合无间 经验寻找陷阱技能的艾蒙在矿坑的底部也立功无数 此处的陷阱相当之多而且密集 艾蒙也都耐心的一个一个的将其拆除 没过多久我们便顺利的来到了最深处 我预感在这里或许能了解到一切的真相 道路将我们引向了地下湖的中心 一处穷盖一般的十字洞窟之前 尼拉用掉了自己最后一个催眠术 制服了三只使用附魔火焰剑向我们疯狂进攻的狗头人 也让大家有了喘息之机 尽管敌人不强 但一路上数量众多加上陷阱的折磨 大家身上的伤口和健康状况都令人担忧 但已经历经艰险到达真相门前就断无放弃的道理 我们休息一战后便轻手轻巧地走进了东湖 然而我刚一进门就被一位牧师模样的人叫住 他似乎早已再次埋伏 但他的语气却有一些颤抖 只听他提到 我就是穆拉 你们是塔佐克派来的 我就知道不能相信那些狗头人 我知道你是塔佐克派来杀我的 明明矿坑里已经没有一块完好的矿石了 你们还要处决我 这人自说自话 把我们当成了一个叫做塔佐克的家伙派来的人 要来暗杀他 但他并未给我任何思考的时间 很快他便发现端倪 我并非他们组织要来清除他的人 而是从外面直接侵入到此的冒险者 这位名为穆拉的黑暗牧师 瞬间召唤出大量的不死生物围绕在了我们身边 情势万分紧急 而穆拉也趁着混乱对我施展了迷糊术 导致我突然不受控制地开始攻击距离我最近的人 前军一发时 尼拉终于施展了那哈蒙星咒 他本想要用其代替一个催眠 然而当法力释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受控 最终 他居然在魔力之网的能量裂隙之中召唤出了一个三环的咒法 火球术 这火球的威力惊人 而且范围巨大 不仅将视野内的不死生物几乎全部清除 还把刚好位于其中的五僧拉萨德炸得不幸人事 尼拉慌张地惊呼一声 他连连地向拉萨德道歉 不过他这一狂野波动确实帮了我们的大忙 他清理掉了洞窟中大量的骷髅和狗头人 以便我们可以专心地对付穆拉 多恩搭弓射箭 简直向穆拉飞去 打断了他正在吟唱的灵锤术 而尼拉也不吝惜 趁机拿出了寒霜魔杖 直接将穆拉用这高能的寒霜法术定在原地 冻成冰块 随后多恩又是一箭上驱 这巨大的冰块便粉碎开来散落一地 穆拉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邪恶牧师实力非凡 若不是涅拉慌张中释放的火球 我们恐怕早就被淹没在这不死生物的骨堆之中 拉萨德的情况还不算严重 我们可以让他在纳西凯的海姆神殿之中复活 而深入穆拉的巢穴里 我发现了两封关键的信 这信似乎吹散了铁矿危机的疑云 也指明了我们接下来的道路 其中一封信果然来自一位叫做塔佐克的人 他吩咐穆拉说 我已将你要的狗头人和矿武毒素送过去了 你的任务是感染整个铁矿矿坑 可别让安母的人知道你的存在 我的上级最近雇佣了黑爪兵团和冷血帮 他们会帮我们阻拦从南边和东边来的铁矿商队 你可别给我出岔子 原来这位塔佐克居然还有上级 而塔佐克安排了自己的下级 也就是这位穆拉 用矿石毒素对铁矿进行污染 同时他们还雇佣了强盗阻止了一切运往领主联盟和博德之门四人议会的铁矿 而这也正是我们经常见到有商队遇到袭击的原因 而另一封信似乎是塔佐克抱怨穆拉的进度太慢 他提到说 命令狗头人杀害矿工 你的愚蠢让我感到惊讶 还嫌我的麻烦不够多是吗 如果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完不成 我可要把你给换掉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 就送信给贝尔狗斯特的新联络人 那叫传子克 就住在菲尔德旅店 我明白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穆拉一开始会认为 我们就是来除掉他的人 原来组织上早就对他的进度不满了 而这封信中的关键线索 则是那位叫做传子克的线人 回想这段时间的冒险 我们拜访了高里堡 拯救了梅里凯 首任了风博士 释放了海之仙女 营救了戴纳黑 并最终终于查清了纳西凯铁矿污染的直接原因 接下来我打算顺藤摸瓜 找到线人传子克 并逐渐查清这从安母 蔓延到不得之门地界的大阴谋到底是什么 他做客又是谁 和暗杀我的刺客有什么关系 我回想起梦中的葛利安 我愿告诉他 你的孩子正逐渐走出阴霾 与希望之火同在 而他未来的冒险比将更加精彩 解决了污染矿坑的穆拉 下一步 我们便是要去找穆拉的上级 塔佐克 而此刻唯一的线索 便是塔佐克的信里透露的 那位目前身在贝尔狗斯特的线人 传子克 浑身世上的我们 还是打算在这洞穴中将就着凑合一晚 简单治疗伤士并补充常用的魔法 大家聚在一起盘点一些战利品 除了一些看起来不错的靴子和戒指 我们最重要的收获 当然就是一个二环法术卷轴 珠网术 我也让聂拉好好的吵起下来 这是一个相当实用的控制模法 而在这一夜 我再次做了那个诡异的梦 这次的梦境比上次更加的离奇 这梦中地板裂开 我掉进了黑暗中 我的面前是纳西凯那个空旷的矿场 已经被我们清理得干干净净净 我一步步地向前走 直到发现穆拉臃肿的神区 这是她还未被死亡之底召唤的亡灵 而她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把骨质的匕首 这或许是她希望被杀 得到真正死亡的意念所召唤出来的 而我无视了这把匕首 只是默许了穆拉的亡灵接受自己的命运 穆拉心存感激 她的灵魂穿过我的身体消散无踪 而她将自己的一部分留了下来 正是这一点残余填满了我心中 一个匕首性的空洞 这是从深处传来一阵怒吼 这固执的匕首飞到空中 瞄准我的心脏 而在她射中我之前 我醒了过来 我浑身冷汗 随着梦境渐渐消失 我的耳边只回想着一句话 你终将明白 这段梦境后 我可以使用的治疗轻伤的次数增加了 这似乎说明那位站在我身后的神明 再次赐予了我力量 而我对此却依然毫无头绪 穆拉一死 狗头人群落自然也纷纷散去 循着火把摸着阴尸的墙壁 终于我们在石屋的背面找到了出口 而刚一出门 我们居然再次的遇到了刺客 我们立即散开阵型与之周旋 催眠术让对手瞬间减少了两名弓箭手战力 而敌方的施法者出招 有大多数被我们的法术抗星豁免 在远程支援之下 对手很快也就体力不支 在刺客临死之前 我询问他们受何人指使 其中一人告诉我说 上边害他们干掉我们 是因为我们坏了铁王座的好事 随后这些刺客便逐个咽了气 这铁王座是什么组织 难道是格利安的对头 来不及细想 我们还是火速地赶回纳西海妖精 回到镇子 我们先拜托海姆神殿的牧师 治疗了拉萨德的伤势 随后一并向镇长汇报了情况 白朗盖斯特骑镇长激动万分 他代表城镇向我们表示了衷心感谢 还给了我们900金币的报酬 随后我掏出一个包好的小瓶 指着其中绿油油的液体说 这就是铁矿污染的真相了 镇长将以我们将其交给贝尔狗斯特的铁匠 以帮助他们研究如何克服这矿物毒素 液炼材料增强铁制武器的强度 命运不会给我闯息的机会 在纳西凯的旅馆之前又一位刺客来找我的麻烦 如今习以为常之后啊 要是哪天没遇到刺客 倒还觉得寡诞无味 六人围攻之下 对手很快便倒下了 翻开他身上的悬赏信之前 我还跟艾蒙赌自己悬赏金到了多高 然而这封信上却并没有悬赏金 这件信上说 这杀手宁博 传刺客给你的钱不值够不够 有件事我需要你处理一下 有一群佣兵这几个星期 会经过纳西凯 他们的头头叫查内蒙斯特莱夫 你要给我把这小子和他的旅伴都宰了 他们可能起貌不扬 但真的十分危险 祝猎杀愉快 出乎我意料的是 这信件中居然有署名 此人便是他做客 这件事让我精神为之一阵 也就是说 一直以来刺杀我的人 和在那纳西凯铁矿搞鬼的家伙 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或许这家伙只是展现了他要做的事 但没人知道为什么 无论是铁矿的污染 对我无休止的追猎 还是当初杀害格利安的事 想到格利安 我再次伤心起来 我不知道他做客是不是 那个全副武装的家伙 如果真的是他 我恨不得将他生吞活泼 我心中仿佛有一团火 驱动着我迅速返回贝尔狗斯特 去找那个塔族的县人 把事情问清楚 刚到贝尔狗斯特城后 我们居然再次的遇到了 之前在野外遇到的那个红袍老者 而这次他终于介绍了自己 一二明斯特这个名字可以说 在费轮人尽皆知 他便是那位阴影谷的老法师 传说中纵横费轮的传奇人物吗 我所知道的是他和父亲有一定的联系 他重建了竖琴手联盟 而我的养父也与这个组织有关 难道说他就是寄出那封信给格利安的人 我这时正有极其清晰的目标 在此面对他时也只是简单地说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罢了 老人微笑点头 如正将自己置于道德凡理的中线 须甚至明辨 无可简单告知如所寻觅之所 藏于此地东北 无言以尽告辞 看来他仍没有打算要直接帮我 但他说我要找的人在东北方 或许也是某种提示 在欢乐卖一人酒馆 博德之门来的雁犬佣兵军官告诉我们说 贝尔构斯特与博德之门之间的联系 如今已经完全被强盗切断了 我们去到纳西凯前就知道此时的两大问题 铁矿和强盗问题 我们已经解决了这第一个 而我们在矿坑中知道 强盗问题也与铁矿的事相关 那自然对我来说也是义不容辞 先到雷水铁匠铺拿出污染的液体 我让贝尔格斯特的铁匠 好好地研究了这液体的成分 至此以后 建完的普通铁制武器 应当也无需担心经常锻炼了 最后就是去找那个名叫传子客的家伙了 来到菲尔德里店 我提醒大家准备好武器 我们慢慢地走上二楼 听到我们踩着楼梯支支压压的声音后 就有一位身着法师袍的瘦小男性 慌忙地跑出来 问我们是谁 这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此人必有重大的嫌疑 我直接问他姓慎名谁 他达到自己名为团子客 他转身想走时 就被多恩一把拽了回来 我开门见山 站住 我们知道你的企固 快给我招供投降 这法师原本弱小可怜的眼神突然消失 他恶狠狠地一字一句地说 你们都知道了 哼 反正你们也快死了 我数五下 如果你们不离开 我的魔法会把你们撕成碎片 看来从他这里是问不出什么了 我们只能迅速展开战斗 能看得出这位法师颇有实力 但显然他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被数位擅长近战薄杀的战士围住 已经陷入万分不利的境地 他完全没有施法的空间 很快便一命呜呼了 我们翻着他的身上 又发现了一封来自他作客的信件 只传此可 最近穆拉一直没什么消息 你的任务是去矿坑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这边会去帕德谷或者拉斯森林 所以你也要迅速的往这两个方面探查 我展开地图看 这帕德谷还真就在东北方 从友善之闭东边的小道一路前行就能来到帕德谷 刚到这里我们就遇到了几个黑爪帮的精英要截留我们 面对对手附魔的箭支 尼拉迅速释放直芒术 对方的主力立即失去了远程攻击的目标 我拔出卡拉图的刀 多恩拿出战锤 拉萨德施展前脚功夫 很快就将他们料理干净 出乎意料的是 我们在此处还看到了一些厌权的佣兵 这些来自博德之门的佣兵不来清理强盗 却只是来四处张望 好像在搜寻着什么 我并未理会他们 转头继续前进 但就在这个时候 我遇到了一位手持盾牌和盾气的女性向我走来 他似乎是一副木石的模样 我注意到他随意将自己全身包裹 但依然露出了灰黑的肤色 我立即明白了 这是一个卓尔精灵 我示意大家放下武器 卓尔虽然是堕落的黑暗精灵 众所周知 他们在皇冠战争后 撤退到了幽暗地狱 也就是飞轮深邃的地下城之中 虽然大家总说卓尔精灵残忍邪恶臭名昭著 但根据我的认知 他们或许并不是天生便比其他的种族更加邪恶 其中依然存在着不孝的偏见 比如父亲常提到的崔斯特杜厄登 便是一名善与行善的猪儿 白天的田野中急行的猪儿并不多见 想来这位女性一定有自己不得已的原因 她也看到了我们便朝我们走来说 各位冒险者 不知你们能否帮我一下 如果你们不帮忙他们便会杀了我 我从神情中看出了她的真诚 而随后感到的就是刚才我们注意到的燕犬士兵 他们怒斥我们说 快闪开 你身后的女子是被悬赏的黑暗精灵 她很邪恶 这位名为维康尼亚的卓尔迅速对我说 他们是在说谎 我并没有杀人 燕犬士兵确实没有她杀人的证据 但依然要执意将她带走 尽管我认为审判确实可以预约一些现存的规矩 但涉及生命时依然不可肆意妄为 看我决定干涉 这燕犬士兵立即把剑冲了过来 维康尼亚直接对士兵释放了一个强力的牧师神术命死术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魅惑系法术 她在范围上不如催眠术 持续时间上也远远不如 但她的好处是即便强大的敌人也很可能会中招 这次面前这位看似有恃无恐的强大佣兵 便直接在命死术的作用下陷入了魔法的沉睡 虽说沉睡时间可能只有一轮 但我们迅速地拿武器上前便将其砍上 其实对于是否应该拯救维康尼亚 我心中本来是有一丝犹豫的 但这位佣兵的行为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正义 维康尼亚长舒一口气对我说 我要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知道你可能因为我的黑皮肤而不愿给我机会 我确实是一个黑暗精灵 但这不是我的错 许多人会因为我的身份而猎杀我 而并非我的所作所为 不知我能否加入你们 你们一定会需要我的力量 我撑似一下询问队友 艾蒙自然是对我的决定表示支持 多恩和聂拉也都多少有一些不大光彩的过去 需要逃避 日魂武僧拉萨德也将与各种各样的同伴相处 视作一种苦修 而并未提出异议 我建议说可以先让他入队 如果他真的体现出许多黑暗精灵的残忍和邪恶天性 那就让我们将他放逐 或是送往伯德之门的宴圈好了 维康尼亚明白自己终于可以度过一段安全旅程了 也再次感谢了大家的包容 贾希拉离去以后 我们也确实需要一位神术施法者作为治疗的支撑 他的加入也使得我们队伍有了更加完美的战斗力 足以挑战强大的对手 这一番波折后 我们继续深入帕德谷 我安排精灵伙伴仔细地 用夜视能力搜寻远方强盗们的踪迹 功夫不负有些人 在第二天的黎明来临时 我们发现了强盗的篝火 然而对方人多势众 我估算了一下战力 即便我们使出全力 最终也可能只是惨胜 作为冒险者队伍的领袖 我知道大家虽然愿意与我一同历练 但未必愿意出生入死地跟随 我不仅要实现自己的目的 同时还要将损失降到最低 于是我突然灵机一动 我记得在贝尔狗斯特附近 有一些强盗会抓成年男子 并且胁迫他们加入强盗团伙的消息 加之之前焰犬部队的清脚 我知道强盗方面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 而此行呢 我的主要目的是见到他做客 并和他对质 因此我制定了个大胆的计划 大家也都纷纷同意了 这计划便是假装加入对手成为强盗 再用强盗的身份去见到他做客 或许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战斗 于是我们从黑影中直接走出 迎着陈希走上前去 面前的强盗见我们走来 纷纷举起手中的弓箭瞄准 为首的雷克恩斯大声地呼喊 来着何人不要命了吗 我伸手表示并无敌 首领你好 我们是听说黑爪兵团最近缺人 想来投奔你们的冒险者 来看语气舒缓了些 但依然对我们十分怀疑 真好笑 我们为什么要收留你 我偷袭做好的说道 现在整个剑弯 谁不知道你们的大名 让安慕和博德之门 都吓得魂飞魄散的黑爪兵团 简直是最强大的军团 加入你们 也能拿到全剑弯的钱 谁会不心动呢 雷克恩突然哈哈大笑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直来直去 好 我带你去见头头 但是啊 他可能不会像我一样喜欢你 到时候 你就只有乖乖临死了 走 别跟丢了 这时候啊 我便随他深入到面前 沿着充满了枯树和藤蔓的林底柱 踩在厚厚树叶上 一着稀稀苏苏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 我们便逐渐地接近了强盗营地的入口 一位高大威猛的半石人魔来到了营地入口 他浑身褐色的皮肤 身穿几块简单的板甲 挥舞着一把巨剑 与他半石人魔身份不同的是 此人的头脑似乎显得无比的清晰 他看了一眼我们便对莱肯恶狠狠地说 这都是些什么人 你疯了吗 谁让你带他们进来的 莱肯立即毕恭毕敬地说道 啊 老大 他们是来投靠我们的 我知道这事多少有点风险 但最近兄弟们人数是有点不足 补充的人也迟迟未到 最近我们都是这样在附近直接招人的 我塔佐克付钱给你们黑爪兵团秘密行动 看你们这些人干的好事 是不是生怕这泉泉弯 还有不知道你们的人啊 什么塔佐克 我心想 难道他便是我一直要找的人 我故作站点也示意伙伴们不要慌张 莱肯说道 我都查过 这些人没什么问题 塔佐克轻蔑地说 我亲自来盘问 随后他转向我上下打量 你就是要加入我们的人 说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如果你敢糊弄我 我就直接把你扔进油锅 我仔细思索一阵说 我们是来自博德之门的商队 最近的一些经历 让我产生了思想上的转变 既然打不过强盗 那不如加入好了 请你相信我们的决心 塔佐克大笑 哈哈 根本就没有你们这样的商人 真是满口胡言 让我来试试你们的实力 来吧 原下之夜 塔佐克是要看我到底有多能打啊 作为熟练的冒险者队伍 这种多对一的挑战不在话下 即便涅拉的一技致盲也被对手豁免了 但拉萨德用日魂射线和敏捷的身手 迷惑了塔佐克的行动 多恩更是发挥了力量优势 他的每一道命中都势大力尘 塔佐克很快便在与我们的周旋中气喘吁吁 在接了爱蒙一见后 表示 够了 我明白了 你们确实有足够的决心 有资格成为我们的兄弟 你先去营地里逛逛 我还要去巡视矿坑呢 你们在此继续地压制贸易路线 做得好啊 人人有赏 快去吧 说完 他便迈着敏捷的步伐消失在树后 莱肯说 恭喜了 你们通过老大的测试了 接下来 去跟营地里的大家打个招呼吧 之后 他也率领着部队进入了营地 这第一次与塔佐克的碰面 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是塔佐克的形态让我产生了疑惑 他是一个半食人魔 而且体态于我之前见到的 杀死了养父格利安的那个武装者 似乎并不相像 难道说 那武装者另有其人 只不过此刻无暇细想了 我深呼吸一口 刚才还是蛮紧张的 现在终于可以自由活动 营地中想必有更多的线索等着我去挖掘 强盗们的营地比想象中大不少 然而破败的帐篷 乱堆的杂物 和帐篷之外污涨的环境 也足见 这些人并未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园 不过是乌合之中而已 他们甚至还邀请了冷血帮的大地精与他们合作 这纯粹的利益交换之后 试血的大地精 又会把剑弯糟蹋成什么样子 我实在是不敢想象 这些经常许久的强盗 在路上东倒西歪 倒也都懒得管我 这也让我在营地中的行动简单了许多 穿过一种低矮的帐篷后 我们很容易便找到了他左客的营帐 这营地中间最大的便是 一位脸上布满刀拔的强盗 见我们朝着主帐走去 叫着我说 哎 伙计 你该不会是想进老他左客的底盘吧 相信我没有哪个笨蛋敢靠近他 你就在这守着就好 进去的话 你的脑袋可就要绑架了 最后他醉醺醺的走开 我提醒大家准备武器 我打开门 六人鱼贯而入 一位战士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吼 谁让你们进来的 敢进入塔左客帐篷的必须处死 我本来幻想能否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顺口说 塔左客命我们来举一些档案交给他 然而面前的这位战士可并不领情 很明显他认识我 在悬赏令上 他熟知我的姓名和项目 不如说 这塔左客之前没有将我认出来 反倒是出乎意料的 随后 这位名叫瑞蒙的强盗战士巴剑表示 查内姆斯特莱夫 这是你最后一次来到铁王座了 我不能退出帐篷 否则成群截队的强盗们就会将我们淹没 此战一定要在狭窄的战斗空间中进行 我与多恩形成了一堵墙 挡在施法者队友的面前 防止他们受到骚扰 而施法者队友也都不负众望 他们迅速地判断战场 并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先是维康尼亚利用了命死术 迅速地打断了敌方法师的施法 这些能使用危险控制魔法的家伙 必须首先对付 拉萨德则尽力地处理陷入魔法沉睡的敌人 而我和多恩也没有辜负大家的努力 一人一刀前后精准命中了敌方首领瑞蒙 让他变成了一大团飞散的石块 接下来我们迅速解决了陷入命死术沉睡的法师 随后三人对付一只大帝精首领 而我则去牵制后方的弓箭手 但我还未到时 这弓箭手眼急手快射出一件直接刺穿了涅拉的法袍 只见他一阵惊呼便倒在地上 维康尼亚迅速上前展开治疗 而我则强洗衣连续批斩 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端趁机闪身来到弓箭手身后 轮圆了一刀上去 将这大帝精直接斩碎 一瞬间帐篷里充满了血污的味道 如我们所料 塔佐克此时并不在这里 我们或许只是解决了他几个手下 他提到自己要去某个矿坑之中观察 或许未来能再次的当面 质问他我心中的许多疑问 维康尼亚检查着涅拉的剑伤 还好不算严重 而我环顾四周 突然发现这角落中 居然有一个被捆覆了手脚 身着黑衣的男子 他看着我们的眼神 说不出是惊惧还是冷静 表情也说不出是喜是悲 只是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我 我上去与他说话 当我得知我会释放他后 此人还是十分愿意与我们交流的 而我也从他这里理清了许多事情 此人是一名来自博德之门的间谍 名为安德尔赛 而他的任务是打入一个 叫做铁王座的组织 他首先提到了我们熟知的三部分人 都听命于塔佐克 这三部分分别是 位于纳西凯的狗头人之神穆拉 以及位于强盗营地的人类强盗组织黑爪兵团 和大地精强盗组织冷血邦 这些我们在信件中都已知晓 而他还透露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事 那便是这塔佐克又听命于谁 他为何有能指挥的动物这许多人 安德尔赛说 这就是这件事的巧妙之处了 这塔佐克假装自己是三塔灵慧的人 这也是他能指挥这些强盗团体 也就是黑爪兵团和冷血邦的原因 但实际上我可以保证 三塔灵慧绝不会做出这么多喘事 这三塔灵慧也是费伦的一个著名派系 他发愿于越海著名的散提尔堡和毒鸭要塞 由一群邪恶和残忍之人所组成 他们意图让剑弯乃至费伦成为他们 邪恶意志的土壤 费伦的领主联盟在建立之初 便有防止三塔灵慧在剑弯扩张的想法 他们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甚至不惜与强大而危险的赛恩红袍法师远交进攻 只不过三塔灵慧最近一直在致力于改善自身这些在普通人中的坏名上 从而更好地进行行动 因此或许不会直接地做出太蠢的事情 安德尔塞继续说 实际上塔佐赫属于博德之门的铁王座 我在那个组织潜伏很久了 你可以相信我的判断 相信你也听到他们所说的了 你现在所踏入的正是铁王座的营帐 此时艾蒙也翻找到了塔佐克的一些文件和书信 作证了这一猜想 其中一封信由一个叫做达瓦恩的人寄出 其中提到 我希望一切顺利 上头说有个拥兵团会对铁王座带来麻烦 去找杀手宁伯 让他去对付那几个人 这里也与刺杀我的宁伯身份对上了 这些家伙确实是一伙的 而另一封信中更加有趣的消息出现了 指塔佐克 我们还需要更多铁矿 下周前给我运到斗篷森林的基地 在最后通牒之前 我们还需要尽快地囤积铁矿 还有沙洛福克想知道那帮家伙到底死了没 你也快去确认一下 这封信里出现了另一个名字 沙洛福克 而他的权利似乎还在塔佐克以及达瓦恩二人之上 斗篷森林 我知道这个地方 从友善之必向西北出发很快就能到 这穆拉和塔佐克不过就是傀儡 即便是寄信指挥的达瓦恩 也有一名叫做沙洛福克的商机 急不可耐的我便准备从强盗营地中撤退 迅速地前往斗篷森林中 这时帐篷之外的人都不知道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塔佐克有严格的禁令 而他的这帮小弟也都不敢进入查看情况 于是我们就趁着强盗们仍然和我相安无事的时候翻找营地的营帐 除了一些好用的装备外 此行我们还拿到了臭云术 法术穿透的卷轴 还翻找出了一个关键魔法 火丘术 虽说涅拉还没有能挥洒自如地使用这个强大三环速能魔法的能力 但一定对未来的冒险有极大的弊意 这一番深入敌后可以说收获破风 临走时我考虑到留着此处的强盗 尤其是黑爪兵团也是个祸害 危害一风 他们残害伤队的场景我们见过不止一次了 于是我准备把这群邪恶的家伙一网打尽 与黑爪的领袖陶格斯对话 表示我们要和他正式决裂 之后就会和整个营地中的人为敌了 虽说我们准备万全 也觉得这些强盗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但是陶格斯的战斗力仍然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还好他并未豁免维康尼亚的命死术 我们先趁着他倒地时不管他 迅速地前去解决被涅拉用睡眠控制的弓箭手 防止这些远程火力暗箭伤人 但陶格斯醒来的时间远比我预想的早 我让多恩和艾蒙用弓箭牵制他 带到解决了弓箭手后迅速地掉转回来 与他刀剑相击 尽管涅拉尝试了几次制盲都没成功 但维康尼亚这时站了出来 利用了一个强大的神术人类定身术 完全地束缚住了对手的行动 毕竟多次控制法术下 只要对手一次没有逃过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解决了被定身的首领 其他人就根本不足为惧了 有些早已坐鸟受散 而剩下顽抗的亡命图 我们也都熟练地利用催眠慢慢地解决 最后从强盗营地杀出一条血路 成功离开 回贝尔口斯特稍加休息 我们便直奔斗篷斯林 伙伴们与我一同历练这么多 也都愿意参与到这一系列冒险里 拉萨德喜欢冒险的各种收获 和对记忆更加纯熟的掌握感 涅拉无依无靠 还需要依仗大家的力量 躲避红袍法师的追击 多安对复仇极有耐心 愿意与我站在一起 维康尼亚为我所救 对我也只有感激和忠诚 而艾蒙妹妹自从走出主堡时 便发誓要陪伴在我的身边 而我呢更不必说 自然是想要赶紧地找到盘踞在斗篷森林 那个叫铁王座的组织 只要老格利安的死和他们脱不开关系 我就绝不原谅他们 经过友善之闭时 我们居然再次地遇到了耶尔明斯特 这位老者似乎总会在我旅途中的某些节点出现 这次他也只是简单地说道 我知晓如之困境 一切证据皆指向斗篷森林 匪徒之幕后主使 亦必藏匿其中 如正面临强敌 一名藏匿于笔处 而另一名则藏于如之心中 一切终将水落石处 老朽便不再交火其中了 说完他又一次地离开 虽然我无法理解这另一名藏于我的心中应当做何解释 但这位老者果然如传说中所说的料事如神 他也将下一步线索指向了斗篷森林 进入斗篷森林的地界后没多久 我们遇到了一位性格爽冷的猎人名为克朗 他表示正在猎杀双族飞龙想要和我们同行 而我向他表明 如果他愿意与我们共同闯进斗篷森林的铁王做据点 杀他可一干二净 我就愿意帮他 我本以为他不会答应 但没想到他居然一口承诺下来 在他看来似乎杀进铁王做 这件事比猎杀飞龙更加的有趣 带着克朗我们继续前进 斗篷森林要比帕德谷的地形复杂很多 随着前行速度的逐渐加快 我愈发觉得这里相当的阴森 且不时的有蜘蛛出没 斗篷的大蜘蛛可是极其致命的 而且他们常常成群结队地出现并且布下各种陷阱 一旦猎物进入其中便会成为他们的盘中之餐 路上我们还遇到了一名无助的人类名为泰伯 他提到自己和弟弟来此处清理被这些蜘蛛污染的树木 弟弟找到了一把宝剑灭猪剑 但却被猪网困住了 只有自己逃了出来 如今已经过了一周 虽然凶多吉少 但他还是希望我们能顺便寻找一下 随后他还描述了一番弟弟的模样 我答应他后继续前进 与大蜘蛛的各种缠斗令人不快 被他们咬到后很大概率会被毒素侵蚀 从而不断地损失生命 我看药水相冲的解毒药已经见底 于是吩咐维康尼亚多记忆了一些减缓毒发的魔法 告诉大家小心猪网陷阱 维康尼亚告诉了我前方的情况 有一个蜘蛛洞 这好像正是太博的弟弟所失踪的地方 我让大家在洞外排好阵型 准备战斗 自己只身一人进入洞中查看情况 当我的伙伴进入洞中的一瞬间 我就被震击了 这巨大洞窟的墙壁上爬满了大量的巨型蜘蛛 他们一下齐刷刷地朝向了我 而在我的面前 是一个臃肿和肥胖的 让我难以置信的人类 他似乎已经成了与蜘蛛合体的样子 他是中了极强的诅咒 还未等我反应时 他居然直接开口说话了 小可爱们 快把他宰了 随后蜘蛛便朝我扑过来 我迅速从洞窟中撤出 还好洞口比较窄 蜘蛛只能一个个的钻出 因此早已埋伏在外面的同伴火力全开 尽量在蜘蛛能威胁到我们前 迅速消灭 对低等级的蜘蛛群 涅拉的催眠依然有奇效 而对行动迅捷的剑蜘蛛 维康尼亚的命死术 则多次把我们从鬼门关拉回 随着蜘蛛从洞口出现的速度 逐渐减缓 我知道 那个女人的军团 已经快被我们消灭殆尽 再次介入其中 绝望的女人依旧嘶吼着 想要与我同归于尽 多恩只是一剑 也结束了她痛苦的生命 在这里的坟墓中 我们找到了泰伯弟弟的尸体 这也在意料之中 我将其扛到泰伯身边 这弱小的人类依然控制不住 情绪崩溃 但随后她将弟弟一直守护着的那把灭猪剑送给了我 希望至少让弟弟努力找到的宝藏不会白费 这的确是一把看起来相当华丽的剑 锋利无比 在多恩手上一定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斗篷森林的地形确实复杂 在路上我们还遇到了游荡的隐忧诗人和几位德鲁伊 他们都分别提到铁王座是最近破坏了森林环境的罪魁祸首 希望我们能对他们进行惩戒 之后我们就在森林的深处发现了之前科狼所提到的猎杀双足飞龙的洞穴 但既然已经答应了她便要履行承诺 双足飞龙不好对付 他们对控制类法术的豁免能力极强 导致一直以来的战术再也难以使用了 于是我们用了远程弓箭作为压制手段 而其他人用了牵制的战法 尼拉也更多的利用素能系法术进行猛力的轰击 终究禽兽之变诈还是胜不过我们 顺利拿到了双足飞龙的头骨 我还是郑重的对科狼说 你拿着这个走吧 接下来铁王座的恩怨与你无关 此行凶多吉少 我不希望将更多人牵扯进来 尽管科狼对我们的帮助心生感激 但在我的强烈坚持下 也就在此处与我们挥手道别了 而我们也将正式地向最深处的铁王座基地挺进 一路疲劳奔波后 那个奇怪的梦结再次的袭来 第一次我梦到了父亲和未来的道路 第二次我梦到了木拉和古智的小刀 这第三次我梦到的事似乎更加的抽象了 一阵强风将我卷到了森林的上方 一瞬间我如同向着晨光飞行的鸟儿 而地上却有看不见的手将我抓住 让我觉得自己不再像是麻雀 而像是投食所投出的石子一般 然而我撞到地面却并没有感到任何的冲击 只觉得掉到了世界的深处 四周石头亮起 此处似乎是一处洞穴 我正前进的时候突然发现 面前居然就是我的影像 而黑暗中突然冒出一段声音 这真不值得 伟大的掠夺者 你将你的一切都借了出去 现在借据到妻意 该要求偿还了 随后一把骨头匕首飞了过来 正中面前的雕像 它裂开的时候 我似乎同样感受到了痛苦 而那个声音居然开始嘲讽我 你就是一个随时会碎裂的雕像 随着声音的消失 我逐渐地堕入虚无 直到早晨醒来 而是之后我居然再次获得了一项神术 而且是一个二环神术 减缓毒发 这时我已经学会了三个神术 而这不可思议的力量到底来自何处呢 我获得的力量 又与那些刺客们想让我死 有没有什么关联 终于 我寻着德鲁伊们的指示 来到了铁王座的军营之前 接下来自然是和门口的守卫进行一场恶战 对方的配置非常棘手 而真正的破局之法 来自涅拉的一次出色的魔法运用 只见他当即立断地释放了珠网术 对手四人刚好站在一起 对此并无防备 几乎一同地被蜘蛛网缠住而动弹不得 连法术也无法顺利释放了 而唯一没有被束缚的战士冲过来以后 又中了维康尼亚早已开始吟唱的人类定身术 当我们尽情地对已经遭受定身的敌人进行攻击时 只见敌人的法师从珠网挣脱出来 好在在强力打断的伤害下并未造成食指影响 很快便被涅拉使用的寒霜法杖充能冻成了冰块 其余一位战士在维康尼亚一发命死术下失去了抵抗力 而最后一名困在珠网中的法师无力回天 我们在珠网外利用远程攻击逐渐的削弱对手的战斗力 并最终在珠网消失的瞬间突入进行砍杀 成功战胜 这次的战斗强度明显已经比以往更高 我想接下来也不会太顺利 在军营中寻找线索 终于我们发现了塔佐克所提到的那个矿坑的入口 铁王座在斗篷森林中居然维持了一个秘密挖掘的矿坑 我们在铁王座军营休息了一会儿 这种纠战雀巢可真是让人一点负罪感都没有 沿着楼梯下去推开沉重的铁门 我注意到这里似乎是与纳西凯相似的矿坑结构 但这里还有不少居住设施 与纳西凯的安姆士兵相比 铁王座的人看来追求对矿坑更加严密的控制 他们还在此建立了生活区 而地下常常跑出来的一些瘦骨林寻的奴隶向我诉苦 也让我对这些人的恶行有了更深的认知 击退了几名守卫 我看到了一处巨大的圆形水阀 而在这里看管的奴隶看到了眼前全府武装的人 居然并非是守卫 而是从外面来的冒险者 都纷纷挣扎着站起来 眼里闪着光说 你们是来救我们了吗 我点点头 我理解他们已经遭受了太多苦难 这层的奴隶虽说容易逃出 但他们表示底层还有很多其他的奴隶伙伴被严密的监管 希望我们能把他们救出来 一位矿工还说道 这处矿坑有一群邪恶的奴隶贩子掌管 而如果能将水阀打开 来自冲撒和直流的地下河水就会直接倒灌其中 到时就能冲刷其中的所有罪恶 把奴隶贩子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全部浸泡在水下 而水阀的钥匙就在底层 如果我们能将奴隶们救出并拿出钥匙 就能到这里开闸放水干一票大的 这处矿场远比纳西凯要阴森恐怖的多 因为纳西凯是属于全镇人民的资产 其中工作的都是劳动者 但此处是铁王做的血汗工厂 奴隶贩子可丝毫不会顾及人类劳工的尊严 此处死尸遍地 连墙上也沾满了血污 而在地下三层 我终于从一位困在此处的矮人亚历克斯口中 得知了这座矿坑的真相 原来这本是矮人们在斗篷森林的一处秘密矿坑 然而有一次矮人们在挖掘之中 不小心挖到了地下河 洪水泛了以后大多数矮人的族人都丢了性命 随后逃出去的亚历克斯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好朋友瑞塔 但是这瑞塔正是铁王座的人 他出卖了矮人 将他关在监狱中严行拷打 逼问他矿坑的所在 结果就是这个矮人的坟墓成了铁王座的摇钱树 而矮人的心愿便是将这些奴隶贩子全部淹死 这里还能遇到奴隶群的老大利尔 他说只需要一百金币他就能贿赂黑爪兵团的人让他离开 之后他就会率领关在下面的奴隶们逃走 是否要淹掉这个矿坑呢就随我们了 我慷慨地给了他一百金币 表示会等他们的好消息 一路上守卫其实还容易对付 直到我们遇到了第一个难题 强大的法师哈瑞山 要越过他的难点在于 这位法师守卫在一群弓箭手的保护之下极为难以接近 见到我们的入侵 哈瑞山立即释放了引擎和传送 而我也迅速指挥大家后退 并敏锐地寻找对手可能出现的地点 我们从侧面房间突入 果然在房间之中发现了他 涅拉只是打了一发魔法飞弹后就迅速退回 不知能否将他引出来 而这位法师果然中计 居然绕到了我们队伍的后排 但就在这时一发凌厉的穿晕之箭飞过 直接命中了哈瑞山并将其打断 而我则迅速抓住机会冲上前去使出浑身解数拼死挥砍 终于有一剂致命的突刺突破了哈瑞山的防御 一剑插进了他的心脏 这位高傲的法师终于倒下了 在维康尼亚命死术定身术 以及涅拉的制盲术等强力控制魔法的帮助之下 我们集合战斗力消灭了剩余的士兵 九死一生的冒险才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这之后多数同伴的能力都得到了长足进步 处理各种复杂局面也更加的有经验了 接下来成群结队的守卫大帝精甚至食人魔法师 都不再是我们的对手 直到我们来到矿坑的最底层 遇到了那位名为达瓦恩的法师 这位身着绿袍头发又花白的法师已经在镜影术的庇护之下 看来他已经有了不小的岁数 只听他说的 你们是要来代替正义惩罚我们 这不重要 因为你们已经是将死之人 之后他突然释放了任意门法术 我知道他从传送门进去之后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传出来 因为任意门所能传送到的地方不会超出他的事业 我们必须第一时间找到他 不然他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并秘密的吟唱咒语 那个时候再去反制可就晚了 好在我们直接在测停就立即发现了他的下落 当我们抡起武器冲上前去后 他又再次的用任意门逃掉 我安排大家四散开来 一旦发现对方的踪迹就立即通知大家 艾蒙猛然注意到对方居然已经移动到了自己的身后 并偷偷地使用了强力魅惑魔法 可怜的艾蒙就这样失去了神志 甚至可能要听从对手的指挥了 但我知道艾蒙的意志力正在跟魔法对抗 因为他显然并未使出权力 而我们只能赶紧避开艾蒙所在的房间 继续回到侧庭与拉瓦恩对峙 对手此时补充了一个敬影术 并准备抬手释放咒法 而拉萨德终于发挥出了自己日魂射向无法被豁免的威力 成功地打断了他的施法 涅拉的魔法飞弹和夺恩的强力远程攻击多次之后 达瓦恩终于接上了两个幻想 而即便如此 他还躲避了维康尼亚的一个定身术 并准备释放下一个威力超强的闪电术 但远洁当然不会永远地站在他这一面 之后涅拉迅速补上的寒霜法杖 则直接命中了他的真身 而我一刀砍上去就将这冰块砍成碎片 终于我们战胜了这位强大法师 在艾蒙恢复理智之后 一切再度重归宁静 达瓦恩、塔佐科 他们都只是铁王座的小人物罢了 他们背后是谁 还需要仔细查清 达瓦恩这里有三封信 可以表明一些我要找的人的身份 这三封信都来自瑞塔 也就是当年从矮人亚历克斯这里 强行地把这处矿坑夺走的元凶 现在瑞塔想必正在铁王座中身居高位 瑞塔在信中居然还嘲讽矮人亚历克斯 询问当时被严刑拷打的矮人是否喜欢他的新食素 这种卑劣的行径实在让人不迟 这第二封信同样来自他 而这封信则更加关键 其中提到 我们的计划很顺利 沙洛福克已经来到了欧杜林的总部 而他带来了上级的消息 上级对进度也十分的满意 准备任命沙洛福克为指挥官 而他做客则会接管黑爪的部队 在博德之门的计划也非常顺利 其他要杀盟中已经安插了我们的眼线 这封信的信息量很高 我们以前一直听到的这位沙洛福克 果然就是达瓦恩和塔佐和上级 而这位沙洛福克则与博德之门的铁王座总部有密切关系 等等 这个叫沙洛福克的家伙还有上级 而他又听命于谁 尽管这一层层的追踪已经让我略有疲倦 但事情展开的速度超乎我的想象 也激励着我整份精神 第三封信依然是瑞塔所写 在这封信中 我们看清了铁王座之前所做的努力 就是要让博德之门的燕拳以及安慕的士兵 都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个邪恶的组织散塔灵会的头上 而这些表面的功夫遮盖了铁王座实际的恶行 在地下我们还遇到了一位自称达瓦恩学徒的人 在我的逼问下他也说出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 铁王座居然将一切都算好了 这个秘密的矿坑其实正是他们谈判的筹码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 首先纳西凯的矿坑被他们污染了 而同时他们还散布了安慕正在进行军备 意图向博德之门进攻的消息 这会让博德之门的议会感到十分危急 之后博德之门同样会展开军备竞赛 当他们军备扩张时又发现铁矿已经完全不堪用了 而商队又屡屡的遭到强盗的袭击 在这个时候铁王座会携带着 从秘密矿坑所挖取的大量的优质铁矿出现 不仅仅能成为博德之门的救星 还能借机地轰台物价投机倒把 放开贸易管制 把剑弯脚踏个天翻地覆 并快速地扩张自己的势力 我惊讶地说不出话 这可真是一部妙手 但这个故事中总觉得哪里有点问题 这铁王座当真是一切幕后的主使吗 如此高明的棋局 抽丝搏茧的线索 遍布整个剑弯的布局 就仅仅是为了让这个组织能把这里的铁矿卖个好价钱 轰台物价赚上一笔吗 我总是隐隐觉得事情或许没有表面看上去见的 铁王座的总部正在博德之门 而那里也是我即将前去的地方 最后我在这里找到了那个水渣的钥匙 搜刮一番后我决定返回地下河的水阀 在此我见到了丽儿 她告诉我奴隶们都已经安全地逃出来了 而接下来我要做的事就很明显了 这里本来就应该是矮人们寂静的目的 那么就让她再度地回到矮人的怀中 我下令开闸放水 这些奴隐贩子们伴随着他们一生的罪恶 将永远在斗篷森林的地下河中埋葬 而我将要前去整个西斐轮联盟的明珠博德之门城 我知道铁王座的总部就在那里 无论是阳光下的罪恶还是暗影里的阴谋 都绝不会让我退缩 因为我知道那座巨大的城池中一定有我想要的答案 拖着疲惫的身躯 我们从斗篷森林返回 胜过达瓦恩 我们知道了铁王座一切的布局 但我并没有理解铁王座各种计划 为何会牵扯到我的身上 他们为何要派遣刺和刺杀我 以至于最终导致了养父的惨死 这其中一定还有埋藏更深的东西 接下来我打算与同伴们一同前往伯德之门 在其中找到铁王座的总部 并当面的质问他们 伯德之门是一座巨大的城市 仅仅靠在冲萨河的北岸 西边距离宝剑海也并不远 在西斐轮土地最为肥沃的剑湾 伯德之门无疑是这其中最为闪亮的城市 与吴东城深水城相比 伯德之门的气候更加移居 与南方的安姆和泰斯尔相比 伯德之门的正体则相对宽松 总体来说 尽管可能不是冒险者们最青睐的地方 但却得益于死同巴达的交通和自由宽松的管制 让这里成了剑湾中部的经济和商业中心 但是最近事态可发生了许多变化 我们之前花了很长时间 从南方纳西凯铁矿的变故切入 步步的追踪 逐渐发现了就在这里的铁王座 正准备搅动这一池净水 未来到底会如何也如物理看花难以捉摸 在高礼堡和友善之币稍微整理一下装备休息几日 我们便一路向北 一条大道直接通向北方的弯龙桥 远远的我们便能看到这建在河北岸高地之上那座城市中建筑的坚定了 弯龙桥修建的极为巨大 能容得下大量的商驴马车并排通过 但强盗们破坏了这里的安宁 导致着宽敞道路如今却无比的清冷 路上盘查的燕泉士兵见到我们甚至都有些惊讶 想来他们也都多日未曾见到外地的访客了 与贝尔狗斯特的联络已经断了很久 连凯根那种专程护送旅客的服务都无能为力 能到这里的就几乎只有冒险者了 注意到我们以后 一位身着重甲的燕泉军官突然转过身来打招呼问我们 冒险者你们好 我是燕泉的军官史卡 最近有传闻说 你对冒险者解决了纳西凯矿坑的麻烦事 根据描述我猜就是你们吧 对燕泉我没什么好隐瞒的 这个组织维系着整个博德之门的安保 有必要坦诚相待 看我点头 史卡接着说 事不相瞒 我找你们有事相求 博德之门城里最近有些糟动 但是迫于一些规矩 燕泉不好直接出手 我希望有几个局外人帮我调查一下 我想了想 这其实是个极好的机会 给燕泉做事自然有回报 到时在提出调查铁王做事 对方也会给予我们许多支持 史卡继续说 我想委托你们调查一下城里的一个商会 这个商会叫做《七太阳商盟》 商会最近在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 他们抛售极其有价值的资产 并且放弃了许多有利可图的投资活动 作为商人 这简直就是在做慈善 大公爵对这件事很苦恼 商会掌管着本城的经济命脉 可以说钱一发动全身 但是官方没有直接的证据去调查 所以还得靠你们了 听到这里 我自然联想到 这或许也是铁王座在后方搞鬼 他们能利用各种卑劣手段 骗取博德之门议会的投资 那挤压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 自然也是不在话下 史卡也从我这里才知道这些来龙去脉 铁王座 嗯 他们在博德之门耿机极深 验泉其实也不清楚其中有怎样的暗流 现在你们就从七太阳商盟切入 如果你们办得好 之后我们也配合你们对铁王座的调查 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最后守卫放行 我们通过了弯龙桥 来到了这座西飞轮最美丽的避风港 博德之门 刚一进门 那位阴魂不散的红袍牢者 又一次迎上前来和我打招呼 虽然难以理解他的话 但我感受到他似乎是在说我和某种命运深深的绑定 相比之前我们游历过的城池 博德之门的巨大让我惊讶 城市总共分成了八个区域 而每一个区域都至少有一个贝尔狗斯特那么大 不仅面积大 人口更是众多 热闹非凡的集市 繁华的商场 大量的酒馆和旅店 也都展示着城市的繁荣 但此行我们还暂时无暇去到处闲逛 打听了一下我们还是静止地去往位于博德之门西南地区的燕泉总部 以及附近的七太阳商盟进行调查 西南城区就是全城的商业中心了 遍布着商货和杂货店 由于燕泉的总部就在这里 因而商人们总是能切身地感受到手中财富的安全保障 七太阳商盟自然也就在此处 我环顾商盟的大厅 此处装潢的富丽堂皇 但是其中的几位商人对我们却爱搭不理 七太阳商盟平时接博德之门各个商会的进货 再将其远消到建湾更多的地区 他们拥有大量的商队和船只 已掌握着许多国家的贸易路线 但如今他们放弃了大量资产将货物通通的变卖 我知道这世上绝没有一个商人会愿意这么做 这背后的获益者是谁呢 正当我上前时 刚好有个其他商会的商人急匆匆地走出来 看到我以后 他连忙将我叫到角落里说 小伙子 这里就别进来了 感觉最近的气氛好像怪怪的 这里许多人趁着我不注意 他们会换一副面孔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会变形的家伙混了进来 什么 会变形的家伙 难道是变形怪 我将目光挪到面前的商人身上 他们满脸堆笑的表情似乎多少有些不自然 实际上变形怪这种东西的出现 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本身就是个谜 它们是直立行走的类人生物 而与人类不同的是 它们身上有一层极厚的皮肤 这层皮肤会通过它们的变形法术而产生变化 从而模拟出任何的人类生物的外貌 同时它们还会用各种超感法术去模拟被变形者的声音 甚至是说话方式 可以说变形怪 它们是人类社会的寄生虫 它们从来都不会自己劳动和创造财富 而是通过变形窃取其他人的成果 此处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决定先回去和石卡商议一下 燕泉总部是一处修建的极为坚固的堡垒 向看守表明身份 拉开沉重的大门 就能看到在其中等候多时的石卡 我报告说我们去过七太阳山猛了 这其中最近的异变恐怕是变形怪高的 我也将一些正人正言和我察觉的蛛丝马迹告诉了他 这位燕泉军官恍然大悟 确实很有可能是变形怪 怪不得那些商人说话时会如此奇怪 回想起来这一切都对上了 冒险者 我会付给你们双倍的赏金 希望你们去商萌把那些变形怪都消灭干净 对我来说这是义不容辞的 不仅是为了一方安定 同时是作为让燕泉协助我对铁王座调查时所做的交换 回到商会 那几位迎上来的商人只是询问我们的姓名和来历并不再说话 从这点就已经十分奇怪了 既然得到许可 我也就不客气了 我逼问商人说 哎 奇怪了 你们既然是商人 为什么不想卖东西给我 对方恼羞成怒地说 去去去 我们卖给有钱人 你们这些穷酸冒险者就算了 我大吼一声 你不是商人 我也并不愚蠢 快露出你们的真面目 我记得在珠宝里看过书 变形怪的一大弱点 便是他们一旦开始愤怒 就很容易露出原形 而激怒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说 你变形变得一点也不像 我一下就看出来了 大多数变形怪都经不起对他们变形记忆的贬低 而面前这两位商人接连中招 他们恶狠狠地说道 我们确实是商人 只不过我们买人皮买名字买身份 同时我们把死亡卖给你这样的蠢货 随后变形怪现出原形 这种类人怪兽一旦脱具伪装 战斗力还是十分强劲的 还好我一件致命攻击解决了前排的变形怪 这第二只就趁着我的攻击空挡 一边怪叫一边迅速地冲上来 维康尼亚眼疾手快念出了一个人类定身术 将其控制住 才使我们有机会将它从容地解决 果不其然 商人和我的推论是正确的 没有商人会做赔钱买卖 如果他们一直在做 说明早已是非人 接下来一路向楼上进发 我本以为七太阳商盟中多少还留存一些有理智的正常人类 但现实让人失望 整座楼已经被变形怪占领 搜查一番后 艾蒙提醒我说 他发现此处还有地下室的入口 仅剩下楼 我们发现了剩余的几只变形怪 而也就在这里 我们终于找到了商盟仅有的幸存者 甲锁 甲锁本是七太阳商盟的领袖 但是他被变形怪们关进了监狱 因而当我与他说话时 他只是大叫道 别碰我 你们这些怪物 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消息 我慢慢靠近视野并无敌 只是告诉他 眼圈的石卡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石卡这个名字 甲锁突然间清醒过来 你认识石卡 好吧 我会告诉你 几个月以前 这些变形怪开始逐渐的混进商会 回头想一下 他们首先是从不起眼的小商贩开始下手 把他们杀死 再由变形怪顶替 后来 我的一个个的成员都被他们这样暗算 并且一个个换成了他们的同伙 活生生的同伴就这样一个个的消失掉 也让人发自内心的感到恐惧 我大概理解 关在地下室的甲锁是这里最后一个理智的人 而一只在外抛头露面的那些都只是变形怪 而怪物们留着他的目的 便是要通过他的知识榨取商会的剩余价值 一切谜团都说得通了 加索表示自己在博德之门外还有一些地球 或许能帮自己收拾残局 让我们不必担心 赶紧去找石卡复命 回到燕泉 石卡听闻了那里发生的事也是一阵感慨 他夸奖我们做得好 如数交付了酬金 之后我们便切入正题 聊聊关于铁王座的调查 石卡说 来吧 伊尔坦公爵会亲自见你们 之后带着大家上楼 来到了公爵所在的会客室 博德之门的正题是四人议会制 而伊尔坦大公爵便是其中的一位领导者 参与整个城邦的决策 他也同时是燕泉的最高统帅 这位一头黑发有着黑色眼瞳的大公 也是伊尔明斯特所提到的 城中我们可以信赖的政治领袖 他说道 我很高兴看到你来 虽说我也知晓你们的来意 但是还是要确认一下 你们是否与一个叫做铁王座的商人团体有所牵连 我再次强调自己确信铁王座正在威胁这座城市的安定 伊尔坦慢慢说道 我们之前都错了 我们把铁矿危机和商队遇袭的事都归给了三塔灵会 但实际上三塔灵会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 只是如今我手上没有明确的证据 而博德之门和安姆之间的危机有日益的紧张 铁王座是本城表面上战略资源的依托 因此我不便直接对他们出手 但就我所知 你是铁王座的眼中钉 还有一些私愿要处理 那接下来我就正式委托你们潜入铁王座的总部 看看能否找到他们袭击商队的证据 终于我们的行动得到了城邦官方的支持 不如护却焉得胡子 这正是一探铁王座虚实的机会 来到南部城区 在高高的石墙后的一处坚固堡垒 便是铁王座的总部了 这个组织虽说是以商会起家 但是野心不小 就看它的名字 也知道这商会寄予着更多的权力和暴力相关的力量 看到这气势宏伟的主建筑 也知这组织已经在城里有极神根基 内部装饰也可谓美轮美奂 名贵的银石地板与墙壁 灯罩上都镶嵌了绿宝石 足见他们最近攫取建完各处利益的行为 以颇见成效 首位自然上来盘问我们的来意 但我知道怎么堵住这些见利妄议小人的嘴 只要一百金币 他们就会当我从没来过 打听一下得知铁王座的一些高层正在顶层开会 我们也就沿着楼梯一路上行 在二层我们碰到了一位老练的游侠名为杜拉坦 他虽然是一名铁王座的首位 但似乎并未丧失自己的善良 他叫着我们说 你们小心点 我觉得这里有点不对劲 我看到许多商人从这里上楼 但下来时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 相信我 我在建湾见到过无数的人 我从没有认错我 当然我也突然理解了这是怎么回事 变形怪 之前在七太阳山盟 我们已经见识了这变形怪是如何腾龙换鸟 把整个商货架空 并且关押和强迫领袖枷锁变卖了自家优质资产的 而这里或许正是实施这一阴谋的地方 一个个的商人从这里上楼 他们表面上是与铁王座的高层进行谈判 但实际上他们会被谋杀或者囚禁 而由铁王座所续养的变形怪 变成他们的相貌从楼上下来 回到他们所在的商会 顶替掉原来的人 并且将利益出卖给铁王座 我郑重而又有些神经质地对这位游侠说 或许你是对的 这里正在发生一件极其残忍和恐怖的事 正直的守卫请你记住我的眼睛 如果我回来时我的眼眸变得像水银一样闪亮而又浑浊 请不要犹豫拿出刀将我刺杀 我鼓起勇气心情沉重地继续上楼 我遇到了一位从铁王座的山比亚坟布来到此处的小头目 他以为我们是铁王座的人 别上来问 你知道瑞塔在哪儿吗 我只见到了他的儿子沙洛福克 我也只能吱吱吱吱地说自己并不知情 他也就走开了 但这句话信息量还是挺大的 他让我分清了瑞塔和沙洛福克的高低关系 瑞塔是给达瓦恩发号施令的铁王座高层 沙洛福克或许就是他的儿子 随后一位老太太走上前来说 年轻人请告诉我如何上楼啊 我奉大公爵之命与铁王座有要事商议 我立即从思绪中走出 赶紧劝说她说 无论如何请不要上楼 这是个极其危险的地方 请赶紧离开 但老太太并不在意 她说 不错很有歧视精神 但我只是跟萨东协商铁矿合约 这可是正事 之后她便静止朝楼梯走去 我拦不住她 只能跟在她后面上楼 但到了四楼我并未见到她的踪迹 或许她已经直接朝五楼去了 四楼有位显眼的书记官 我赶紧上去问 你可曾见到一位老太太上去啊 书记官抬眼看了我一下 显然把我们当成了前来拜访铁王座高层的商人 你好 你一定是使者塔尔吧 我是铁王座的助理主济师 接下来 萨东会伴随着六位来自外地的铁王座顾问一起接见你 请上楼吧 从这里是问不住什么了 但整个流程我是摸清了 而且瑞塔跟沙洛福克很可能并不在这里 铁王座的变形怪计划已经执行了很长时间 执行者都已经非常熟练 无需瑞塔的亲自监督 我明白在最高层有一场恶战 而我走到楼梯口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我的眼前似乎一片模糊 而瞬间又变得极为清晰 我看向四周 这个世界刹那之间变得灰暗和寂静 连壁炉中火花的琵琶声都消失了 这里好像就是铁王座的五楼 而我知道我的身体并不在这里 我清晰地记得它就在距离此处不远的四楼 那个书记官的面前 然而眼前的景象极其的触目惊心 我看到了两位牧师 一位法师 还有一位弓箭手正在朝我进攻 弓箭和法术都穿透了我的身体 击中了我身边的队友 朵恩他被从天而降的火焰击中倒地 你拉一个火球术过去 对方却都不动如山 而随后我只感到浑身的灼热 头顶上焰击熟的天火熄来 随后便失去了意识 我也许昏迷了许久 又似乎只是失神了一瞬 之后我便发现自己身处铁王座的四楼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一旁的艾蒙十分担心地看着我 说道 阿茶 你刚才僵硬在这里 眼神出神 怎么都叫不动 我还以为你是中了魅惑系的法术 我向前一看 这正是前往五楼的楼梯 回想一下 我突然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曾在主宝最深奥的法术书中 见到关于这项神术的记载 我刚才其实是施展了一个特殊的神术 未来士 这是有一位在费轮最为隐秘的神灵 也就是塞沃劳德之神所赐予的 我刚才的施神 其实正是在对未来进行观测的行为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就这么上楼 随后就会面临一场大战 而我的结局就是会死在这一发强大的焰击树之下 我感恩赛沃劳德之神对我的怜悯 祂让我不会鲁莽上前葬身火海 但是这一神术的利用 我还远未达到炉火纯青的级别 不知神之眷顾我还将持续多久 但看接下来这一战的关键 就是撑过对方的高伤害火焰法术了 我迅速地思考对策 高里宝好像有防火药术来 但是距离此处太远 我们身上防火的装备准备相当不足 尼拉也没有抄写过相关法术 但我仔细想了一下 牧师的三环神术中有防火火焰的魔法 而维康尼亚又刚好能释放到三级神术 虽说只有两个法术位 但给我放的前排增加防火火焰之后 吸引掉对手的攻击应当是绰绰有余了 防火火焰魔法不仅会防止伤害 还会大概率的吸收以恢复生命 休息一战后 维康尼亚为我和多恩释放了防火火焰 并且使用赞美术增强了团队战斗力之后 大家鼓起勇气上楼去直面铁王座的领袖们 果然楼上聚集了一系列来自各个地区的铁王座的小首领 而为首的扎里马判问我是谁 我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查内姆莱方 扎里马迅速提见说 查内姆 你就是沙洛福克的敌人 既然都被你找上门了 我们必须再次把你消灭 领死吧 而之前上来的那位商人使者塔尔 果然已经被他们处理掉 并替换成了变形怪 这变形怪也向我们扑了过来 一瞬间 我听到敌方的法师和牧师的吟唱声不绝于耳 我们并无把握与他们硬碰硬 于是我带领队伍迅速地回退到了四楼 敌人前方的几位弓箭手牧师和变形怪迅速地跟了过来 但是后方的法师却并未跟进 于是我们利用了这种方式分散了对手的战力 被晋身之后的牧师是绝对经不起我熟练武器记忆考验的 在同伴控制魔法的狂轰滥炸之下 跟下来的人都迅速地被我们消灭 但我窥视了一下五楼 敌方的法师依然排成一排 并且还利用隐形术增强了自身的各种豁免能力 但这里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冲上前去 好在敌方释放的燕姬术被上了防护魔法的多恩所吸收 而我则迅速安排于大部队散开的拉萨德吸引了敌方的困惑术 没有让更多的队友遭受牵连 我和其他同伴都还保留了最强的战斗力 之前的准备都没有白费 在我五十刀熟练的砍杀之下 敌方法师无所断行 最后被多恩一剑砍倒在地 所有的法师和牧师倒地后 敌方只剩下强大的战士 但维康尼亚接连两个命死树 死死地控制住了他的所有行动 随着战士轰然倒地 敌方六人 加上化身成为塔尔的变形怪 就都被我们消灭干净 提王座中一时间腥风血雨 但我知道他们绝不无辜 被这些人谋害的商人不计其数 他们是剑弯动荡的罪魁祸首 我绝不会允许让他们继续祸害时间 整理善理品 我发现这里其实并没有瑞塔或者沙洛福克的踪迹 甚至之前传闻的在此处的萨东都没有在其中 但随着艾蒙将屋内所有门锁都打开 我们终于在一个侧庭内见到了萨东 与瑞塔和沙洛福克那些战斗力极强的手下比起来 萨东还真是一位儒家包换的商人 除了经商之外似乎身无常计 他只是颤抖着想让我们放过他 并且毫不犹豫地出卖了瑞塔和沙洛福克如今的位置 而这个位置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主宝 萨东颤抖着说 商会的最高领导者是我布罗诺斯和瑞塔 但他们现在在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们在主宝还来自南方的那些赞助者讨论事情 最后他求我说 请别伤害我 你知道的 真正做事的是瑞塔他们 我只是一开始的合伙人 我早就想退出了 我考虑到铁王座一开始确实只是个认真经商的商会而已 一定是其中突然发生了什么变故才变成了这样 沙洛福克的手下看来也都十分排挤萨东 于是我便将他放了 如果之后侦查出了他的罪孽 像他这样出名的人也断然无处可藏 在内部会议室中我们还发现了几封书信 而其中的说法也与萨东的言论吻合 其中一封信是由塔斯寄给瑞塔 约好要在珠宝中会面的 而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中立的地区 也是为了防止三塔灵会和树金手联盟等组织出手干预 而第二封信则是沙洛福克寄给瑞塔的 果不其然 沙洛福克称呼瑞塔为父亲大人 但这封信的内容令人匪夷所思 沙洛福克说道 父亲大人 查内姆斯特莱夫和那些佣兵不会再来打扰我们 我亲自解决了他们 如你所料 他们就是三塔灵会的奸细 我恐怕不能出席主宝的会议了 冷血帮和黑爪兵团之间出了矛盾 我需要去调停一下 这封信并未让我愤怒 只是让我心中充满疑惑 我们并未和这个叫沙洛福克的家伙碰面 为什么他在报告中会说我们已经死了呢 把一切推给三塔灵会一直以来是他们重要的手段 这不必说 但冷血帮和黑爪兵团都已经全灭很久了 他又要去哪里做着虚空的调停 作为瑞塔的儿子却逃避参加在主宝的重要会议 这个沙洛福克或许和铁王座高层也并非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于是接下来我尤其只有一个目标 那便是重回主宝 找到瑞塔本人 并问清楚他为何要不断派人追杀 如果他和父亲的死直接相关 我也绝不会饶过他 离开血雨腥风的大楼返回燕泉 我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伊尔坦大公 公爵沉思了许久说 铁王座内部的确在做丧尽天良之事 感谢你能把那些凶手都消灭掉 但我们还不能放过瑞塔 接下来我希望你们前去主宝 我知道你需要捐献一本独一无二的文献才能进入其中 伊尔坦大公翻了翻书架 从中抽出一本书递给我说 这本你拿去 它将是你们的通行证 我写过书看了一下 书名叫做《耐色之卷》的历史 其中的文字我用任何方法都无法解读 想必这是公爵冒陷生涯中偶然所得的宝物 我好好说下后辞别 而公爵也派遣了手下宴权的部队 用马车将我们载到了珠宝附近 由于是秘密行动 我们在贝尔狗斯特便下了车 之后一路向西 终于在剿灭了铁王座之后第三天的黎明 赶到了珠宝附近 希望瑞塔等人的商谈还未结束 无论如何 重回珠宝总是一件让我百感焦急之事 我曾想过 未来会有一天复仇归来 看看格利安曾经的居所 并祭奠他的灵魂 但我没有想到会在这种情势之下回来 珠宝一如既往的平和 无论是港湾中的海水 还是晴空中的白云 都宁静如初 仿佛这里的岁月一样永恒 但只有我知道 有邪恶潜入了其中 门口的守卫自然认识我 但是如果不能捐献图书 体面无私的他也不会放行 检查了奈瑟之卷的历史后 他表明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文献 由此便让我们通过了 这里一草一木中 都有我童年的影子 每一个看着我长大的守卫 见我归来也都脱帽制衣 在军营中我见到了帕达 在我成长时他曾如此关切我的健康 而此时他却神情慌张 表明主堡中可能已经有邪恶侵入 如同蔓延的毒素一般 正从中央堡垒中向外扩散 门外的霍尔告诉我说 在我走后他们发现了格利安的尸体 随后将它带回了主堡安葬 我对此深表感激 这也了却了我之前的一个心结 酒馆的老文一如既往的热情 他看到我和艾蒙都回来了 也是极为开心 拿出了店里上好的美酒 想要招待我们 但我们此行不便饮酒 虽然艾蒙与养父说不了几句话 但老文也理解我们此行要事在身 祝我们好运 进入中央城堡前 我还遇到了一位名为凯德利的蓝袍法师 他也是主堡的访客 并且是格利安的好友 在他这里我了解了一些养父的往事 包括他当年曾经在竖琴手联盟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 但这些他都从未对我提起 格利安是想让我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庭院里我们还遇到了哈鲁阿的法师菲利蒂 他的腿病已经好了许多 除了阅读以外也可以各处散步了 与诸多熟人去救之后 我便推开了中央城堡的大门 这里就是主堡的主体 一座修建得像城堡一样巨大的图书馆 我很小便学会了在其中不可随意地奔跑打闹 学会了尊重来自异国他乡到此求之的客人 然而与我曾经以赤子之心所经历的年代不同 此时的庄严肃穆中透露着三分邪气 我旧时的一位导师凯伦告诉我说 铁王座确实派人进驻到了此地 而且依然在中央城堡停留 他对瑞塔等人印象不深 但是却对一位新来的访客 一个叫做克弗洛莎的家伙 印象非常深刻 此人居然能够闭着眼睛 吟诵先知阿兰多的预言 而这先知的语句从他口中说出时令人恐惧 我毕严明想 这阿兰多预言的内容我其实听到过的 那便是老格利安出世的那一天 有几位朗读者曾经在庭院中吟诵的预言内容 巨龙在大地游荡 当冲突席卷山谷 北方的巨大蜥蜴带着烈火与愤怒降临 东方像蝗虫一样的瘟疫也将席卷而来 而朗读者所提到的预言的最后一句是这样的 谋杀之主即将灭亡 但他在厄运中孕育出大量凡人的后代 他们的命运终将汇聚于混沌之中 我赶忙遵循凯伦的指示 翻找克弗洛莎曾经打开的卷轴 纸件上面写着 杀戮之王的子嗣注定要在悲剧和血腥中继承他的力量 我遇见巴尔的子嗣们将会彼此刀剑相向互相屠杀 而他们的杀戮将为剑湾带来恐怖的腥风血雨 其中一个击败其他子嗣继承父亲力量的继承者 将会改变剑湾数百年的历史 这正是最后一则预言的解释 我听说过关于杀戮之王巴尔的传说 巴尔本是一名凡人刺客 而他和他的两位同伴来到灰色荒野获得了神力 但不久后随着动荡之年和神之浩劫的到来 他也和众神一同销声匿迹 而如为预言所说为真 说明杀戮之王巴尔在离开之前曾经创造了大量自己的子嗣 这些子嗣之间的互相残杀 或许正是剑湾这些年动荡的真正原因 毕竟最后胜利者将获得巴尔之神的神力 为了这最终的这顶王冠 谁又知道这些巴尔之子都会做出如何丧尽天良之事 我现在对这场战争还不能真正理解 看来我应当会一会这位克弗洛沙 询问他为何会对阿兰多的预言感兴趣 之后我遇到了希尔当和亚索两位老师 他们可以说是看着我从压压学语成长成为如今冒险者的 性格开朗豪爽的老师们遇到我后 也都各自大叹起我的童年趣事 其中不乏有许多让我尴尬至极的经典片段 被他们乐此不疲地反复提及 尽管于如今的局势格格不入 但听了他们谈论往事 多少让我紧张的心情有了不少的平复 楼上老朋友班达里斯再次提到了克弗洛沙 他说那些商人和克弗洛沙是同时来到此处的 但是互相之间好像并无联系 我询问他哪里能找到这位所谓的克弗洛沙僧侣 他指向了读者席说 瞧他就在那里 一直盯着你看的就是 我这才注意到他 他就在读者席中 用冷静的眼神盯着我 他冷静的不像人类 他相当高大魁梧 但手握着舒适 眼神中又显现出超人的智慧 看到我们注意到了他 他也就走了过来 向我打招呼说 我知道你在寻找真相 和我一样 我叫克弗洛沙 以前为你的父亲工作 他的脸十分扭曲 总觉得是使用了易容的技巧或者魔法 我心中起疑 顺着他的话询问说 可惜不知父亲是如何惨死的 克弗洛沙说道 当时你也在场 你全都看见了 一个武装者 两个食人魔 还有一个女人 格里安的魔法对他们毫无作用 对了 我知道你像个懦夫一样逃掉了 杀死你父亲的 正是铁王座的人 现在好 铁王座的人就在楼上 你复仇的机会 来了 我察觉到他的知识丰富的令人生疑 便迅速地问他 克弗洛沙 我当时确实在场 但对于养父战死的那场战役 我甚至不如你了解得多 告诉我 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克弗洛沙只是狡诈一笑 你没必要知道 只需要相信我 快去找铁王做复仇 让格里安的灵魂安息 说完他就离开上楼了 我越是回想 越觉得不对劲 此人形式过于诡异 而且他的名字 不是哪里有些熟悉 尼拉突然叫道 克弗洛沙 克弗洛 这不正是倒过来写吗 居然会有人用如此愚蠢的假名 我突然反应过来 确实如此 难道刚才那人便是塔佐克和穆拉的上级 铁王座的那个小头目 铁王座首领瑞塔的儿子沙洛福克 如果是他的话 他为什么会想让我对铁王座向他的父亲复仇呢 而且他又为何对格里安的死如此熟悉 待我想找他问个清楚时 此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带着这一肚子疑问 我们继续向楼上前进 而三楼正是铁王座众人聚集的地方 但此刻我觉得绝非打草惊蛇使 那克弗洛沙或者是沙洛福克的目的 就是想假借我的手做掉铁王座的人 不管他真正盘算的阴谋是什么 我希望能尽量多调查清楚一些事实 而不是鲁莽出手酿成大错 于是在瑞塔和南方商队开会的会议室前 我只是简单的与他打个招呼也离开了 我知道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 但在主宝这样一个中立的地方 并不是动手的好时机 同时我也为了了解更多的真相 也想向更高层进发 希望能寻找到消失的克弗洛沙 在四层我遇到了西斯塔 他本来也是一位来自远方的读者 一位老熟人 但是与他对话时 我感受到了极强的违和感 他居然并不认识我 同时还说自己已经在此生活多年 这明显是在撒谎 如果生活多年他绝不可能不认识我 我一眼辨别出 这眼眸如同水银的家伙是变形怪 于是我不客气地说 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 你现出原形吧 如我所料 这愤怒的变形怪无法维持魔力 显示出了张牙舞爪的原形 在我们数人的围攻之下 当然很快就得胜了 但这件事提醒了我 变形怪既然已经渗透到了中央堡垒之内 想来之后 我碰到的任何熟悉的面孔 都有可能是变形怪 一定要小心 到了五楼 我遇到了格利安的好友皮耶多 他告诉我大家一直封存着格利安的老房间 其中的物品分毫未动 等待着我回来取 赶紧来到他的房间中 我期望能在这里找到老格利安留下的线索 果然我找到了他留下的一封长信 而信中的内容让我目瞪口呆 查内姆 你好 你能读到这封信 证明我已死于非命 如你所知 我并不是你的生父 而和你有血缘关系的 是一个名为巴尔的存在 巴尔这个生命体拥有神格 在动荡年代之中 诸神逐渐消失 巴尔也被迫化为肉身 面临死亡的终局 然而巴尔在死亡前 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在几乎每一个种族中 都寻找到了许多雌性 并强迫于他们发生关系 而不幸的是 你的母亲正是其中之一啊 在他生你的时候 便痛苦地去世了 我和你的母亲曾是好友 同时也是互相倾慕的恋人 在这一变故后 我自觉有义务收养你 并像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 养大成人 我知道你是个特别的孩子 如果你能好好利用我们庞大的图书馆 我相信你能找到阿兰多的许多预言 并逐渐参透这巴尔子嗣在预言中的地位 众多子嗣互相残杀 最后剩下的会继承巴尔的神力 而在这子嗣中 有一个自称沙洛夫克的男人最为危险 他曾在主宝进行多年研究 也对你的身世背景撩如智掌 这之后会如何 我也并不知晓 毕竟属于你的命运 就只能由你自己把握 读完了养父这封信 解决了我心头许多疑问 原来是这样 之所以我从未听说过关于生父的故事 是因为我的生父 便是那个名为巴尔的杀戮之神 他失去神格之后 利用各个种族的雌性 创造了大量的子嗣 并通过某种协议 想要自己的神力传给 那个在竞争之中取胜的孩子 而沙洛夫克也是这众多子嗣的一个 与格利安和我的关系相同 铁王座的瑞塔是那个人的养父 但不同的养父确实在养育过程中灌输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性格 我被竖琴手联盟所影响坚定着对善良的信念 而他则在奸商们狡诈的勾心斗角中耳濡目染成了邪恶的信徒 而许多其他的事情也都说通了 身为铁王座的一员 他公报私仇 他利用赏金以及铁王座旗下的杀手不断地去暗杀各处其他的巴尔子嗣 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预言 在他看来 我是与他争夺巴尔遗产的兄弟 若不及早消灭便会一患无穷 由此也可以推出他就是那个害了格利安的元凶 那个武装者 除了他以外 没有人能说出交出那个孩子这句话 也没有人会对一个在城堡之中秘密生存了几十年的我 有如此的深仇大恨 一切的真相都已经捏在我的手中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图书馆内突然传出一阵骚动 有人大喊大叫说瑞塔和布鲁诺斯死了 我心中一惊 什么 刚才我还看他们在会议室中开会 这是主宝的大量的守卫朝我走过来说 站住 你就是查内姆斯特莱夫 有人目击你们是最后进入铁王座杀人会议室的 是你杀了他们 同时我们还接到了博德之门的消息 铁王座总部的萨东也死了 而你也是最后进入铁王座总部的冒险者 因为指控谋杀罪 现在我命令你们立即放下武器投降 我和同伴们都震惊了 我清楚这三人绝非我们所杀 有人蓄意谋害我们并且成功了 毫无疑问 此人正是沙洛福克 他挑拨我和铁王座的关系 并且鼓励我在主宝将瑞塔杀死 就是为了引诱我触犯法律 接受刑法 尽管我并未上当 甚至我连萨东都放走了 但他却又实施了其他的计谋 暗杀了自己的养父瑞塔和他的手下 并将这一切都嫁祸到了我的头上 我叹服自己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在谋略上的过人智慧 又一次的我败给他了 在主宝中我绝对不敢违逆守卫的命令 现在我们都一同被关押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里了 但我明白 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重回主宝让我理解了那个狡诈而残忍的兄长沙洛福克的一切所作所为的因果和逻辑 如今的深陷围域并不可怕 我深信未来的陈渊昭雪 我真是现在一切历练的机会 他们是我看不见的财富 在见到沙洛福克之前 我会永无止境地变墙 地牢却是暗无天日 而我则正如在黑暗房间中灼洗衣物的从者 我永远都不知道这衣服到底洗干净了没有 而我能做的就只有不停地清洗它 只为了将来面对阳光时 心中能够无怨无悔 蒙受了不白之冤 我们被守卫关押进了珠宝的地牢 而那位真正的犯人沙洛福克则逍遥发外 期间会有一些老熟人来看我 顺便表达一下对我的惋惜 他们也居然都相信了提王座和沙洛福克的说法 也就是我们这些人 是搅乱见弯局势的元凶 甚至连主宝的最高领袖文卷守护者乌朗 也相信了这些残言 但是他们唯一的证据 也只是所谓的目击者 克弗洛莎的正言罢了 我询问他还有没有其他证据 乌朗也只是说 这是自然的推测 我们认为你和你的朋友是安姆来的刺客 为了安姆的入侵做了蝴蝶 接下来你们会被送往波德之门接受审判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我一直身居在珠宝 如今却成了安姆的间谍 乌朗这是老糊涂了吗 但之后前来的首席读者泰斯托里尔让我相信 珠宝并未堕落 他们只是被铁王做迷惑了 泰文看着我长大 他并不相信我会做出这种事 而是坚信我是被诬告的 我很少见到这位慈祥的老者有如此认真的表情 他表示之后会将我们直接传送到珠宝的地下墓穴的秘密房间 让我们从那里逃出来 终于我们有了再次重见天日的希望 珠宝的地下墓地是一处极为隐秘的地方 传说中先知阿兰多正埋藏在此处 而此刻墓穴居然已经被变形怪占领 先是被假扮作菲利地亚的变形怪袭击 后来我们又先后遇到加扮成霍尔帕达等人的变形怪 但经历了博德之门七太阳生猛的惨案 我们多少在情感的切割下产生了一些免疫力 这些可恶的家伙变成我们熟悉的人 反倒是增加了我的恨意 杀掉他们也不会让我产生任何的负罪感 在阿兰多的墓穴中有一些属于先知的陪葬品 这些我分毫未动 而隔壁居然有一个堆满了尸山血海的房间 我听说曾经的珠宝也是四战之地 许多人寄予阿兰多与珠宝的遗产 各怀鬼胎的来到此处 但都被强大的法术殲灭 我在这里找到了一把火焰法杖 其中有十几发火球术的充能 想必能成为涅拉的大杀器 在出口附近 我们遇到了变形成为伊尔明斯特的变形怪 而他的身边居然是葛利安 我虽甚知他是变形怪所幻化 但再次见到他的样貌 我依然止不住双眼的泪水 没有人能亵渎老葛利安 我无限的怒火灌进了手中这把长刀中 心中毫无犹豫地刺穿了他的身体 变形成伊尔明斯特的大变形怪居然是会魔法的 他施展了加速术和静影术便向我们冲了过来 他挥舞力爪的速度甚至生出了残影 好在维康尼亚的命死术幸运地命中了他的真身 我们才得以轻易地将他击败 自从出主堡以后 我从未像现在一样想念他 想念我的养父 与大变形怪的战斗让大家精疲力竭 我靠着地牢的墙壁休息了一会儿 而也正是这次自省非省的睡眠中我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回忆闪现 我似乎变成了主堡的那个孩子 而父亲和文卷守护者有个重要的会议 似乎是要讨论与我有关的事 不久后我听到屋内有吼叫的声音似乎二人正在为了我而争执 还是一个孩子的我对此并不感兴趣 我只是注视着喷泉的水流 一只乌鸦停在上方 它凝视我的目光令人恐惧 随后乌朗从门中冲出来说 好吧你们都可以留在这儿 但这个孩子终将成为你的死神 回忆再次闪现 格里安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那只乌鸦也已经飞走 而我看着水面自己的倒影 发现我的眼神已经与那只乌鸦无异 这倒影突然开始说话了 有其父必有其子 听到这句话我大叫一声从梦中惊喜 同伴们也纷纷上来关心我 而我也突然意识到 这之前我所获得的所有的神力 或许都和我血缘上的父亲 也就是巴尔有关 作为他的血脉 随着这世上剩余的巴尔子嗣的减少 我也越来越能体会到自己力量的增加 不知如果最后真的只剩下一人 会发生什么事 这次我获得了胜利降临的法术 他能在一段时间内增强我的力量体质和敏捷 是相当实用的战斗法术 而我也大概理解了文卷守护者为何一开始就看我不顺眼 他从格里安处知道了我的身世 而且也一直都把他的好友格里安的死因归到我的身上 这次他也毫不怀疑地相信了杀戮福克 因为我的体内流淌着杀戮之王的血 但乌朗也有盲点 那便是他所相信的杀戮福克 这些佣兵自然就毫不客气地发动攻击 这里最为棘手的是两名弓箭手 在他们的压制下我方难以靠近 我决定喝下一瓶英雄药水 开启了胜利降临之后便迅速地冲了上去 我明显感受到自己辨别箭制的能力得到了大幅的增强 即便中箭也几乎毫无感觉 在敏捷的闪躲下我不仅吸引了大部分的火力 而且迅速地近身封住了敌方弓箭手的行动 接着尼拉用木芒、维康尼亚用命死术控制住了对手 多恩和拉萨德则牵住住强壮的矮人战士 魔法飞弹和寒霜法杖的打断之下 敌方的法师也毫无施展余地 很快这对佣兵便被我们制服了 在出口附近还有最后一位来自接应的佣兵 他把我们认作是之前的那一拨人 在他这里我也问清楚了一些事 因为其他的铁王座首领已经遇害 于是沙洛夫克现在成了铁王座的首领 博德之门也正等着我被押解过去 接受审判和死刑 但在这之前 我已经想好了我的规划是继续冒险 那个武装者也就是我的兄长沙洛夫克的实力 现在还远不是我能匹敌的 既然已经暂时的脱离危机 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潜伏 收集资源锻造武器增强我的力量 以完全的准备面对复仇的使命 来到贝尔古斯特 这里和隔壁的高礼堡依然为我们敞开怀抱 老法师泰兰提尔和被我们救下的梅里坎 多少听说了宴权通缉我们的事 但他们都表示会支持我们的冒险之旅 贝尔古斯特的军官也感激我们对强盗的青角 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于是对我们来说 危险处业就只有博德之门的厌权 从友善之弊向南对我来说都是安全的 只是我没有想到 接下来我所经历的这一段冒险 在那座危机四伏充满阴谋的岛屿之上 和险向环深惊心动魄的巨大地城中 所经历的非凡旅程 让我真正成长成为了老练的冒险者 拥有了面对一切都无所畏惧的信心 事情的开端要说到乌格斯湖渣这处神秘的村落 在贝尔古斯特听说了此处可能暗藏一些秘密之后 我与同伴便沿着冲洒和上诉 来到了这处村落 此处原本是个一山傍河的小山村 和平的避难所 但最近的许多传闻比如古老邪教的兴起 传说中的杀人怪物的游弹等等 让这里蒙上了神秘色彩 许多冒险者前来探究 但结局往往是无功而返 四处打听就能接到许多冒险者任务 来到酒馆 一位名为霍根的矮人 希望我们去杜拉格之塔寻找他祖父的匕首 来自深水城的瑟瑞拉告诉我们 他的儿子道尔顿冒险之时也在杜拉格塔失踪了 这两件事都要我们前去一个叫杜拉格之塔的地方 而另外有一名叫曼达斯的学者 则想让我们调查一个岛屿上的沉船 这些事我都记在心中 村子广场之中最显眼的便是一位名为山达拉的法师 他希望我们能前去一个地方帮他拿出自己的斗篷 这件事相比之下看起来最为轻松 我答应以后他便给了我们一块结结石 作为从那里脱出石所用的道具 最后将我们六人直接传送到了一处看起来非常偏僻的岛屿上 刚被传送过来我就觉得自己是受骗了 我大概判断了岛屿的方位 四周的海面几乎全部的结冰 岩石也终年被雪覆盖 可见这里是位于费伦极地的一处荒芜岛屿 山达拉显然有远超我们的力量 它居然能让我们群体传送到如此偏远之地 但为何他自己不来取斗篷 却偏要抓一对冒险者过来呢 看来此处一定埋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既然已经上了贼船下不来 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进 这道雨虽说不大 但我总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犀利 再将我拉向地面 魔法力量更为强大的涅拉对此感觉更加明显 进入前面洞窟 我发现这里并非是天然洞窟 而是一处人造的地下城 一处冰凤的监狱 这里的东狼和北极熊 与剑湾相比更加的熏暴和敏捷 稍不注意便会葬身于群狼的尖牙立招之下 小心地在冰狱中前进 我们寻找着那个丢失的斗篷 而在这路上我们居然碰到了几位法师 难以置信 这冰冷的地下世界居然还有活人生存 为首的人察觉到我们 立即警觉地询问说 你是怎么来到这儿呢 他倒是抢了我的台词 我解释说 我是一个叫做山达拉的法师 委托来此取他的斗篷的 这名为爱德里斯的法师 立即气愤地说 山达拉野藏被困在这里 但后来他成功地逃掉了 这座岛会捕捉各种魔法力量将他吸引过来 尤其是施展传送术的法师 往往无法抵抗这强大的磁力 会被从天上扯下来困在这儿 根据我的知识 此处位于艾布尔托瑞尔的无尽之海的深处 想用魔法逃离是不可能的 会说山达拉那家伙是不是告诉了你怎么从这儿逃出去 我注意到法师们显然长期被困在此 精神上已经有了一些问题 我提到山达拉说只要拿到他的斗篷便会送我们回去 这几位法师突然气急败坏 显然我们有机会逃出去这件事 燃起了他们的极恨之火 爱德里斯说 不 不 你们都要死在这儿 只要我出不去就没人可以出去 还没等我解释 这些人便立即开始吟唱咒语 在静影术和法术偏转的保护下 我知道这几人绝非我们能速胜的 我们赶紧从狭窄走廊退回到之前所在的小厅之中 而爱德里斯居然也直接传送了过来 他自以为可以凭借法术肆意妄为 与他的同伴分隔开来 但却没能躲过我的一道伤害 导致他在释放了一个困惑术之后 紧接着的火球术被我打断 爱德里斯见识不妙再次施展任一门脱离 而我自安排对魔法抵抗能力极强的卓尔精灵维康尼亚 去吸引了对手另一个恐惧术的同时 让多恩用二级的魔法剑 拉萨德用日魂射线同时瞄准了爱德里斯 利用了对手的轻敌和疏忽 迅速的结果了他的信 爱德里斯死后 其余二人缺乏了静影术的庇护 已经没有了施法的资本 很快就被我们料理了 战斗以后我也发现了爱德里斯的日志 作为一名高贵的法师 他在这里的生活可谓无比艰辛 卷轴和书本都被拿去烧火了 他甚至还要用东郎和熊的粪便生活 用海豹的脂肪取暖 他强大的法力在此毫无用武之地 这不如意的法师极衡那些能依靠某种方式从岛上脱离的人 而这种嫉妒也最终让他命丧于此 这个岛屿看来确实有某种神奇的力量 此场专门捕捉那些施展传送术的法师 这内部不知还有多少像爱德里斯一样不幸的家伙 之后的行径恐怕都要小心了 果不其然 前方不远处又是一位被困此处多时的法师丘克尔 没说几句话他就开始吟唱法术向我们袭来 但没有静影术和法力护甲保护的法师在我们的乱刀之下就是待在羔羊 即便他尝试用传送转移也被我们提前探测了位置 涅拉迅速跟上一记强钻剑将他杀死 而在他的身上我发现了一根瘫痪法杖 这法杖也有很大的概率向对手施加震慑的效果 即便对等级很高的对手都有一定的用处 涅拉手中这些储能的魔杖资源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了 另一位名为盖伦的法师同样借助静影术和四只绝地虫的掩护向我们袭来 这些高贵的学者在冰域之中一个个沦为如毛饮穴的野人 这落差一定是很大的 心智也不会维持健康 我一马当先的吸引了绝地虫的远程攻击 在我如今的防御能力下他们的攻击如同隔靴搔痒 我所要做的就是尽量不让他们伤害到队友中的施法者 而在涅拉的寒霜和维康尼亚的天火轮番攻击下 盖伦也迅速地倒地 最深处我终于找到了山达拉所描述的那个斗篷 而这斗篷由一位强大的法师笛子凯尔所把战 这里我也了解到山达拉他之所以能从这里逃出来 是把自己全身上下的魔法用品全都丢掉才得以妥生 否则带着这些魔力极强的宝贝结果就只有被吸入深渊 而脱身以后他在外部设置了结界石 才有机会寻找魔力比他弱的多的冒险者 也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把他的东西拿回来 但是笛子凯尔并不同意将斗篷归还 他甚至还想抢走我们的结界石代替我们返回交任务 花不投机在多恩的弓箭将他的先手打断以后 我们迅速跟上三下五除二将的处理 他的身上也有一本日志 原来他每天都在同一张羊皮纸上写诗 以及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 第二天再把他们擦掉 以此来度过极寒严冬之下的漫漫长夜 实际上他本也有机会丢掉全身的物品之后脱身 但信仰魔法的他认为 由密斯特拉索赐予他的魔力和尊严 要远胜自己的自由 最终还是被这兵域无限制的困住了 无论如何我们释放了这个可怜人的灵魂 对他来说或许也是一种解脱 原路返回之后 山达拉果然如约地将我们利用解解石传送了回来 法师看到我们的返回面带笑意地说 很好你们安全返回了 那个地方会困住许多由施展传送术穿越无尽之海的法师 实际上法师们只要丢掉自己的魔力和魔法物品就很容易返回 但是贪婪和对魔法的无尽崇拜让许多人一误了最好的时机 法术修行虽说重要 但失去了自由 再强的法术也不过是仅一夜行罢了 之后山达拉施展传送术离去 这段离奇的极力冒险也就此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打算完成学者曼达斯给出的冒险任务 他提到说博德之门的刑商联盟在西方的一处小岛上发现了一艘搁浅的破船 水手们传言说这艘船来自当年的英雄航海家博德安 而它的名字正是博德之门的来历 传说它的船上有无数的宝藏 还有一些关于博德安命运的秘密隐藏其中 作为历史学者的曼达斯 对那些宝藏号称是并无兴趣的 他最想知道的是博德安船队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位伟大航海家所谓的最后之旅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也被他的描述成功地勾起了好奇 而这第一件事就是阻止这些刑商联盟的家伙 继续派遣大部队去挖掘那艘船 这些间切眼开的商人只关心宝藏 恐怕会毁掉了船长日志 或是要将他卖个好价钱 所以我们首先前去行商联盟总部将航海图拿出来 如此也能确定小岛的具体位置 与曼达斯聊得十分投机一拍即合 尽管博德之门中有许多追捕我们的艳群士兵 但只要稍加绕路和躲避 绕开他们也十分容易 来到城中东北的一处正在修缮的建筑 这里正是行商联盟总部的所在地 由于之前发现了博德安的沉船 此时商会决定暂时关闭 全力准备这次庞大的航行计划 我们混进了来来往往的商人中上楼 正巧我们遇到了准备出发的凯瑞斯船长 这船长浑身的酒气 见到我们也一指气使地 要让我们去脸红美人鱼酒馆买一壶烈酒 海图一定就在他的手上 我决定放长线吊大鱼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为了买这壶酒我们也是苦不开言 不仅要付酒钱 还帮忙把船长之前欠下的900金币的债务全都给结了 但好在船长也信任了我们 待他一杯烈酒下肚 我们也终于说服了这神志不清的船长 将他的海图交给我保管 成功得到海图后 我一刻不停地便离开了行商联盟 我能想象这些大张旗鼓准备航海的艰商们 发现这最大的秘密居然如此轻易就被我盗走 一定还整气得直跺脚 回到乌格斯湖渣的曼达斯这里 他也早已准备好船只 我们刚到便直接上船出海 去追寻这传奇航海家博德安的踪迹了 宝剑海风平浪静 航行顺利 不久便到达距离界湾海岸数百里外的外海之中 一片平静下 这些原本走贸易路线的水手 倒是有那么一点怨气 他们从未到达过无尽之阳的深处 也都常常地聊起各种的异文怪谈 排解心中的焦虑 然而有一天 暴风雨毫无征兆地袭击了我们的船只 本来还显得坚固的船 在这巨浪之下是如此的岌岌可危 尽管船员们相当英勇了 但是在主维杆断裂之后 大家知道一切都完了 船身碎裂之时 我和同伴们都死死地抓住了一块巨大的木板 循着在黑暗中闪耀的一处光源滑过去 终于第二天早晨 我们在一处沙滩上醒来 我自然不确定这是否就是目的地 但根据之前海图上的记载和我们的行程进行对照 此处距离博德安的沉船处应该不会太远 我们全身上下被海水浸泡了很久 略驾休息 我们生火清洗晾干衣物 随后我看到一个小女孩 怯生生地在远处看着我们 这里居然是有居民的 这也极大的增强了大家的事情 有人居住 说明至少我们性命无忧 小女孩走上前来说 这里极少有人来 即便是来了也并不属于这里 我询问村落所在的位置 她告诉我们沿着路走便是 可以先去见村里的首领凯莎斯 问问她是否可以再次居住 沿着沙滩上若隐若现的小路 我们来到了这处规模不算太大的村庄 这里的村民看到我们这些外来者都并不友善 只是简单告诉我们去见首领凯莎斯 他们的长相与见弯人其实并无太多的区别 但许多人却都喜欢强调这么一句话 你们不属于这里 既然篱下我们也只能循着指示 找到了首领凯莎斯 凯莎斯是一位看上去十分温柔的女性牧师 也是村子的实际领导者 她对待我们倒是比较客气 外乡人我们欢迎你 但是请你不要伤害我们 我们已经理解了你的来意 其实我们和你一样 我们祖上的一代人当年发生了船难 漂泊至此 但岛屿被风暴环绕 我们也就只能在这里一直生存至今了 我听到船难眼前一亮 难道说我们已经误讨误撞地来到了博德安船难的岛屿 于是我赶紧询问 我们正式前来调查那个古老船海的 当初驾驶那艘船的是不是博德安船长 没想到凯莎斯却疑惑地摇摇头说 不 我们不认识博德安 也不知道曼达斯是谁 见我们失望的神情 凯莎斯继续说 不过你们如果想离开也不是没有办法 我们也确实一直在尝试造船 但是我们的进度被北方那些一直侵袭我们的野兽给阻碍了 如果你们能帮我们除掉那些野兽 就能加快造船的进度 从而一起和族人们离开 那些野兽就住在北方的沉船中 没办法 虽然这里看似并非博德安的沉船处 但至少我们得想办法回去 于是我答应了他的请求 辞别了这位温柔的岛屿女性领袖 我们向北方那些所谓人狼的巢穴前进 居民们听说我要前去剿灭人狼 也都一改之前艾达布里的脸色 纷纷向我表示感谢 一位名为马拉丽的母亲 想让我去找寻她被抓走的孩子 名为迪兰尼的少女 想让我找回代表着村落历史的斗篷 农夫想让我为她的妻子复仇 甚至还有孩子想找回她丢在那里的布娃娃 这些要求我都先一并接受下来 我们这种冒险者既然站了出来 在一般民众的眼里便是英雄一般的存在 能力越大 责任自然也就越大了 不过我在镇子南方遇到了一个人 他的说法与村长凯莎斯倒是有所不同 此人名为伊福特 是村南的渔夫 他也拜托我们去寻找他失踪的兄弟伊凡 但随后他说岛北方的沉船的确是属于博德安的 而博德安正是他的祖父 可是村长为何说他并不知情呢 罢了 也许是他记错了吧 如果那艘船便是博德安的沉船 至少我们前去那边又有了更多理由 而整个村落的西南有一个名为塔龙的家伙 他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村长故意隐瞒的事情 这位塔龙与我们的遭遇简直如出一辙 作为安母的水手出海以后 他在一次航海之中遭遇了大章鱼的袭击 被冲到了此处 本来这里的村人也并不接受他 但他依靠教授村民捕鱼 耕种和造船的技术 硬是融入了其中 我询问他是否清楚这博德安的事 他思索一下说 我在想这里的人正是博德安和他船员的后裔 但博德安和他的导航员德拉迪尔在一次战斗中失踪了 其他的船员缺乏导航和海图无法出海 但随后我来到了这里 不瞒你说 我也是有造船经验的老水手了 我指导了渔民造了一艘小船 并估测了岛屿的大概位置 而凯沙斯的丈夫希拉迪恩在一年前是这里的首领 他曾经尝试乘坐这座船前往大陆 并准备在之后派更多的船回来拯救他的族人 但是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大概他已经死了吧 再之后我们的造船计划便受到了野兽的干扰进程缓慢 这些事你也都知道了 与这位水手的对话让我对这神秘的小岛有了更多的好奇 我决定一边帮助凯沙斯一边探究岛屿真正的秘密 除了村落的围栏 北方的路途果然并不太平 很快我便发现了那些所谓的人狼 他们还会和一些人类一起配合着对我们进行伏击 这些怪物远比豺狼人要硬得多也凶狠得多 他们的速度和魔法抗陷决定了他们是天生的法式杀手 而与他们的战斗得主要依靠我的胜利降临多恩和拉萨德的进展搏斗能力 而北方居然还有一处废弃的村落 在这里与这些怪物的另一次遭遇让我大吃一惊 路上偶遇的一位少女楚楚可怜的想让我们帮助他 带他走到林地中央时却突然表情猙獰 而肌肉也从他原本白皙的肌肤中爆裂出来 本来只有几尺的身躯瞬间扩张了好几倍 少女转过头来 我才发现他的整个头颅变成了一个硕大的狼头 他以极快的速度向我们冲了过来 好在对手数量很少 我们迅速散开 利用多恩的魔法剑枝和涅拉的强酸剑慢慢的削弱对手 而我和拉萨德则找机会在人狼快速挥舞的力招之中找到了空隙 直接进攻起心脏将它击杀 有趣的是 这些所谓人狼居住的地方居然也是人类村镇的模样 我越发感到好奇 为何人狼会从人变化来 难道说这些人类村镇居住的原本也是人 随后发生了某种变故才成了这个样子吗 在北方的村落里翻找 其中的一处房间里居然还藏着一个有理智的精灵 他介绍说自己名为德拉迪尔一直被困在这里 这个名字我其实是听到过的 他正是博德安船长的导航员 这位老子说 你们能通过我的结界说明你们没有染病 很好 如你所见 这里流行着一种极其可怕的疾病 也就是兽化病 你看到的那些野兽 原本都是感染了兽化病的人类 我这才突然想起来 的确 所谓的兽化病是一种将人类转化成为兽化人的瘟疫 难道说当初的这些船员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岛上感染了兽化病 之后盘踞在沉船附近并骚扰附近的村庄 可是凯沙斯这些人同样说他们是船员的后代 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相 这老人在此处躲避人狼袭击多年 他唯一的愿望是想让我们找到人狼的巢穴 在沉船中找到原本属于他的一本魔法书 如此他便能从此处逃脱 答应下来以后我们继续朝沉船进发 岛屿并不算大 穿过一片林地 在高处我们已经看到了搁浅在北部港湾中的那艘破船 果然与传说中一样 博德安的巨大帆船即便在此腐烂了数百年 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当年的恢弘 想来水手们在探险时本来也都意气风发 万万想象不到如今竟沦落至此 刚一进门一群恐狼便向我们袭来 在多安的绝望光环和维康尼亚赞美术的辅助下 我们逐一将恐狼消灭 继续向上寻找博德安和导航员的舱舍 二层有五只凶暴的人狼等着我们 狭窄的船舱中几乎没有腾罗空间 为了防止更多同伴的伤亡 我、朵恩、拉萨德和维康尼亚成立了这个小型的赶死队 尼拉为我们加上了加速术 维康尼亚用上了赞美术 由于人狼的战营是混乱邪恶 施法者也将防护邪恶一并给我们加上 带上这些强力增强法术的效果 大家迅速上去 砍杀一只人狼在其他的野兽扑过来之前迅速返回 这些兽化人不知是不是疑心我们在外面布置了陷阱 他们不会轻易出来 利用这种战术几次之后 敌方的战力就会被我们大大的虚弱 我们在一起全队上楼将剩余不多的人狼解决即可 在这一层的宝箱里 我找到了一个名为狼人末日的匕首 这匕首对兽化人有强大的附加效果 传说中是精灵游侠娜拉金手所铸造 但他却在追踪兽化人时被杀掉了 我将匕首揣进怀中继续上楼 按照之前的战术如法炮制击败了上层的人狼 终于我们来到了船长室 也见到了巢穴里兽化人的首领卡洛格 出乎我意料的是 这位人狼的首领居然是有理智的人类形态 他听说凯莎斯派我们将他剿灭之后 卡洛格却一口否认说 愚蠢是他骗了你 他告诉你我们的人民是邪恶的 其实并非如此 我们与他们虽然不同 但在你们这些人类看来 或许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 其实他们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的家伙 快看看我们这破败的村镇 现在我们只能守在这暗无天日的船舱里 而我又如何能相信他的话 凯莎斯的村落明明都是正常的人类 而且村落中那些人的妻子和孩子被这些人狼所掠夺 谁是谁非我觉得已经相当清楚了 卡洛格沉默一下说 好吧 你杀了我许多兄弟 我也同样的无法原谅你 来吧 这是我们族人最后的战斗 最后卡洛格轻筋突起 我们眼前着一头巨兽从他的体内生长了出来 这头人狼极为的巨大 而且有着超凡的魔法康星 我们自知不敌 在迅速的解决掉一位法师后还是赶紧的先退出来 接下来就是相当漫长的消耗着 人狼是不会走出这艘沉船的 我们通过爆发手上充能的资源 拉萨德的日魂射线 维康尼亚的天火魔杖等等 先逐渐将那些小型的人狼打败 最后再来想办法与卡洛格周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有谁来抵挡对手疯狂的攻击 我稍加计算发现 开启了净影术的涅拉居然是我方最能扛伤害的队友 尽管她瑟瑟发抖 每一次面对攻击都仿佛赌博一般 但其他队友会更加危险 这位颇奖义气的大姑娘也毅然站了出来 随后加速术、赞美术、防护邪恶、胜利降临一套下来 配合多恩的绝望光环 我们开始直面对手 大型人狼虽说有魔法抗性 但我很快便发现 之前楼下拿到的那把对兽化人专用的匕首打在她的身上是有奇效的 同时虽说人狼对兵器法术有抗性 但火焰依然能对她造成伤害 所以尽管速度很慢 但在净影术涅拉的拖延之下 这些爆发性的伤害瞬间堆到她的身上 再强大的兽化人也难以支撑败下阵来 这无疑是到现在我所遇到的最艰难的战斗了 如若不是亲眼看到 我难以相信这世上居然有如此凶猛的野兽 好在我们自己的力量也在逐渐变得强大 我也相信已经没有什么使我们这个团结起老练的冒险者队伍所不能解决的了 在此处翻找 我找到了镇子中丢失的孩子 以及那位导航员的魔法书 我还能找到伯德安船长的剑以及他的日记 我稍微读了一下日记 感到这岛上的谜团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明朗开来 在所谓的漂泊之眼号航行的过程中 博德安和他们船员曾经到达过船手中的国度安格美 这里的居民对船员们本来是非常热情好客的 还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但是贪心的博德安船长觊觎对方的财富 他下令袭击了这些热情好客的无辜土著居民 虽然最终的确掠夺到了不少财富 但结果是他们似乎受到了某种疾病的诅咒 在当地补充了一些船员 他们继续展开航行的时候发现整船人都在逐渐的生病 最终这艘疲惫不堪的大船遇到了暴风雨 船在巨浪之中浮沉 在这种情况下船员间甚至还发生了内斗 最终不知发生了什么 船在这个岛的附近撞击下沉并搁浅 剩余下来大难不死的船员也就在岛上繁衍生息 成了村落中的居民 事情倒是跟之前凯莎斯所说的部分对上了 这些船员看来确实是得了受化病 但是这依然没有解释凯莎斯村落的人是怎么来的 难道说村子里的人当初也是船员 可那些人看起来是正常的人类 与船上这些化身人狼的船员有着本质的区别 算了,现在怎么想也是不明白的 无论如何既然这些人狼已被消灭 想必村长可以继续造船 让大家平安返回大陆了吧 先顺路把魔法书还给德拉迪尔 这老精灵刚拿到书 便兴奋不已的施展了船送手离开 还真是完全不顾身后的洪水逃天 在安哥美 他是唯一一个留守在船中 而并未与伯德安船长一起参与掠夺当地人财富的船员 这也可能是他没有染上兽化病的原因 一路回到村子 把村民们吩咐我做的事都一一地交付 其中,迪拉尼的反应最让我吃惊 少女拿到斗红以后 与我促膝长谈了许久 我能感受到她对我有些更加微妙的情感 只是少女的羞涩让她并未将这一切表明 我在船上的人狼身上找到了一些颠奇花 作为纪念,我将花送给了她 只见她突然开始脸红说 谢谢你,这是我最喜欢的花 之后少女给了我一个吻 继续说 可惜,我必须留在这里 因为我们不一样 你是外来者,你不属于这里 之后她的眼神中再次生出忧郁 我知道,有一种仪式可以让你变成我们的一员 但我绝不会让你这么做 我依然难以理解她的话 但我不会逼问这位对我心生情愫的女子 一切还是让凯莎斯告诉我们吧 这位女性首领得知我们成功除掉了那些野兽以后 说出了一段奇怪的话 辛苦了,现在你已经属于这里了 我允许你加入我们 你看到了村子里单纯的人类了吗 现在你成为了他们的亲友 不久之后你也会变得像我们一样 而与那些野兽有着根本的区别 实话说,我们一部分是人,而另一部分是动物 但实际上我们却是超越二者的存在 听到这里,我警觉地松开了握住她的手 难道说这里的村民同样是受化症的患者吗 凯莎斯只是平静地继续说 现在你把海图交出来吧 我们需要你的海图去寻找新的家园 只是此刻我及时未加防备 毕竟她的笑容还是让我感到了宁静 于是我便将海图给了她 在她的领导下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新的家园 拿到海图以后凯莎斯笑着说 欢迎加入狼人族 你杀的野兽是人狼 他们是混沌而凶猛的野兽 而我们狼人是追求和平的 现在我必须离开去我们的船上了 而这里的村民是否接受你的加入 就不是我说了算了 听到这里我大吃一惊 果然,如同之前的塔龙所说 这岛上或许已经没有正常的人类 所有的人都被兽化症感染了 凯莎斯属于另一个叫狼人的群落 他们和沉船那边的人狼 只是两个不同的势力而已 凯莎斯离开以后 营帐中的守卫泰拉斯就愤怒地说 领袖对你好,那是为了海图 但我们的族群必须保持纯粹 你休想加入我们 随后发生的事印证了我的猜想 泰拉斯的身体迅速膨胀出强健的肌肉 他的头颅也变成了巨大的狼头 我望向窗外 这村子中的人全都脱去了伪装 他们居然一直在骗我 也许卡罗格所说的的确是真相 凯莎斯利用了我 让我去将他们的宿敌人狼全数消灭 并从我这里拿到海图寻求返回大陆 此刻无暇细想 我迅速地专注对敌 这些人的兽化与人狼有所不同 村落里狼人虽然没有人狼力大无穷的压迫感 但行动却更加的迅捷和狡诈相当棘手 屋内这一只狼人在六人的加工下终于咽气 但屋外整个村落的凶猛野兽无论如何 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但困在这里也只能等死 我们稍加准备便打算突围出去 制止死地而后生 我相信神还没有放弃我 我绝不会不明不白地就死在这座狼人的岛上 我刚一出门就见到数只狼人村民向我们进宫 我们迅速往狼人数量较少的西边前进 而来到西边 我居然看到唯一的一位没有变化成为狼人的村民 没错 正是迪兰尼 她便是那位对我有爱恋之情的少女 而她之所以没有产生变化 是因为我将人狼族群里生长的颠邪花送给了她 这种花的香味能抑制兽化病的爆发 少女迅速赶上前来说 快 我知道一条逃出去的路 快跟我来 一路上的村民不断地变化成为狼人 而面前急行的少女仿佛一道月光 照亮了我们的希望之路 在她的指引下 我们来到了一处废弃的神殿前 少女说 这里便是能离开村落的密道了 原本这里也是有魔法锁的 但是祖长刚刚从这里通过 魔法锁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 快 你们也快进去吧 在这里我们居然还碰到了德拉迪尔 我们把魔法树给她以后 这人居然没有忘恩负义地直接离开 而是选择来到这里帮助我们断后 她说 事情会走到这一步 在我的意料之中 你们快走吧 这里的狼人会把你们撕碎 船就在东方山脉的底下 从密道就能到达 凯莎斯或许已经牵你一步 你一定要小心 没时间了 未来如果有缘再见 让我们再一起聊聊这次精彩的冒险吧 受完她便施展法术 开始阻挡如潮水一般涌上来的狼人居民 迪拉尼本就是村人 她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不过分别在即少女脸上也是一脸不舍 我永远忘不了她身上癫切花的香味 我感激了少女和老法师的相助 之后便一头扎进了屋内的地道里 地道中有凯莎斯的几位布下守卫 好在少量的狼人我们还能应付 没多久我们就穿过了密道 果然这巨大的岩石洞穴中有一艘完好的船停在这里 在此处我也逐渐地想通了这件事的全貌 接下来就让我来好好地梳理一番 实际上无论是狼人还是人狼 都是感染了受化病的博德安舰队的船员 不过偏向混乱的人被魔法诱发成了人狼 而偏向秩序的人则被魔法诱发成了狼人 梁波人在船上就展开了斗争 最终不得按舰长决定走船逃生 结果却导致船漂流到了这座小岛上 但这之后梁波人的战争并未结束 虽然人狼的单体作战能力很强 但狼人则更加狡猾和具有智慧 最终他们将人狼赶到了北方的沉船里 而自己则在南部建立了村落 恢复成了人类模样并繁衍生息下去 当然了狼人不会满足于一直在这个荒芜小岛上生存 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返回大陆 只不过博德安舰长不知所踪 岛航员德拉迪尔也建立了魔法结界将自己封锁了起来 狼人们缺少造船经验 也缺失航海图导致计划一直被搁置 直到有一天 一位名为塔龙的老水手遭遇了暴风雨 漂流到了这座岛上 在他的帮助下 狼人们终于学会了造船和航海 并成功地造出了第一艘能够远航的船 这时狼人们的首领希拉勇敢地站了出来 决定乘坐这艘船去探索前往大陆的航路 之后再派进船队前来将族人们接回去 但一年过去这位首领却杳无音讯 狼人们开始绝望 觉得首领已经死了 而自己也将被永远困在这里 后来就是刑商联盟的人偶然地在暴风雨中观察到了这边的沉船 他们推测这正是博德安的船 基于船上宝物的商人绘制了海图 准备派请船队前来打捞 然而没想到的是在出发之前 在曼达斯的指点下 我居然骗到了海图 并且代替他们出海前来此处 只不过我们的船同样被风浪击碎 漂流到了这里 见到了之前那位希腊首领的妻子 也就是如今的狼人领袖凯沙斯 凯沙斯发现我居然是带着海图来到此处的 其实他的心中是极为兴奋的 但这位狡诈的首领也知道我并不容易对付 于是他想借由他们的宿敌 也就是人狼来杀死或者削弱我们 并从我这里抢夺海图 只是凯沙斯也没料到 我们居然将人狼整个部族消灭掉 自己却几乎毫发无损 凯沙斯只能改变方法 他诱骗我可以加入他们 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的这些村民伙伴对纯粹性的执着 村民们一定不会同意的 于是在利用了敌人之后 他居然也利用了自己的同伴要将我灭口 虽然成功骗走了海图 但迪兰尼的背叛和德拉迪尔的帮助在他的意料之外 我们的性命倒是逃过了一劫 此时我正直面这位狼人首领 很明显我会阻止他与村民的计划 放这样一群野兽回来 无疑会造成整个剑腕的血雨腥风 兽化病将会在大陆上无止境地扩散 凯沙斯为了防止阴谋败露 也为了他和他族人的未来 最终亲自上阵 与我们展开厮杀 不过他的战斗力并不强 在六人围攻下 这位狼人首领终于结束了他的一生 这一计谋体现了他的聪明狡诈 但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相信整件事或许还可以有更好的结局 从他身上拿到海图 我们也终于可以扬帆出海 向大陆方向进发了 尽管大家都是业余的水手 但每个人都想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 在强烈求生欲的指引下 终于在海上漂泊第六天的早上 我们看到了冲萨河沿岸飘荡的渔船 通过渔民的指引 我们的双脚再次站在坚实的土地上 至少我完成了调查残骸的任务 并且阻止了一群疯狂的狼人 回归大陆的企图不须辞行 回到乌格斯湖渣镇找曼达斯复命 我们刚到港口就见到一位佣兵来接我 你们回来了 尊贵的希腊主人正在等你啊 等一下 希腊不是一年前出海的那个狼人手里吗 他难道还活着 我表示来到这里是要找深水城的学者曼达斯 并非希腊 这佣兵向着我的身后说 等等 为什么凯莎斯没有跟你们一同回来 算了 你们快去见主人吧 我想主人一定不会给你们好脸色 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难道这位曼达斯学者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狼人首领希腊 我安排大家将能够释放的增强法术全部提前加好 之后来到曼达斯的宅邸 准备面对这谜团的最后一块平图 想不到曼达斯看到我们便气愤不已地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妻子没有回来 为什么 这下我全明白了 面前这人正是希腊 我理直气壮地说 你的妻子 她没有给我任何其他的选项 不是她死 死的就是我们了 希腊绝望地说 为什么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想借机问清楚最后一个疑问 可是希腊 你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回家呢 希腊说 我在这里给我的族人准备可以生存的地点 至少我要想办法清除那些显而易见的危险 在一切准备好后 我决定派你们这些冒险者把海途送过去 好让我的妻子带着族人回来 然而事情至此已经无可挽回 没办法 我是不可能让她得逞的 我也绝不会让兽化病肆虐剑腕 希腊果然显出了狼人的原型 她要为爱人复仇 而我们则为了剑腕的正义 由于事先已经准备妥当 希腊并非我们的对手 至此整件事终于画上句号 谜团中的一切问题也都有了答案 实际上这件事所有人的遭遇都是一出悲剧 如果硬要说罪亏祸首的话 或许那位传奇航海家 那位所谓的英雄博德安船长的建立妄议 他袭击安格梅土著居民 并让所有船员染上兽化病这件事 才是一切罪恶的开端 船长至今不知所踪 有人说他被狼人死成了碎片 有人说他一个人经历了千辛万苦逃了出来 但这也都只是猜测了 我和那些无辜的船员和村民 也只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我们无法达成共识 兵人相向 狼人首领希腊和凯莎斯 一直为他的族人们尽心谋划 尽管他们的计划最终被我挫败 但我依然希望他们夫妻 能在其他的未面和世界中再次相见 永远地结伴而行 结束了极地岛屿之行 探寻了人狼岛或者狼人岛的秘密 接下来我便要向这神秘的杜拉格之塔进发了 我再次来到酒馆与霍根交流细节 杜拉格之塔我曾有耳闻 在珠宝中也常有人提起 杜拉格是矮人们所崇敬的英雄 他的事迹广为流传 他甚至单枪匹马地杀死过巨龙 在他漫长的冒险生涯中 他也积累下了许多宝藏 后来他修建了一处艰苦的要塞 人称杜拉格之塔 他将所有的宝藏都藏在其中 而后来他便逐渐的销声匿迹了 至于具体发生了什么 有许多冒险者曾经想前去一探究竟 但塔中危机四伏的致命机关 让胆敢侵辱之人都没什么好下场 库根提到说 我的祖父和杜拉格曾经一同冒险 但祖父被一个恶魔所杀 杜拉格却活了下来 把祖父的匕首举为己有 后来杜拉格建了那个塔 但他的家人一个个被变形怪取代了 导致他最后发了疯 把这塔深深的锁了起来 我本想亲自前去取匕首 但塔内布满了陷阱机关 我知道我需要更强大的冒险者 帮我完成此事 我先答应下来 门口正好有一位经兽的旅行商 名为伊克 他正在组织杜拉格之塔的旅行团 而接下来在这座塔中 我所经历的磨难还要比狼人岛上多上数倍 而且杜拉格之塔中隐藏的最深的秘密 和那个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 也同样深深地震撼了我 以至于多年之后 我还在不断地对人诉说 接下来的这段非凡冒险 你们一定不要错过 接下来前往杜拉格之塔 离行前一位热心旅客 在聊天中解答了我许多关于那个塔的疑问 比如杜拉格有个外号叫巨魔杀手 他年轻时各处的旅行冒险 晚年想安定居住下来 也想为他和家族建造安居乐业的家园 因此他雇佣工匠修建了这座巨大的建筑 但好景不长 一些变形怪看上了这座塔 他们在多心魔的帮助下 逐渐地杀戮并变化成杜拉格的族人 他发现后极为震惊但为时已晚 他的大多数家族都早已被替换 每一个他所熟悉和喜爱的人 都向他进宫的时候 可想而知 这位矮人的心中是悲伤无助的 但这位英雄有极为强大的实力 居然活到了最后 杜拉格雇佣工匠在塔中设置极为复杂的陷阱 魔法阶级和牢房 以至于后来整座塔里都充满了入侵者的尸体 几百年过后 精神高度紧张的杜拉格终于离世 他的秘密却依然隐藏其中 住进塔里只有两层先前被冒险者探索过的房间是安全的 旅行团的旅客也旨在此处停留 其余地方对世人来说是慰藉的谜团 付了旅行费 旅行团导游伊克清点了一下人数 便一起向位于瑞池森林南部的杜拉格尺塔进发 队伍巴设了整整两天 终于来到了这处景点的外围 不知当初这矮人为何悬直此处 地形崎岖的山谷 陡峭的岩壁下是一处平台 平台之下就是万丈深渊 这塔就建在贤峻的半山腰上 与其说是高塔 不如说是一处相当巨大的堡垒 塔的地上部分不算高耸 但传说中这地下别有洞天 一路虽然平静 但也不时有一些骷髅和恐惧战魔侵扰队伍 紫狼人岛以来 我和队友们的冒险技巧突飞猛进 这些低等级不死生物已伤不到我 清理干净后跨过一座石桥便来到塔的门前 入口高悬着的似乎正是这位矮人英雄的肖像 凝视肖像想象他晚年的悲惨遭遇令人颇为感慨 里面的装饰是典型的矮人审美 实质的坚固墙 昏暗的灯光不张扬的地毯 都体现了当初这位英雄却有脚踏实地建立乐园的想法 圆形大厅中央是直通上下的楼梯 而周围则挂满了壁画 导游伊克一边前进一边介绍说 此时客空游览的部分还不是很丰富 主要就是塔内依然有许多难以预料的陷阱 伊克指着面前的骷髅说 就比如说他吧 他就曾经中了一个壁画的陷阱 凡是看向壁画的人都会被永远的定身在此 最后成了这番模样 他指着旁边的椅子说 再比如说这把椅子 你若是觉得它只是个普通椅子 那就错了 你若是坐上去 就会有一把利刃 从下面直插你的身体 在这里可一定要小心啊 伊克话音未落 就有一位不安分的旅客走向一扇小门 结果触动机关 从天而降的纯白火蛇 直接将他的身体烧成灰烬 伊克倒是探探手说 哎 这种事我见多了 既然来到这里 大家还是安分点好 话说 我这里有通往其他层的结界时脉 只要三百金币 他转向我继续说 我看你们比那些草包旅客强多了 要不要考虑一下在这探险 我当然正有此意啊 毕竟来到此处便是要去深处探索 找到酒馆那位矮人委托我们去的匕首 我检查了结界时 这三百金币确实买到了真瓶 之所以便宜啊 原因想来也简单 若是我们活着 他便有了更多安全的景点可以带团 而如果我们死了 他只需在我们的尸体之中把石头捡出来便是 可以说是风险对冲了的买卖 但这颗结界石也只能解锁这一层之后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就在此时一阵阴风吹过 我知道这是由法力强大的家伙要传送过来 我们圣经百战的队伍立即明白要散开阵型并隐藏起来观察局势 而其他人还不知发生了什么呆站在原地 果然这任意门里隐隐绰绰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身躯 这团黑影身皮甲皱挥舞着巨剑 对着在场的所有旅客们说道 这恶魔一般的骑士开始狂笑 并向一客和其他的旅客开始释放火球术 武装者的事发极为迅捷 我们由于以前已经提前散开 因此得以迅速往周围房间中躲避 待到外面声音渐停 我打开门 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烧焦的尸体的味道 这真是一场无情的杀戮 但这种事还吓不倒我 反倒是激起了我们在此处探索的好奇 那黑色骑士声称这里是他的领地 先不说杜拉格是否同意 这话至少得先问问我们答不答应 二楼以上就已经机关密布 人计汗之了 好在艾蒙作为熟练的盗贼 在探索和拆除陷阱方面不说炉火纯青 也总是十拿九稳 楼上的餐厅和厨房隐藏了几只妖鬼 这是一种实施鬼 他们原本也是一些矮人或是冒险者的亡灵 被他们咬伤的话会被定身 因此我们也尽量地用远距离的武器与法术将他们解决 在三层我们遇到了一个鬼魂 她已经疯了 她似乎把所有经过的人都会认为是杜拉格 鬼魂声称自己生前欠了杜拉格许多债 但当我问她到底欠了什么债时 鬼魂却突然发怒说 邪恶是你欠我 你我的朋友成为敌人 你一人犯战 而我却不能对家人下手 最后我死了 你对抗了所有人 不 你应该知道这些 你变了 你不是杜拉格 之后鬼魂慢慢地实体化并向我们疯狂进攻 我知道这无需解释 让这疯狂的灵魂永远安息 是她最好的鬼祖 尼拉和维康尼亚用在高礼宝充能的寒霜和天火法杖进攻 打断了鬼魂的施法 然而她之后依然挣扎着释放出臭云术 但我们对臭云术豁免能力很强 丙溪宁神挥舞刀剑将其击败 便纷纷撤退到法术范围外的小屋里 等待其消失几个 翻箱倒柜地搜索一番 也没能找到多少有用的东西 这些图书馆餐厅小教堂和会客厅 让这里看起来更像是接待外来宾客的场所 而非矮人家人的居住区 正被一番慢慢拆除陷阱上到四楼 在这里总算有了那么一件能提振精神的事 在一处巨大的浴室中 我们遇到了一位名为基里赫尔的魅魔 她说杜拉格将她的翅膀摘除还下了诅咒 让她无法离开这里 魅魔居然想让我永远在此陪着她 拒绝后她想诱惑我用一缕头发 让另一个无辜的人类和她交换 我自然也不会答应 不出所料 这位失去了自由和尊严的魅魔突然发疯一样进攻过来 她将一切的怒火都发泄到我的身上 这来自下层未免原本强大的塔纳里 在杜拉格的诅咒下失去了几乎全部力量 也并非我们的对手 塔的上层基本都是会客用 能看得出英雄曾经宴请赐方宾客来到此处 难道说正是她向世人展示自己一生荣耀的时候 被变形怪和夺心魔们盯上来 功成名就却又要低调生活 对于这思虑显得有些纯真的矮人来说 大概确实是很难做到 也没什么必要的吧 接下来我们要向地理进发 矮人还是习惯居住在岩石环保的洞窟 因此楼下才是杜拉格塔建筑的主体 也是一切悲剧发生的地方 第一层阻碍我们的石门 在一颗结结石的帮助下开启 这也提醒了我 在楼下应当多注意找到类似的结结石 开启更多通路 这石头堡垒中残留着的魔法 点亮了地城中昏暗的灯火 带到我们的眼睛逐渐适应黑暗 这壮观的地理世界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宽广的大厅 这要比楼上所有的会客厅都更加宽广 矮人们挖掘自己的起居室时 自毫不会吝啬公事 这中央是一处铺满了红色桌布的大型餐桌 看来杜拉格平时的家宴便都是在此举办 正当我们要迈步进入时 艾蒙突然拦住大家 他指着门口一处极细的蛛丝说 小心 这里连着墙上的充能火焰 他仔细将蛛丝烧掉 大家才放心进入 此处各个陷阱布置之精巧 心思之缜密 足以体现工匠技艺之高超 以及杜拉格临终结局时的绝望和残忍 解决了几只蜘蛛 我们探索了侧面的书房 其中有两只大型的变形怪隐藏在此 之前我们曾经遇到过 变形为伊尔明斯特的精英变形怪 他们有很强的魔法造影 还好他们长期在地下居住 反应迟钝 我探测到他们的位置便退出 让涅拉穿上速度直靴 用之前充能的火焰法杖向书房内不断轰炸 变形怪并未注意到火焰的来源 只能在其中承受爆炸带来的痛苦 确实如传说所言 变形怪深入了杜拉格之塔 残存的变形怪都已如此棘手 可见当初杜拉格的晚年生活在怎样的地狱中 书房的书架上摆着一个奇怪的圆球 其上还有一个孔洞 或许是某种结解石 总之我先将其收下 回到正厅向内前进 我们来到一处更加宽广的房间 这是宴会厅后方的巨大会客室 我注意到了此处向下的楼梯 匕首和杜拉格的秘密一定在更深的楼层中 而我需要相应的结解石才能将石门打开 黑暗中视力极佳的卓尔精灵维康尼亚指向灯火的暗影说 这里有鬼魂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这暗影的幕布之上 似乎有如同灰色染料所绘制出的矮人轮廓突起 这正是在空气中实体化的矮人守卫 我走上前去发现他们并无敌意 只是每个鬼魂都重复着一段谜语一般的话 四个守卫分别代表着杜拉格所悔恨与真事的事物 恐惧 骄傲 贪婪和爱 这里我需要解开谜语 释放守卫的灵魂才能继续前进 名为恐惧的守卫说出了这段谜语 我察觉到谜题的体验在于唤醒 矮人洞窟中什么能起来唤醒的作用呢 在这一层北部的通道通向熔炉 而这其中也有一块即便数百年也光洁如新的铁针 以及一个锤柄 这锤柄刚好与之前找到的圆球组合成完整的石锤 在西边的乐器房有处铜锣 这附近还有雕塑和竖琴 这正是杜拉格晚年的许多爱好 我挥舞石锤使劲想要敲响铜锣 然而铜锣只是发出一声低沉而富有层次的金属声 便很快寂静下来 但这强烈的声音波动在会客室中回荡许久 再回去看时恐惧守卫已经消失了 我知道这是有人曾经敲响铜锣 他说仅是他的主人有敌人入侵 因此多年之后他也从未忘记这让他产生心里阴影的恐惧声音 下一个守卫也就是骄傲守卫也说出了他的谜语 真知传承山高水长乘风破浪荣耀之光 风云际会 宝剑锋芒 我开始思索 年轻时战功赫赫四海八荒都留下自己足迹的杜拉格 会有着怎样的荣耀之光呢 我继续向之前未探索的南部前进 刚来到这里我便被尸体绊倒 维康尼亚惊厚一声 这里居然一片尸山血海 埃蒙示意大家不要乱动 他用狮子探测了地板的声音 很快便发现其中几块地板的撞击声 与其他的并不相同 你拿用光芒将这些石板标记出来 我们踩着安全的地板才能得以穿过此处 解决了盘踞在这里的妖鬼 穿过仓库我们来到了一处展示厅 这里立着一把巨剑 巨剑插在石头中央难以撼动 而在隔壁的陈列馆 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位矮人英雄所展示的引以为傲的功绩 杜拉格曾深入巨魔山脉 杀死了其中所有为非作歹的巨魔 他曾挑战巨龙凡希利·萨斯米 龙燕对杜拉格毫无作用 他轻松的取胜 他曾杀向黑暗地狱卓尔精灵的老巢 杀死了千百个邪恶的黑暗精灵 而其中有一处记录让我印象深刻 他曾与阿罗时任一同来到大猎系的内部 挑战邪恶的塔纳里恶魔艾克列特克 杜拉格用一把战斧将恶魔击败 并将他的灵魂封入匕首中 这里所说的其实正是乌格斯胡扎的矮人向委托我找的匕首 他的祖父也正是阿罗时任 这匕首真正的秘密在于其中封印着极为强大的恶魔艾克列特克 这或许也是杜拉格坚持要把匕首放在塔中保管的理由 匕首流落在外 这强大力量若是被人利用 恶魔也会被释放出来 疑惑见弯 我看过最后一个展品后 隔壁的十种宝剑突然开始发光 原来这就是骄傲守卫所说的 只要我们理解了杜拉格曾经攻击的所有知识 这荣耀之光便会闪现 而他的宝剑也将再现锋芒 这光芒是这阴暗地称中唯一温暖的光源 一瞬间包裹在我们身边 随着光芒渗透到客厅中 骄傲守卫也暂时消失 接下来是贪婪守卫的谜语 破坏过去 偷弃未来 所得虽多 终归故害 光芒多彩 境界祸害 贪婪守卫所想要的 看来是一些闪烁光辉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探索东南的走廊和房间 在一处封锁的房间中 我看到了杜拉格那堆得如同小山一样的财宝 而在这其中最为闪亮的自然是那块贝丘里宝石 传说中与贝丘里宝石龙共同诞生的传奇宝石 也是这橙山宝物堆中最值钱的东西 如果杜拉格知道自己被觊觎的可能只是这些身外之物 不知他能否果断舍弃自己的贪婪呢 我有时也在想 也许英雄一定要有贪婪之心 无论是对名誉还是对善良 无语无求或许很难有出生入死纵横天下的觉悟 杜拉格的英雄之心是否本质上也是一种贪婪呢 回去给贪婪守卫展示贝丘里宝石 他也就此消失 最后剩下的便是名为爱的守卫所提到的谜语 过去荣光不如归香 嗜血疯狂沉醉心上 溢满芬芳甜美红江 所谓爱或许正是杜拉格生前最爱之物 而谜底也已经无比清晰 葡萄酒 外面带来的酒是无用的 鲁拉格他只醉心于自己酿造的酒 而问题就是这腐朽了数百年的地城里 又去何处找到酒呢 来到唯一没有探索过的东南走廊 此处果然有酒窖 但多年过去酒桶无人照料逐渐腐烂 而其中的酒也渗透出来整发干净了 走廊尽头是一处卧室 有一处爱人们最喜爱的方形窗铺 这里或许正是杜拉格的卧室 一般人总会将最珍贵的宝物放在床头或枕边 我仔细搜索 在其中找到了一个形状奇怪的钥匙 在一边的衣帽间中 我注意到了一个坚固无比的壁橱 这壁橱向外散发着冷气 我与端一同使劲力气将其撬开发现 这是一处利用城堡中残存魔力储藏食物的隔间 几百年间的寒霜将食物冻成剑冰 也得以将其完整地保存 这其中除了肉类和蔬菜 还能找到一些葡萄 这也正是杜拉格酿酒的原料 在卧室边我找到了榨汁的机器 动力炉中的燃料依然能保证它的运作 用之前找到的奇怪钥匙开动机器 你拉用火焰将葡萄解冻后放进去 只听一番铁皮摩擦运转 机器中居然炸出了宝贵的红色汁叶 虽说是未经发酵的果汁 但依然有罪人的芬芳 或许是这魔法发酵的过程产生了作用 这味道居然莫名地让人感受到了杜拉格的情感 一个接一个 他最爱的人离他而去 而他还要一个个杀死那些变身成为自己家人样貌的怪物 他最后的日子就是在这葡萄酿造的红浆麻醉之中度过的 而这种芬芳也让迷醉的矮人英雄 回忆起自己所爱之人泪如泉涌 我们拿着这红色汁叶找到爱之首位 他沉下声音说 你已经完成了我们所有的要求 接下来通过我们的试炼继续前进 四个守卫突然实体化并向我们展开了疯狂进攻 我对这一战多少有些预感 我凭借自己的实力一人牵制了开启护盾和胜利降临的爱之首卫 而其余的同伴在爆发出最强战力迅速将恐惧守卫解决 此时贪婪守卫居然吟唱出了死云术 处于其中的艾蒙不幸中招昏死过去 我们也都赶紧从死云术范围中撤出 骄傲和贪婪跟上 与爱一同对我展开围攻 我一己之力支撑不了多久 好在解决了恐惧的同伴迅速跟上支援 我爆发出最强的潜力 先后用致命一击看上了骄傲和爱 最后剩下的贪婪支持不住五人围攻 很快就随他的兄弟去了 几位幽灵守卫的魔法极为强悍 但好在生命都不算坚韧 在他们能持续进行魔法输出之前 纷纷倒地 一战以后 我们在爱之守卫实体化的身上 找到了通往下层的结结石 维康尼亚照看着的艾蒙也悠悠地行转 大家一起在杜拉格的卧室休息一阵 便钻入实体继续探索 来到地下三层 原本开阔的厅堂开始逼色起来 眼前是一处圆形小屋 四周布门木门 艾蒙仔细检查了这些门 大部分都无法打开 而且并非被锁住 而是由房屋内的魔法和机关控制 中央通道穿过是一处陈列式 这些石画塑像以及背后的壁画 代表着主人杜拉格曾经击败的敌人 我们分头调查 其中一个巨魔石像居然暗于 暗藏机关 稍微转动便能听到房间中石头摩擦失声 北方的一扇门也硬声打开 艾蒙仔细检查门后的房间 这里居然密密麻麻暗藏七处陷阱 全部拆除后环石四周 这里正是一处练武场 其中有几个假人 地上还能发现一具尸骨 附近有如下字迹 在战斗中倒下只因太过年轻 此处躺着我的儿子傅南宝 原来这正是杜拉格的儿子丧命的地方 突然间我感受到了黑暗中注视我们的目光 大家不娱而同地回头看过去 一位全副武装的矮人站在我们面前 这正是入口所雕刻的杜拉格的相貌 矮人逐渐向我们靠近 他的声音怪异而颤抖 孩子快把弓箭放下 拿起琴为父亲奏乐吧 我瞬间察觉到他水银一般的瞳孔 这当然不是杜拉格本人 而是变形怪 我握紧手中的刀 而变形怪步步逼近 孩子 你在犹豫什么 我是你的父亲 我突然理解了 当初杜拉格的家人是如何一个个被残害的 原来变形怪的策略 是趁着英雄杜拉格外出之际 变成他的模样 一个个欺骗比虐杀他的家人 而每杀死一个家人 他们便改变成此人的样貌 再反过来欺骗杜拉格 可怜的傅男宝 就是在练剑的时候毫无防备的 被面前有着父亲一样慈祥面貌的变形怪残忍杀害 变形怪终于露出真面目 直接念出静影加速臭云三连机 我们举重若轻 只是回到陈列厅中耐心等待 果然变形怪将我们并未贸然冲入他的阵中 耐不住性子冲了出来 维康尼亚已经准备万全 抬手一记人类定身术命中 变形怪也就任我们鱼肉了 回到门厅向南 就能来到这处不值得十分温馨的卧室 而这次的骸骨出现在床上 自己也表明了房间的主人 吴奇·伊斯兰尼 我爱你如希 我所杀的只是假扮为你心体的怪物 当我拿起书桌上的结解石的同时 又一个变形怪夹扮成杜拉格的样子出现 他似乎正对伊斯兰尼甜言蜜语 吴奇·伊斯兰尼 你吹下的头发是如此迷人 让我们西米火把一起顺去 是的 这里同样还原了变形怪的杀人现场 怪物在睡梦中将杜拉格的爱妻杀死 而这爱人英雄则亲手刺杀了 这半成妻子模样的怪物 潜伏在这里的变形怪无法对我们造成威胁 你拉用火球削弱他的体力 维卡尼亚跟上天火后对手直接士气崩溃 我则穿上速度直穴追上将其杀死 我捡起的结解石开起了北方的门 还未进入我便看到了杜拉格留下的字迹 凯尔黑暗之塔的不足王子 可怜你在人生最辉煌时战死 这里是地下会客厅 正中央的王座上摆着一顶头盔 附近则是一具矮人的尸骨 恐怕这就是杜拉格的长子凯尔生前的装备 当我捡起头盔 两边的走廊的门突然开启 这则同时出现了三只变形怪 他们分别变形成杜拉格 他的妻子伊斯兰尼和幼子傅南宝的相貌 并说出魅惑的话语 凯尔辛苦了 你为大家供固了这个家园 现在才无完全 家族兴望 放下你的防备吧 看来当初要拿下勇武的凯尔 变形怪也是费尽心机啊 可惜英雄的长子最终 还是无法应对三只变形怪同时的突袭 抱憨而终 而我们当下也如他当时一样 面临着三只怪兽的包围 王座上的变形怪释放臭云术后 我们赶紧地避开 分散到了南北两个房间中 这也顺便将敌方分散 每个小队的三人分别解决了两只小型的变形怪后 大家等待臭云魔法的消散 之后一拥而上 围攻消灭王座之上的怪物 一切再度平静 捡起头盔后开启了一扇门 这是一座充满了奇形怪状机械的监狱与拷问室 巨魔杀手杜拉格在这里折磨他的敌人和入侵者 一路拆除陷阱前进 在拷问室最深处的石像上 我们终于找到了通往下层的结界石 绕过南边的一系列陷阱 穿过十梯 我们来到了第四层 比起之前几层的季节 这一层充满了爆炸的声音 前面的大厅中便是一处无限火球陷阱 其中的枯骨都已经逐渐开始被融化 凡是来到此处的人都被灼烧的只剩下最坚硬的金属斑架 观察一下发现陷阱会周期性的触发 而我们只需到达大厅的对面走廊即可躲过一劫 拟拉一个加速后我们脚下生风 计算好陷阱触发的时间 免有惊无险的通过了 一路拆除陷阱 战胜拦路的妖鬼来到走廊之中 走廊里有四扇门 分别写着水气土火 杜拉格将他捕捉的怪物们养在这些房间里 而门口的信息则告诉我们 唯有通过四大元素试炼才能得到下层的结界石 走廊的尽头则是一处空旷的大洞窟 此处同样是个陈列师 而所陈列的物品只有一个 一头巨龙的骨架 传说中独自一人挑战巨龙的杜拉格 应当是将他最为自豪的战利品放在了此处 而同样至于此的还有一系列的石像 根据一旁的骷髅所说 这些石像每一个都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冒险者 当年来到此地寻找杜拉格宝藏 但是他们中了永久石化的陷阱 如今却成了杜拉格宝藏的一份子 这些先行者大概是最为深入的队伍了吧 若不是他们 死在这石化之息陷阱下的恐怕就是我们了 参观了巨龙 顺手消灭了攀踞在此的双族飞龙后 我们借着巨龙之爪的庇护休息 补充法术清点药水 决定挑战四元素试炼城 以此获得前往下层的结界石 在水之室中 杜拉格所建去了一只巨大的北极熊和几头冬狼 这些兵兽等级虽高 但火焰依然是他们的弱点 刚一进场聂拉便用一记火球术灼烧了这些野兽的皮毛 在痛苦中挣扎的冰狼 在天火与日魂射线猛攻之下一个个倒下 最后六人与北极熊周旋已如反掌 气质势中有一只小型翼龙和三只隐形的灵体 让聂拉开着十副镜影在前方抵挡翼龙的力扰 我则吸引那些隐形的灵体现身 敌方只要被我方法师吸引一小段时间 守胜利降临所庇佑的我便能在间隔中寻找到他的破绽 比一击致命不负剑胜之名 土之室里有一只分裂的史莱姆 他的弱点是火而且移动极为缓慢 聂拉为自己上好加速后冲进去 用火球术削减了对手大半生命后 一边来回躲避对方攻击 一边利用魔法飞弹在史莱姆分裂之前消灭之物 而火之室则最为棘手 这其中关押着的凤凰战士在死亡时会释放一次火球术 如果不加防备很容易葬身火海 这里我们也用了当初铁王座一战相似的战术 维康尼亚给脆弱的队友释放防护火焰增加八成的火炕 而体质较为健康的队友则用较为低等级的抵抗火焰获得五成火炕 之后在加速术的辅助下 我与维康尼亚迅速接近凤凰守卫 而多恩和涅拉则在远处协助攻击 敌方在寒手魔法与砍杀之下支撑不了多久 而垂死挣扎时的火球术也因我们有备而来而为伤机怒骨 终于此大试炼结束 这一层的魔力结界时将我们传送到了地下五层 没想到的是刚一进来 我们面对的就是所谓的最终试炼 此处是一个巨大的国际象棋棋盘 而我们都被安排在棋盘的格子中 空中突然出现一个声音说 你通过了四元素试炼 而这里是下一轨轨 回荡着的声音显得苍老而浑厚 这或许正是杜拉格的声音 只听声音继续说 欢迎来到西洋奇异的世界 你们一定要按照规则移动 否则闪电会落下乘防 两分钟只要一方的国王阵王游戏结束 祝你们在我的塔里玩得愉快 声音消失 我望向脚下 此时队伍正站在棋盘最下面一条线上 而我们的对面则站着 与人一般高的十六个棋子 很明显这些是傀儡一般的魔像机关 但他们的魔力和弓箭无疑是致命的 根据排列规则 拉萨德正好落在黑色主角的位置 我让他悄悄地踩上前行之穴藏在阴影中 踏着黑色的地板方块到近处去查看究竟 这一看大家都惊呆了 敌方强大的战力恐怕不是我们六人能匹敌的 何况我方的小兵是毫无作用的 然而只要对方判定我们未曾行动的话 这些棋子就会一直不动地停在原位 而这也给了我们可乘之机 我让涅拉装备上火焰法杖 试着向前方释放火球术轰击这些魔像 只听灼烧的声音 甲咒落在地上的声音叮当作响 敌方前排小兵纷纷被炸成碎片 而这些棋子依旧被规则约束着无法行动 我似乎掌握了赢得棋局的诀窍 那便是在对方的视野外不断地用火球轰击 直到对手的国王倒下位置 虽然引起手段看似威劣 但这本来便非公平对局 大概用了四五发火球术 拉萨德说敌方国王已经倒地了 棋盘陷阱也已解除 大家终于能够继续前进 在敌方国王身上 我们还找到了一把相当好用的双手巨剑 给多恩装备上 至少给这次特别的棋盘试炼留下了一些纪念 终于我们来到了地下五层的主体中央熔炉 钢铁 岩石 火焰 这是属于矮人的浪漫 他们不会在没有熔炉作为动力的洞窟之中居住 杜拉格自然也在建造家园的选址上 是行家离手 不过比这熔炉的光辉更加耀眼的 是我们面前的这个鬼魂 他的样貌与之前的杜拉格变形怪相同 然而他只是助力在这里 甚至都没有任何的实体化 便让我感受到了超凡的王者气概 和孤立世间的英雄本色 这是任何变形怪都捕捉不到的特质 是的 我能感觉得出 他就是杜拉格本人的灵魂 见到我们 这矮人的灵魂突然激动得不知所言 塔中机关皆为他所设 而都被我们一一化解 出体者遇到真正的解谜人 其心情无异于遇到知己 而失去的灵魂 依旧没有回归外层未面的人 往往是在主物这世界中 留有不得不解开的心结 我询问他 杜拉格 你在此地 还留有什么遗憾吗 杜拉格悠悠说道 不 杜拉格很久以前 便消失无踪了 我是他的恐惧 他的愤怒 他的折磨和他的渺小 冒险者 如果你能解开最后的三道谜语 便能通向他里最后的邪恶 曾经的英雄如今迷茫无助 他对此地是又爱又恨的 他记得那些与家人亲友团聚的美好时光 他记得陈列馆中自己的往昔荣耀 也记得一个个手刃变成亲人模样的怪物 一个个布置陷阱 并将自己深深锁起来的 这个生不如死的结局 因此他既讨厌那些源源不断来此寻宝的贪婪投机者 却又会感动于能跨越千辛万苦 找到并聆听他话语的真正冒险家 我承诺会让他的灵魂安息 并消灭这他中最为邪恶的存在 那个恶魔骑士 没错 便是我们在一层最初见到的强大武装者 并寻找那把传说中封印了恶魔的夺魂匕首 而杜拉格生前还在这里安排了最后的三道谜语 要想到塔底找到恶魔骑士 还要掀过杜拉格最后一关 在北边的屋子我们还见到了伊斯兰尼的灵魂 作为杜拉格的妻子 她不离不弃地留在塔中守护着自己的丈夫 并且目睹了之后的全部悲剧 他提到如果想要离开这座塔的话 他可以随时将我们送出去 这处地下野炼厂充满了各种机器和熔炉 而机关陷阱比楼上也是只多不少 在艾蒙的带领下我们稳扎稳打地前进 拿到了古节节时开启了一个兵器库的大门 而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被传送到了一处诡异的圆形场所 我理解了这就是谜题所呈现的地方 众人四周助力着四座石魔像 西方的魔像是怪兽 象征着入侵者 南方的石魔像是矮人 象征着杜拉格的家族和子民 东方的石魔像是工匠 是建造此处的那些勇敢而聪慧的匠人 而北方则是杜拉格自己 杜拉格的石魔像突然开口说话 告诉我 我的恐惧是如何缠绕在我的身上 挥之不去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依次询问了怪兽 家族和工匠 怪兽魔像说 我们是恐惧的化身 来到他的家庭 深入他的组织 但是 俘获了全族的人 让杜拉格梦魇成真 家族提到说 杜拉格是雷辅波尔的儿子 波尔四处游历 在遥远的土地上死去 杜拉格不愿像他父亲一样 我们追随他 是他的子民和家人 杜拉格看着我们就看到了矮人不足的未来 而失去了我们 他将一无所有 工匠说 我们建造了这座居所 将恐惧散布在每一个火球机关中 这一切的不计代价是杜拉格生前的执念 而根据之前我们了解的是 我信心满满的对杜拉格的模像说 我知道你为何会被恐惧纠缠 你的恐惧源于自己对家的渴望 他来自你的原生家庭 你的父亲雷辅波尔是个伟大的英雄 但他一生无家可归 他死后一无所有 你恐惧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因此你对家庭有极强的执念 而恐惧则蓄于侵略者的到来 你看中的家庭成员被入侵者一个个替代 你所真实的一切灰飞烟灭 而最终你的恐惧成为了那个原本保护你的地方 家 你让恐惧渗透到家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缝隙 你命令工匠把强烈的恨意灌注到每一个机关陷阱中 最后你的恐惧再也没有消散 他成了你自己 摩像听了我的话陷入沉思 不知过了多久他开口道 冒险者 你答对了 你可以活下来 之后他把我们传送到了塔中 依然是地下五层 我明白了 按照杜拉格所说 我解开三个谜语即可通往最底层 现在我已解开一个 还剩两个 通过炙热的熔炉区就到了矿井区 这处极深的井为塔中居民提供了饮水 同时也是近乎无尽的采石场 而就在这里的侧面 我们遇到了一个会说话的魔像 是下一个谜语的守门人 回答了关于杜拉格的几个问题后 他便将我们传送到了第二个谜语的解谜所 此处谜题其实与第一个相似 只不过这次有恐惧变成了痛苦 石墨像的问题是 冒险者 我的痛苦从何而来 它的根源在哪里 而又归于何方 我六甲思索便告诉他说 你的痛苦毫无疑问来自入侵者 他们是直接的起源 入侵者在夺心魔的帮助下 逐渐渗透到你的家族中 亲朋好友的离世 逐个成为了你痛苦的延续 而随后你让工匠用陷阱将你埋藏 你永远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中 最后你的痛苦再也没有消散 它成了你自己 因此你的痛苦始于西方 成于南方 续于东方 今止于北方 这东南西北便是代表怪兽家族和工匠的石魔像方位 杜拉格的魔像再次沉默半声后说 冒险者回答正确 你可以活下来 也是我再次被传送回来 接下来只有最后一个谜语 谜题的魔像隐藏在南方的毒爪之中 这里本来也是一处地下花园 而几百年过去无人照料的花园漫草滋生 石斧的居虫遍布其中 以至于在其中每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险 而在毒爪的深处居然还有一只巨大的妖鬼等着我 妖鬼名为葛雷尔 在这众多的不死生物中 它是唯一可以与我们交流的 原来这葛雷尔原本和我们一样是纵横费轮的冒险者 它也与杜拉格一同出生入死 但曾经有一次与一个塔纳里恶魔交战的过程中 它的目光与恶魔接触之后被瞬间定身 肉体也仿佛被替换掉了 从中生出了如今石石鬼的身躯 我突然想起在上层的图书馆里记载着 《杜拉格荣耀》的书中曾经提到过 杜拉格曾和战友一同与一个叫做埃克列特克的恶魔交战 这场战斗九死一生 由于同伴成功牵制了恶魔 杜拉格才得以最终战胜之将其封入匕首 原来此处的这位妖鬼便是当时的战友 也就是当初在乌格斯湖上 拜托我们去取匕首的矮人的祖父阿罗时任 不过格雷尔此时已并非当初的矮人 这一切对他来说如同前世的记忆一般留存 英雄不死成为传说 在英雄的身后那个永远化身恶鬼的同伴 这代替着英雄承载痛苦与失败的战友 则永远默默无闻销声匿迹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这就是世界与历史运转的法则 尽管我极力想避免但不死生物的他与凡人终有一战 这是宿命一般的存在 格雷尔唯一的愿望便是 如果我们能顺利生还 他希望有人能记住他的名字并传送下去 这大型妖鬼并不算强 曾经战胜了人狼岛上那个凶猛野兽的队伍 并不会惧怕他 我依然按照惯例有十幅静影的涅拉抵挡伤害 众人火力全开便得以速胜 我默默记下了他的名字和故事 想着之后定会尽力地将他的名字传上下去 而他的身上隐藏着最后一块结结石 而这块石头也指引我们来到了第三个石魔像之处 石魔像开口说道 保险者 你来到了事情的终局 告诉我 整件事情 我到底应该怪谁 与周围魔像对话 我又了解了之前的一些盲点 比如怪物虽然生性喜好杀戮 但来此也并非毫无原因 居民生性杜拉格会保护他们 因此平时对危险毫无防备 而工匠 则对各种恶毒的陷阱设置其实并不赞同 但也只能遵照指示行事 杜拉格的心中已有答案 而我也猜透了他的心思 爱人 让我来告诉你吧 没错 侵入者是邪恶的 但你的心中明白 侵入的怪物其实是这里的原住民 你为了选择一个适合采矿和居住的地方 在此清除了原本居住在这里的大量的怪物 因此他们即便是应当受到责难 但你知道他们来攻打你 有其理由 你的族人对入侵毫无防备 或许应当受到批评 但他们之所以充满自信 使你的高傲于自大 让族人对你盲目信任 工匠的陷阱的确恶毒致命 许多无辜者丧命于此 但他们只是遵照你的指示施展匠人的工作罢了 我停顿一下说 杜拉格 你是最清楚的 作为英雄的你 你把这一切都归咎到了自己身上 你认为这一切痛苦的根源来自你自己 我或许并不赞同这个说法 但我尊重你的选择 这次识相沉默的时间比以往更长 最后他缓缓说道 你已经了解一切 你都活下来 而我不能 我被传送到杜拉格幽魂的所在地 他一直以来所寻觅的 那个愿意了解一切 并体会他内心深处所想的那位冒险者终于出现 他所渴望的就是这种规规 而我们也正是那与他阴阳永恶的知己 跨越千山万水经历千难万险 只为了解他的故事 进入他的内心 或许被恐惧和悲伤支配了一生的杜拉格 此刻才开始与世界和解 对往事释怀 他在回归外层未免之前 也为我们开启了这最后的道路 这条路通往塔的最后一层 恶魔骑士的所在地 这也是杜拉格死后来此的最为强大的邪恶力量 在这里我们居然遇到了最初来到此处的一位冒险者 克莱尔迪兰 随着他的同伴一个个被恶魔骑士所杀 冒险者已经趋近疯狂 不过看到我们他依然善意地提醒说 恶魔骑士有一面强大的魔法镜 他会创造出一切他所照到的生物的分身静魔 并使之与镜子面前的人敌对 我想这或许可以反过来用作我们对抗邪恶的方式 如果让镜子照向恶魔骑士的话 会发生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杜拉格之塔的决战了 我们仔细准备了法术表 整理了魔法剑枝 把在塔中寻找到的最好的护符、斗篷、盔甲和武器带好 将一切的增益魔法提前加完之后 便毅然地冲了下去 我们已经与这恶魔骑士有一面之缘 但显然他并未在游客之中辨别出我们 见到又有冒险者队伍闯入 他显示惊讶 随后迅速恢复了冷静 他浑身散发的暗影有如火焰 甲咒几乎会让一切的武器失效 他所挥舞的巨箭本身便有一个人类身高的程度 自然也有他嚣张的敌气 与智邪之徒无需多说 我当即注意到他身后 用红色幕布遮盖的镜子 这一定就是对一魔镜 而如果我将它打碎 散落的玻璃碎片 或许会为在场的每一个人 创建一个对称的镜魔 我们可以发挥团队的力量 快速击溃自己的镜魔 而恶魔骑士 他所映射的镜魔 必将成为他的末日 我穿着速度之靴迅速靠近 轮圆了手中长刀 趁着恶魔骑士还在吟唱魔法时 将他身后的镜子一刀砍碎 火把的映照下镜子碎裂一地 碎片飞散的过程中 果然将在场的所有的人都照射到了 因而全场瞬间被镜魔占领 果不及然即便是恶魔骑士自己也难逃一劫 我们创造了一个与对手敌对的镜魔牵制他 这大大减少了之后战斗的危险程度 而接下来我们的主要目标 便是清除这些与自己敌对的镜魔 战斗之前散开的阵型起了关键作用 多恩 拉萨德和维康尼亚在右翼 并爆发的火焰伤害对付涅拉的镜像 而我 涅拉则一马当先 配合艾蒙的支援 迅速解决了多恩和艾蒙的镜魔 战斗的间隙 我瞥了一眼底层的战士 果然恶魔骑士和他的镜魔正杀作一团 双方都有极为凌厉的进攻和坚如磐石的防御 魔法的攻防也都远超我们如今所能想象的等级 我赶紧后撤腾挪 防止二人的范围杀伤魔法波及 右翼的三人小队解决了涅拉进魔后 开始与拉萨德的进魔缠斗 而左翼战场上我自己的镜像见我后撤 立即追了上来 深入到了我们的包围圈中 涅拉扛起了对手凌厉的武技 而右翼的小队料理敌人后也腾出手来回原 这冒牌查内姆双拳难抵我方十二手 尽管他果断地从对物理抗性极高的涅拉转向了我 并成功让我左翼右出了一番 但来自同班的魔法之缘最终 还是无情地将他死成了碎片 解决了各自镜像 我们将目光转向了塔底战场 金魔与正牌的恶魔骑士的结局居然是同时倒地 原本恶魔骑士技高一筹 但在刚才的战斗中他已经耗尽全力遍体鳞伤 最后在金魔临死前的一发火球术下 二人同归一尽 这正是我想要的结局 在恶魔骑士身上我找到了那把夺魂匕首 这里我们还找到了瑟瑞拉迷途的孩子道尔顿 他原本是恶魔骑士的仪式祭品 由于我们的到来逃过一劫 我也告诉他他的母亲正在乌格斯湖渣的家里等他回来 其实如同传闻所说 这座城塞一样的地城充满宝藏也充满了危险 此心所得甚多也到了该归去的时候了 与伊斯兰尼对话 温柔的矮人将我们传送到了地面 最后再看一眼这座巨大的地城后 我们一路奔波风雨兼程向乌格斯湖渣返回 然而我却没有料到 这次旅途的艰险居然仍未结束 刚到镇子中我们就遇到了刺客 一群邪教徒听说我从杜拉格塔回来 纷纷向我讨要夺魂匕首 我自然不会给他们 然而还未等我反应过来再次摸向背包时发现 这匕首居然消失了 我仅觉得往下四周一定有異形的盗贼潜伏在我的附近 但扑上来要将我们灭口的人并未给我留下思考空间 我安排维康尼亚释放侦测隐形 这附近潜伏的刺客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来自隐形者的被刺极有可能危及生命 而我则一马当先冲上去吸引火力 戏剧的是这隐形刺客的第一击 居然刚好命中给自己上了十服术的念拉 大姑娘也就此逃过一劫 而这时维康尼亚的侦测隐形吟唱完毕 在真实之眼的凝视下一切的隐形都无所断形 两名刺客被迫从阴影中浮现 尼拉用静影术牵制 我和多恩迅速制服了对手的法师和弓箭手 邪教徒只是数量占优 在他们失去了隐形庇护后便兜飞我们的对手逐个倒下 原本平静的阵子中居然出现了这些邪教徒 还将我的匕首偷走 我一定要插个水落石出 故事的最后又岂能烂尾 与酒馆中的矮人霍根商谈 表示匕首本已拿到但却被偷去了 霍根提醒我说 我知道是谁偷走了匕首 他们是恶魔的信徒 他们信奉的 便是这曾经被杜拉格所剩 后来被封印到匕首里的那个塔纳里恶魔 这次偷走匕首一定是想复活他们心中的神明 而我也告诉他自己在杜拉格塔中见过他的祖父了 原名阿罗时任的矮人战士 他与杜拉格一同讨伐恶魔艾克列特克 阿罗吸引了恶魔致命的死亡凝视 化身成为妖鬼葛雷尔 默默地从世界消失了 而杜拉格则将恶魔封印到匕首中成了英雄 霍根叹气说 想不到祖父死后居然还受到如此的折磨 感谢你们将他从痛苦中释放 感谢你们将他的名字和故事再次带给剑弯 邪教们的根据地就在村子中央 你们一定要小心 来到中央建筑 这里的邪教徒见到我自然二话不说开始攻击 对方战斗力不算低 但扫清他们也不算太大障碍 进入屋内消灭邪教法师后来到地下 终于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处复活恶魔的祭祀场 地面上巨大的血色印记 以及那些随时准备献起生命的侍僧都围在此处 夺魂匕首的封印已在仪式中解除 恶魔的降临看来已经是时间问题 邪教首领崔西卡洛并不惊讶 我知道你们会来 你们能突破杜拉格塔 来到这里自然也不会太难 辛苦你帮我们取回了这梦寐以求的匕首 接下来你要面对的强大力量 将让你重新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接受捡完新支配者的蒋灵吧 随着法阵中出现一处裂隙 我们一起目睹了艾克利特克的降临 灰褐色的巨大翅膀下是一个长脚长尾的怪物 它疯狂地挥舞力爪向我们袭来 这混乱邪恶的下层未免生物毫无交涉可能 恶魔博弹行动迅捷 脾草热厚 而且技能强劲 强大的杀伤魔法吸血鬼之处 以及只要没有通过后面就会急死的死亡凝视 都对我们造成了极大威胁 血上加霜的是 眼前这些侍僧都是它的活祭品 恶魔会随时吸取他们的生命 补充自己的能量 即便我们身心百战 但要在这种状态下战胜它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我迅速制定了计划 首先爆发出全部的直伤法术 把两个依然能够行动的邪教首领送入地狱 随后我们一边绕行一边砍杀场上的活祭品 幸运的是 噩魔的死亡年事被我方成功豁免 而吸血鬼之处则可以利用我的高体质硬扛 接下来的一切围绕着一个筷子 我们能抵挡的攻击次数基本是确定的 尼拉的敬业术消失后 我和多恩就只能承受两次吸血鬼之处和他的攻击 而接下来就是有限时间内最大限度的增加命中几率 我们能做的只有拼尽全力以及祈祷 随着尼拉分身的逐渐减少 我的几次关键命中大大的削弱了恶魔的体力 更关键的是多恩不负众望 用刚才在杜拉格塔的国王棋子处拿到的加三双手巨剑打出了最终的致命一击 没有邪教失踪的掩护 这下层未免的恶魔在我们的分段进攻策略下 还是失去了与他的力量的连接再度回归地狱 这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历过太多生死之间的薄杀 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明日剑弯朝阳的再度出现 居然与这偏僻村落的暗流以及我们的冒险经历息息相关 随着杜拉格塔中天罗帝王一般的机关和难题被我们一一巧妙破解 我们封印了邪恶德摩骑士和艾克利特克 这段传奇般的经历拯救了剑弯 也救赎了我自己心中的焦躁不安 我再度将目光移向了博德之门时已多了几分平静 我知道现在就是从黑暗房间中走出面对阳光的最好时机 哥哥 我来了 去找真兴沙洛福克之前 我想先实现与我同生共死这么长时间的同伴们 在剑弯的冒险目标 作为这个团队的实际领导者 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艾蒙一直以来无条件地跟随和帮助我并无所求 维抗尼亚也同样 我们能愿意收留他 他就已经知足 而多恩 聂拉和拉萨德的事 我也一直都并未忘记 返回博德之门前 我要完成他们的冒险愿望 他们能解开心结 对我来说至少最终战时 他们会更加的心无旁骛 也是一种双赢 多恩 这位于我们偶遇并从强盗手中 将我救出的黑位 他的复仇任务最为直接 在之前的遭遇中 他已经解决掉两名背叛他的人 接下来还剩两人 最近一次线索还在纳西海 有人抱怨他的丈夫 被一位女性死灵法师施展魅惑之后勾走 在矿坑东边 便能找到这位死灵法师克瑞尔 尽管我们一半中的人中了恐惧树 但经历了狼人岛和杜拉格的大风大浪 即便只剩一半人 也足以解决他和他的胡楼 克瑞尔便是当年背叛了多恩的第三人 他的尸体上有一封信 来自当年最后一位背叛了多恩的同伴 希莫昂 信上通知克瑞尔说 多恩已经从路斯坎的监狱逃了出来 还杀死了森杰克与多罗提亚 让他小心 信中还透露了自己的藏身所 在博德之门城外的营地 来到湾龙桥北部一番寻找 我们见到了希莫昂和他的手下 希莫昂已经接受了黑暗契约 只不过他的靠山是多恩的信仰 也就是乌尔格索兹的天敌 将其消灭后 这一系列复仇也终于完成 多恩毕竟是一名黑卫 他为黑暗的神灵服务 我考虑到或许他只有在我旁边时 暴力倾向还能有所抑制 如果离开了我们 以他现在的实力也许会化身危害人间的恶鬼 我邀请他继续冒险 多恩自然也欣然同意 但我能感受得出 无论作为同伴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密 恐怕经历过最可耻背叛的他 始终都难以对别人敞开心扉 保持真诚 多恩的事告一段落 下面是实现聂拉的愿望 我们当初在贝尔格斯特与他相遇 因帮他摆脱了红袍法师的追杀 他一直以来的愿望是找到能够抑制 这狂法师狂乱波动的方法 据他所说 有一位特里独行的狂法师名为阿多伊 就住在火酒桥的附近 在他这里或许能学到一些东西 在火酒桥东边的山洞 我们见到了危害一方的大地精 而法师阿多伊居然被地精们奉为神明供了起来 说是供奉 其实也不过就是所在监牢中罢了 然而我们解救了他之后 阿多伊的一番话却让聂拉大失所望 狂乱魔法师不能控制的 否则也就失去了园鱼混沌的力量 比如这次把大地精们召唤过来的原因 也只是因为阿多伊想要做一碗豌豆粥 用魔法加热的时候不小心触发了狂乱波动 此心本来无甚收获 但就在这时传送门开启 红号法师艾坎多尔突然带着一群人传送过来叫嚣说 精灵看是谁来了 感谢你帮助我们找到了另一个实验对象 这正是一开始准备将聂拉带走的赛恩的红袍法师们 他们当时被狂乱波动传送走 我们才得以将聂拉救下 现在是直面她的时候了 混战刚刚开始 阿多伊倒是赶紧的传送走了 好在眼前这几人不难对付 爆发的魔法输出带走了对手的前排战力 我的精准挥坎带走了后排法师 而只剩艾坎多尔一人 他在师傅术和精炎术的保护下 还额外释放了火焰护盾 对我方的近战队友造成了不少威胁 每次的命中都会遭受火焰的伤害 但对手准备了过多的防御法术 进攻能力不足 在多恩的弓箭和聂拉强力的魔法飞弹的消耗之下 火焰护盾也就毫无作用了 两极满伤害的魔法飞弹之后 他再也承受不住爆炸 终于倒下 这时才出现说 刚才发生了什么 可怕的狂乱波动将我传送出去了 否则我一定会和你们并肩作战 狂法师想要推卸责任还真是轻松 但大家本来也没指望他能帮忙 尼拉询问说他是否真的对控制狂乱法术毫无办法 阿托伊摇头 确实没有 作为一名狂法师 你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接受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同时存在 当他给你带来好处的时候 你也从来不会抱怨 对吧 回想起当初在逛坑 我们被纳哈蒙星舟带来的火球术所救 依然心有一计 但确实 我们既然要享受他带来的好处 就必须接受他的副作用 阿托伊现在的心态已经是全盘接受 比如去年的一次狂乱波动 甚至还将他变成了女人 而他也享受其中 发现了做女人的快乐 最后他为了感谢我们救他出来 还是送给了我们一个抗变形的腰带 至少这能防止那最可怕的变形术波动 年拉的短期目标算是达成了吧 摆脱了这些赛恩人的追击 找到了传说中的狂法师阿托伊 但他的长期愿望 也就是能够抑制狂乱波动的方法 则是大家爱莫能助的了 最后就是实现武僧拉萨德的愿望 拉萨德是一名日魂修士会的武僧 与我们在纳西海偶遇 他加入我们更多的当然是为了休息 而平时与他的交流中 他也常常与我们谈起日魂修士会的故事 比如当初他加入日魂武僧的契机 是与自己的大哥加麦兹偷一位日魂武僧钱包时被抓住了 而对方将二人带回修道院之后却并未责罚 只是让他们洗澡并吃饱肚子 从那天起 拉萨德和加麦兹便开始信仰苏伦 并追求磨练身体 意志和灵魂 而曾经 有一次他和兄长加麦兹被派往安姆的阿斯卡特拉 在那里废弃的修道院中 他们听说了叶之女士沙尔的代理人 谋害了当地所有日魂武僧的事 犯下罪行的是一个叫做阿罗格斯的人 后来的调查又遇到了有沙尔的信徒袭击路人将对方赶跑 拉萨德留下照看伤者 加麦兹前去追击 安姆的守卫居然将拉萨德以街头斗殴的罪名逮捕 虽然第二天被释放 但当时接到噩耗 加麦兹已经被安姆的影贼杀害了 甚至尸体也被一起烧掉 之后拉萨德生活在痛苦和绝望的阴影中 修行甚至也不能抹去这些悲伤 而他最大的愿望是搞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 加麦兹的死是否和叶之女士的代理人有关 只是长久以来我们也都并未发现这件事的蛛丝马迹 事情都没什么进展 然而之后在博德之门城的一次遭遇 让这件事有了转机 一天的夜晚我们居然遭遇了三名暗粤武僧的伏击 而拉萨德认出了其中有些人曾经在安姆攻击过自己和加麦兹 将他们打败后其中一人身上发现书信 信中说博德之门发现了苏伦的代理人也就是日魂武僧 信中安排暗粤教派的人去将拉萨德杀死 并且要去找刀鱼陈星旅店里的索雷姆将尸体带回神殿 署名居然正是阿罗格斯 那位信仰沙尔的暗粤教派的代理人 可见这些人在阿斯卡特拉的清洗过后依然在追杀着苏伦教派的人 我们来到刀鱼陈星旅店见到了索雷姆 在我们的威逼理由下 他供出了暗粤教派在博德之门的苍身所 借着月光他带着大家来到此处 然而刚到这里索雷姆就变了脸 此处早已埋伏了大量的暗粤武僧 他之前的示弱也只是演戏罢了 但是这些人均非我们的对手 轻松解决所有敌人在索雷姆的身上发现了笔记 其中提到在找出日魂武僧拉萨德并杀掉他之后 可以去云雾峰的新神殿接受仪式 正式进入夜之女士的黑暗怀抱 其中还勾画了一幅简易的地图 云雾峰形成了安姆与北剑湾的天然屏障 来到纳西凯之后向东南行进逐渐攀爬 我们就来到了这被冰雪覆盖着的云雾峰中最高山峰的顶端 我们注意到在山下并无阶梯 而走到半山腰之后居然逐渐出现了一些人工修建的道路 这也让大家确信我们正在逐渐逼近暗月武僧的云峰神殿 入口处我们能看到一群准备加入暗月的人被挡在了外面 这些都是那些没有通过试炼的学徒 而与守卫战斗时这些学徒也会作为帮手加入 原来暗月武僧对落选者非常的残忍甚至会将他们处决 走投无路的落选学徒当然也都加入到我的行列中 解决守卫后这些夜之女士的木道者们也都清醒过来 决心不会再将生命浪费在膜拜黑暗中了 山上还有些强大的学剧魔和东狼 若是放在之前一定会对我们造成极大威胁 好在现在大家的冒险技巧早已精非洗笔 虽然还有许多暗月教派的人在阻拦着我们 但一路杀上去也不费垂灰之力 这道路以及最终的神殿修建的倒是无比宏伟 人们的真诚信仰化作浮躁巧夺天工 只是不知埋藏了多少暗月武僧的尸骨 山殿前我们见到了一个身着暗月装束身材修长 而脸型如同雕刻一般俊朗的人正在向学员发表演说 此人的存在让拉萨德大吃一惊 这正是他的兄长加麦兹 而阿兹卡特拉的冒险中加麦兹冲上前去下落不明 拉萨德一直以为他已经被影贼杀死了 而现在他就站在大家的面前 加麦兹也注意到了我们 但此人的性格早已不是当初与拉萨德一同修炼的样子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他现在是沙尔教派的暗月武僧 他早已抛弃苏伦 面对惊讶的拉萨德加麦兹也只是淡淡地说 你们抛弃了我但阿洛格斯没有 他找到了我并将我带入阴影 在他的指导下我终于明白 我是如何在日魂武僧的监护下变得如此脆弱 如今暗影魔王已经修复了我的力量 接下来我希望你们也聆听沙尔的教诲 成为我们的一员 抛弃信仰进入黑暗 尽管维康尼亚十分赞同 但对拉萨德来说是不可能的 却说他入道的人即便是他最亲的兄弟 但拉萨德依然断然拒绝 加麦兹长叹一声 我不能亲手杀了我的兄弟 只好让这些慕道者动手了 随后他转身进入神殿 而神殿前沙尔的追随者们则成了我们的敌人 这些初学者倒是不难对付 只是可惜了他们颇有潜力的身体 无如歧途便要受黑暗力量的摆布 也要接受黑暗力量的代价 战斗后拉萨德悲伤地说 我全信那就是加麦兹兄长 无法想象他为何背叛苏伦 一直以来 兄长对力量的渴求远超所有人 以至于我们比武时 我也会稍加全核故意输给他 以期望他通过胜利对力量放下执念 可惜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黑暗 随后我们便进入了暗月武僧的神殿里 一路战胜沙尔信徒来到最深处 再次面对加麦兹 加麦兹坚持道 日魂武僧就是个谎言 真正让我获得力量的是暗影的魔王 女神只要我们的服从 而她赐予力量作为我们服从的奖励 拉萨德怒斥道 暗影尊重破坏 这种力量即便再强大又有何用处 行行吧 你从前在日魂就已经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力量了 加麦兹冷笑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与你比试时 你从来都是故意的放水输给我 那并非真正的力量 那是我出卖了作为兄长的罪言 换来的安慰罢了 她转向周围的暗月武僧说 消灭我的兄弟 我不想亲自动手 随后她转身进入了后山 神殿内的沙尔信托果然实力要强上一个档次 面对这些暗影中无比敏捷的武术家 我们也不敢怠慢 彻队到屋外 利用涅拉的火球术削弱他们后 才敢进入主意将其击破 穿过神殿后方的密道 我们一路追着贾买兹来到后山 这正是云雾风的山顶 雪山之点可以俯瞰整个剑湾 这里有一尊巨大的夜之女士沙尔的雕像 暗月武僧偏是就在这里进行仪式 贾买兹似乎已经预见到我们会来到此处 但很明显她已经信仰坚定不会回头了 拉萨德用敬爱的兄长称呼她 而她却嗤之以鼻地说 敬爱的兄长 不 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起我 我在日魂就只能被你假装仰慕着 而这种关系中最痛苦的人是我 自从接受了阿罗格斯的邀请加入了暗影 一切就都补通了 拉萨德说 苏伦教育了我们应当在苦修中保持谦卑 而你已经在追求力量中彻底迷失 不要再躲在他人身后 让我们来一次直接的生死对决 这是一场基调悲伤的战斗 兄弟反目成仇 他起因既有偶然也有必然 与拉萨德在卡林港相依为命的加莱兹 二人加入了日魂修士会后 兄长一心追求最强力量 但却不断被无语的弟弟超越 甚至在对战中被帝里放水 逐渐的失去尊严 终于在一次偶然的遭遇后 在阿罗格斯的诱导下 获得了夜之女士的暗夜魔王的力量 我们看到了山下那些木道者的遭遇 看到了加莱兹的转变 也理解不应让这种邪恶的黑暗力量在剑腕肆虐 最终拉萨德的兄长提力不支倒下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在比武中输给了弟弟 临死前加莱兹的眼神中多了一些示人 抱歉了兄弟 正如夜空中的音乐有其圆缺 生命夜暗同理运转 死在你的手上我得到了安慰 尽管偷生黑暗的加莱兹最无可舍 但她毕竟是拉萨德在这世上最后一个亲人 这位悲伤的武僧在剑腕之殿长笑一声 也为自己的过去正式地画上句号 这便是我这三位队友的愿望 将他们的事情解决 下一步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作为巴尔之子的沙洛福克 想把剑腕搅成一锅粥 自己渔翁得利 这绝不仅仅是急于复仇的我的事情 她和每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再次回到伯德之门 我感受到了肃杀的气氛 很快我便从路边打听到了如今的局势 掌握了铁王座实际控制权后 沙洛福克目前正基于伯德之门大公爵的地位 而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展开与安姆的战争 期间我还听到噩耗 燕拳的副指挥官史卡居然被谋杀了 现在掌握燕拳的是沙洛福克的手下安齐罗 四位大公中安塔银顿公爵也被刺杀 伊尔坦大公则得了非常奇怪的病卧床不起 只有贝尔特公爵和女大公利拉·珍纳斯依然在位 博德之门的统治岌岌可危陷入了一片混乱 在此危机关头 沙洛福克作为曾经铁王座贵族的直接继承者 也是公爵为之的优历候选 同时他的许多理念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比如他渲染安姆的入侵威胁积极备战 也利用了人们的恐慌情绪 因为只有他能迅速地为燕拳提供足够的铁矿 以供可能的战争用途 何况分九必合 他也承诺迅速地恢复秩序 这也是颇得民心的举措 城市东边一位叫索瑞的燕拳士兵找到了我 他是依然效忠伊尔坦公爵的士兵 他表示伊尔坦目前正在燕拳总部中生死不明 希望我们前去看看 而酒馆中的一位盗贼戴斯尔则说 公爵的治疗师罗夏德很可能在其中搞鬼 我决定首先救出伊尔坦公爵 即便他已经不能参与公爵会议 但毕竟人命关天 在燕拳总部门口 我们还遇到了一位奇特的女性与我们当话 她的名字叫做达摩可 一位克萨库拉人 有着一头黑色的长发 她似乎认出了我们 同时她也认识沙洛福克 甚至言语中体现出沙洛福克曾经是他的猎人 然而她并不同意沙洛福克如此不顾一切地追求力量和杀戮的行为 你而来为巴尔之子将他抛弃 此时达摩可请求我们 希望我们能击败沙洛福克阻止他的疯狂 但同时她也希望我们能留他一条性命 让他在剑湾继续过平凡人的生活 而并非成神 她言辞恳切地对我说 查内姆 你有格利安教导你 但他没有 他是一个奋力想从所谓的低劣种群中杀出来 渴望神圣血脉的人 他的力量源自他的悲伤和无尽的增撼 无论如何 你是他的亲兄弟 他需要被击败 但请不要杀他 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在他杀死格利安的那一刻 我就绝不会原谅他 不过眼前的女人应当知道更多 所以我只是说 好吧 我会努力阻止他 但他是否活下来我也并不清楚 我想知道 接下来要阻止他的计划 我应该做些什么 达默克发觉他的求情有用 眼神中也出现脸光 他提到 为了控制燕犬 史卡被沙洛福克最偏执和暴力的下属杀死了 而伊尔坦只是被控制了起来 这两名凶手现在在地下妓院中 他们应当知道更多计划的细节 随后他垂下眼睛说 沙洛福克身边有个女人叫西桑卓亚 他多爱着沙洛福克的心灵 我总是会说些逆耳中言 但他却永远只知道讨换心 如果你们能将他除掉 或许也能唤醒沙洛福克的良知 我只能说这些了 请不要让他知道我们见过面 随后达默克急匆匆地离去 尽管我不会完全听从这个女人的话 但我同情她的遭遇 所爱之人是一心想把见完搅乱的巴尔之子 他想要阻止一切的发生 但却被疏离 而第三者有借机插足进来用讨好的话语 偷走了他爱的人的心 如今他只能前来求助仇人 既要阻止 又想让我留下沙洛福克的一条命 我答应后 他的心中暂时站开了希望之花 而我甚至自己一定会手刃仇敌 对他来说 事情的终局已经永远是一出悲剧 这希望之花也将被我亲手掐死 沙季燕泉总部对我们来说并不算难 大部分部队都被派出去维持最近要举行的大公爵选举会议了 剩余的少数部队不是我们的对手 上到二楼就能见到窗上奄奄一息的伊尔坦公爵 还没等我靠近 他的治疗师罗夏德就过来说 你们不要碰我的病人 但我们早已在酒馆打听到了伊尔坦的治疗师是有问题的 在我们的威逼之下 这所谓的治疗师逐渐驰骋不住 瞳孔中出现了水银色 整个身体开始扭曲 果然他是被沙洛福克安插进来的变形怪 很容易便露出了原形 尽管对手念出了敬影书 但在我们的围攻下支撑不了多久 待变形怪倒下我们迅速前去查看伊尔坦公爵的伤势 他虽然身体虚弱 但好在依然存活 公爵言言一息的说道 谢谢你们救了我 可惜我没能阻止史卡的死 拿上这封信 其中提到了沙洛福克的恐怖计划 你必须保护另外两位公爵的安全 至于我不必担心 你可以将我送到港口 港务总管是我的好友 他会保护我 不得之门和民众的安危 才是现在最要紧的 枪中的多安将公爵扛起 我们将他送往港口 路上还翻阅了他所截获的信件 沙洛福克正谋划暗杀利拉女大公和贝尔特大公 而杀手正是杀死了史卡的元凶 目前正在地窖的暴徒史丽丝和克里斯汀 将伊尔坛安置在港口保护他的安全 之后我们按照提示 从伊尔马特神殿处进入地窖 很快就找到二人 这两人是一对杀手夫妇 我们找上门时 他们居然还在打起骂俏 似乎面对我们也有恃无恐 大声密谋着对接下来两名公爵的暗杀计划 两人醉醺醺的胡言乱语一番后 摆开架势要与我们一战 但实力确实不怎么样 将杀手解决为史卡报了仇 之后在他们的身上搜到了一封书信和一封邀请函 信是杀戮福克写给杀手的 这刚好可以作为我们指控着阴谋家的证据 当我就职的夜宴开始时 你们从下水道进入公爵馆里 加入变形怪刺客群 当我的演说结束 你们就立刻攻击 这无疑是铁证如山的罪终 我将其好好收起来 而另一封信就是进入博德之门新任大公爵就任仪式的邀请函 不过去中央区的公爵馆里前 我还有一件事要解决 也就是达摩克所委托的寻找那个在沙洛夫克身边一直蛊惑他的女人西桑卓亚 据说他目前在铁王座中 找到他应该能获得更多沙洛夫克罪状的证据 再次回到铁王座时 此处早已误视人非 其实啊 船上的人是最先理解一艘漏水的大船什么时候沉 这其中的商人都纷纷的醒悟了 他们理解了老大沙洛夫克的阴谋 何况自己已经成为弃子 其中商人一个个被榨干利益 钱拿取作为对抗安姆的军费 好不容易囤积的铁矿也成了战争发动机的资源 而用这些作为筹码 沙洛夫克换得了公爵的高位 以求进一步发动战争 商人海内尔提到 我们本以为他只是利用商业影响力谋求爵位 这对大家来说是共赢的 但我看出来了 老大只是想蛊惑民众发动对安姆的血战 查内姆我们其实都认识你 你以前是我们的敌人 但现在只有你能阻止他了 二楼来自铁王座分布的各个首领也都纷纷倒戈 只要我们是反沙派就是一路的绿灯 一路来到最高层 这里我们终于见到了那个沙洛夫克背后的女人 西桑卓亚 的确她的美艳会让所有的男人动心 更何况她用蛊惑人心的话语 去不断地鼓励沙洛夫克迈向禁忌的深渊 她见到我非常吃惊地说道 我以为你们会直接找沙洛夫克 是谁让你们来到这儿的 我知道了 是达摩克那个小贱人 让我先杀了你们 再去找那个贱人 西桑卓亚对沙洛夫克也只是表面上的情人关系 看来大难临头之后也只会各自飞 这毒妇不难对付 她虽然招出了几个强大的食人魔 但只要我们向她本体进攻 没过多久便会开始求饶 我明白作为沙洛夫克的情人 她只是整件事的催化剂 而非根源 如果她愿意真的改过自新 我会给她一次机会 西桑卓亚保留着沙洛夫克的日记 日记中大多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消息 也把整件事情中我们所忽视的事整理了一遍 总体来说 沙洛夫克是通过主宝的阿兰多预言 以及巴尔牧师临死前的只言片语 和梦境逐渐觉醒自己是沙洛之王子嗣这个事实的 为了让剑湾的博德之门城邦和安姆开战 以求在沙洛中清除其他子嗣和获得巴尔的神力 他利用铁王座逐渐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暗杀或者控制四人议会的公爵 以逐步的寻求上位 其间无燃铁矿买通强盗冷靴帮和黑爪兵团 冒用散塔临会的名义无左非为 以及根据线人的报告伏击了葛利安和我 也都在他的精密安排之下 而珠宝中的瑞塔也确实如我所料 是他安排了变形怪偷偷地潜入刺杀 他还诬陷我是杀人犯 能为计划亲手杀死他自己的养父 可见我这位兄长是如何的心狠手辣 至于暗杀安塔银顿和史卡 毒害伊尔塔雇佣地痞流氓准备大闹公爵关底 就更是可以预料的了 沙洛夫克最后的自白 表明了他是一个可以放弃一切追求力量的人 查内姆斯特莱夫正向博德之门前进 如果我能将他引到珠宝 那么我将有一个完美的替罪羊 我的父亲瑞塔一直在阻止我挑拨安姆和博德之门之间的关系 甚至要和刚断骑士团会面 这只会让剑湾趋向和平 我不能允许 我必须除掉他 接管铁王座 父亲大人很抱歉 我的亲生父亲在呼唤 而你挡了我的路 终于最终决战的时刻来临了 沙洛夫克此时就在公爵关底 我手上握有他几乎所有的罪证 至少在如今上存活的大公爵贝尔特和女大公里拉的面前 我要揭穿他 阻止他发动战争的阴谋 公爵关底就在整个城市的最中心 这个巨大的实质建筑本是博德之门中最为安全的场所 但现在我清楚 沙洛夫克用他最熟悉的变形怪入侵策略 已经突破了多少固若金汤的组织 之后一切都要小心 厨师邀请信进入其中 富丽堂皇的装饰已经不能吸引我的注意 直接来到内部会议室参加公爵选举 博德之门是一个城邦联盟 延续了选帝侯的传统 爵位由下层贵族逐层选举 城邦的最高头衔为公爵 但这次参与候选的成员只有沙洛夫克一人 因此只要赞成票通过 他就能顺利当选 会议室中熙熙攘攘的人群 都是被邀请前来的贵族 也是参与选举新公爵的选民 而很明显的我们来到此处时 这个走行时的选举已经结束 李拉·珍纳斯大公直接宣布了结果 诸位听我说 这是博德之门的特殊时刻 失去了安塔令人悲伤 但我们总要向前看嘛 在这乱局中我们将迎来一位新的大公 领主投票结束几乎是一致通过了 下面我们让新大公沙洛夫克发表演说 底下的贵族倒是七嘴八舌地开始质问 口无言似乎是有人在有意地营造人们对当今执政者的怀疑 我将目光移向大庭的中央 没错就是他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武装者的样子 一切的元凶杀死我的养父曾以克服洛莎身份与我在主宝相见 并无时无刻不想置我于死地的哥哥 只听他开口说道 让我来对你们的问题进行说明吧 阿姆确实正在准备动员战争 他的同谋散塔令会也参与其中 但你们不必担心 在我的领导之下 确保了西铁王座分支堆积如山的铁荒 足够满足战备需求 不幸的是我们伟大的军事将领伊尔坦如今生命垂危 为了保证有效的指挥 我将亲自执掌厌权 不出所料 底下的贵族们珊瑚海啸的贺彩 称赞着沙洛夫克各种决断的正确性 但贝尔特大公回过味来说 不对 我们四人已会是绝对分权的 你无权指挥厌权部队 沙洛夫克亲密地说 难道要让你们这些软弱无能的家伙上场 接下来 我将凭借雁权的实力拿下纳西凯 穿过云风直到阿斯卡德拉 还有谁能阻拦我 还有谁 我大叫一声 还有我 你的天敌 武装者迅速转过头来 尽管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但他肢体上的小动作可骗不了人 他错愕了一下 但迅速地意识到地窖中的计划已经破灭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先下手为强 接下来是让我们目瞪口呆的一幕 在场的大部分贵族突然变身成为变形怪 开始偷袭我们 而沙洛夫克似乎还没想撕破脸 只是在一旁观战 队友也以保护公爵为最优先事项 逐一地击杀变形怪 而两位公爵也是身心百战的战士 他们和在场的一些伊尔坦公爵派的验拳士兵也奋力地反击 逐渐地我们开始占据上风 最后一只变形怪灰飞烟灭之后 两位公爵向我们表示感谢 也趁此机会 我将沙洛夫克布置杀手刺杀安塔银盾公爵 毒害伊尔坦公爵 以及日记中安排布局挑拨安姆与博德之门关系的各种铁证 一一地向这两位执政者说明和展示 贝尔特和莉拉都觉得难以置信 而察觉到事情败露 沙洛夫克先是怒斥我们的文件都是伪造的 而看到各种证据链交汇 他百口莫辩之后终于撕下背窗 提前上来执取女大公莉拉的性命 而我则迅速地挡在她的面前 或许是察觉到在此地以伊迪多并不明智 武装者依靠法师队友设下的结界时直接传送走了 而临走时他还放出狠话说 查内蒙斯特莱夫 你和我之间还远没有结束 你和我还有最后一战 而且不是你死就是我 大战后 本来华丽的公爵府中一片狼藉 丽拉和贝尔特都身负重伤 好在性命无用 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如此多的贵族都已经被他们换成了变形怪 现在阴谋已经变成阳谋 许多人已经相信了他的蛊惑 甚至四人议会的平衡会被他的独裁所代替 到时战争将不可避免 而杀戮之王或许真的会再现人间 贝尔特通过探测得知了之前传送门的所在地 盗贼工会 如果要去追杀他 这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两位公爵用尽最后的力气将我们传送到了盗贼工会 得知沙洛夫克一行人进入了地下通道 一路追踪下去 我们来到了一处修建的极为精巧的迷宫中 经历了杜拉格之塔之后 对付这种陷阱密布的迷宫就是小菜一碟了 这迷宫的尽头 我见到了被兄长抛弃的他的导师 温斯基·派罗雷 温斯基告诉我们说 他自己就是策划了杀戮之王复活的人 虽说最后他也将成为祭品 但他认为这种死重于泰山 虽说杀戮复合的计划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但是只要能点燃人们心中互相之间的憎恨 他就能坐享其成 只要看着大地上血流成河 随着巴尔之子的逐渐灭亡 随着他神圣血脉被点燃 最后他也能超越凡人成为神 我们一直以来的猜测当然也是对的 哥哥从来都没有想过获胜或者是成为公爵 他的唯一目的就是挑起战争 只要在战争中出现了足够的杀戮 他就极有可能获得杀戮之神的神性 继承我们父亲也就是巴尔的地位 穿过迷宫以后我们来到了一处地下遗迹 这里正是废弃的巴尔神殿 想让他重现往日荣光的那个人 此时正在神殿深处等着我 解决了依然在路上阻挡我的佣兵 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突然出现 阻挡在我的面前 这一袭黑发我不会忘记 他正是一直爱着沙洛福克的那个姑娘达摩克 他不会让我继续前进 尽管他知道这意味着背叛整个世界 但他心中仍然只在乎一个人 为了再次获得爱人的信任 他会不顾一切地阻止我们的前进 我也知道此刻任何语言都不可能说服他 只有死亡才能让爱情清醒 这拼尽全力战斗的弱小身躯虽然让人心生怜悯 但他下决心的那一刻就从未想过生还 我们也只能满足他的愿望 最后进入神殿 沙洛福克和他最后忠诚的随从 强盗塔佐克以及燕犬首领安齐罗 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这是最后的时刻 我们都对对方的所想心知肚明 这不仅仅是巴尔之子的对决 也是决定整个剑完命运的一战 沙洛福克最后说道 来吧 我们终究有这次宿命的对决 做个了断吧 接下来我将成为巴尔 成为新的杀戮之王 最后一战 我们用尽全力毫无保留 吸取了最初与他遭遇时格利安的教训 我知道一定要先通过爆发解决他的爪牙 否则我方可能面临解除魔法和超强速能法术的威胁 之后稍加调整 战斗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节奏 他含起逼人的大剑与我的武士刀交错 从大人狼的力爪和恶魔骑士的巨剑之下九死一生的我 以今非昔比 即便面对他势大力成的灵力攻击 也能辗转腾挪 自如应对 而只有近战能力的超强战士 又如何比得上我们曾经战胜过的深渊恶魔 这一路上的冒险和我身边与我出生入死的同伴 才是我永远真实的财富和我战斗的最终法宝 一旦他陷入于我们六人周旋的境地 就再也无法占着优势 最终在我的牵制下 多恩终于回剑打出一记致命伤害 加上涅拉维康尼亚的强力法术消耗和拉萨德无际的输出 沙洛夫克终于体力不支 轰然倒地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安息吧 格里安 我做到了 我知道你在看着我 相信我没有让你失望 谢谢你们 艾蒙 尼拉 多恩 维康尼亚 拉萨德 这场胜利属于我 也属于你们 巴尔 我会阻止你的阴谋 我会让你明白 力量和杀戮永远无法定义这个世界 哥哥 再见了 但我知道即便你倒下 剑弯仍然笼罩在杀戮之王的阴影中 而谁又知道这世上是否还有千万个像你一样的阴谋家 谁又知道他们会将这个世界带向何方 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只要有我在一天 巴尔的阴谋就绝不会得逞 我愿燃烧自己的神性化作永恒的朝阳 守护剑弯每一个和平的明天 属于你的 законч会 哪余 收到一部 我不会 百分之一 bes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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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